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1章 宝可梦卡牌 爆杀 PTCG在新生代训练家当中的影响力愈发扩大 陆老师家的播客笔 也经常在线上和梦幻小朋友联机打牌 身为PTCG之父 陆也自然不会拒绝达克多的打牌邀请 陆灯忽明忽暗 一闪一闪的亮光中 两位训练家左右对峙 陆老师的背后漂浮着排铃耿鬼 此刻正瞪大星红的双目 口节 达克多一袭斗篷 长发飘逸 他脚底的影子当中 达克莱伊正瑟瑟发抖 这样真的好吗 达克莱伊几近落泪道 我上次就是撞见这只耿鬼 差点回不来了呀 不要担心 达克多淡定的回答 只是卡牌决斗 并非宝可梦对战 达克莱伊 老子信了你的邪 当初和你缔结羁绊 你居然用羁绊来打牌 尽管两者是在心灵感应 陆老师的超课之力 依旧成功切听到了他俩的对内语音 陆也愣了一下 暗存道 原来这只达克莱伊 就是水卖式的那只 达克莱伊对于这只会暗黑洞的耿鬼 印象深刻 必由不及 奈何架不住主人的牌影 只好藏在影子里 默默跟随两人抵达位于陵兰岛的卡牌俱乐部 叮铃铃 风铃晃动 达克多推开俱乐部的木门 七八道目光刷刷汇聚过来 他回头介绍道 陆老师 就是这里了 陆也还是首次见到线下的PTCG俱乐部 环顾陈设 向发愣的几位成员打招呼道 你们好 几位成员吞咽口水 煞时间轰动 陆 陆老师 PTCG的创始人 赢了他能抱U2卡吗 树到星红的目光 落向陆也腰侧的卡包 犹如见到了大师球的训练家 值得一提的是 俱乐部中女性成员较少 发型大多飘逸 且五颜六色 陆也和耿鬼同时一正 达克多无奈道 他们就是这脾气 陆也干咳一声 点头道 能理解 两人向桌椅落座 准备打牌之时 一位成员搭话道 陆老师 我刚还看了您上午的比赛 想不到您还是一位协调家 那人笑道 播客笔实在太可爱了 陆也 我打牌也挺厉害的 那人一愣 来回环顾 恍然道 您是要和达克多决斗 卡牌决斗也太生草了吧 陆也抹了把脸 解释道 仅仅是下一场比赛前的休闲娱乐 林兰大会的八强晋级赛 陆老师被安排在后天下午 明天是小智等人的比赛 倘若小智成功获胜 将与真似争夺四强 在此之前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打牌放松一下也未尝不可 再为凑上来 俱乐部成员殷切的目光中 陆也一边洗牌 一边沉思 我今晚原本的安排 是打算干嘛来着 摇了摇头 陆也眼神专注 现在 无疑是打牌更重要一些 达克多坐在木椅上 冷漠洗牌 神态好四排局中的荒野标客 这位PTCG冠军 收集了最新的神奥拓展包 凭借达克来伊卡组登顶联赛 这场排局是他赌上自己的荣耀 向PTCG支付发起挑战 那么 由我抛硬币吧 陆也说 俱乐部的成员们平住呼吸 目睹陆老师拇指朝上 轻抛硬币 叮 硬币旋转竖圈 落在桌上摇摇晃晃 果不其然落到了反面 按照线下俱乐部的规则 达克多说 由我决定先后顺序 我选择先手 抽卡 达克多手速宛如残影 手中顿时剁出七张卡牌 陆也正打算找代抽 摇了摇头 还是等打不过了 再让波克比代抽吧 陆老师也有自己身为PTCG支付的尊严 抽卡 陆也潇洒地抽出七张卡牌 扫尸一眼 表情逐渐精彩 怎么了 达克多问 七张手牌 全是特娘的能量卡与训练家卡 没有一张基础宝可梦 其手全是魔法陷阱 你是要让我把拳头攻击表示召唤吗 陆也展示手牌 无奈道 按照规则 我重新抽取一轮手卡 你可以再从卡组里抽一张手卡 达克多眉毛微调 这是陆老师在让自己吗 但他还是冷漠地抽出一张卡 插入手牌之中 随后 陆老师又重新抽取了一轮 达克多抽了两张手卡 白赚两张卡差 俱乐部成员对陆老师的运气叹为观止 一个人的运气 可以差到这种地步吗 倒不如说 陆老师在卡组里 究竟塞了多少阴间的训练家卡 第三次 陆也总算抽到了第一只基础宝可梦 鬼司 陆也 我将这张卡放置到对战区 反观达克多 其手将达克莱伊拍落 陆也 你是用了502胶水吗 不洗牌直接召唤达克莱伊 俱乐部成员一阵呕 来了 老大的达克莱伊 这就是老大和宝可梦的羁绊 陆也心情微妙 羁绊不去打宝可梦对战 拿羁绊来打牌 达克多 你的宝可梦在哭泣啊 第一回合内 达克莱伊无法进行攻击 达克多撩了把长发 放置一张恶系能量 我的回合结束了 我在鬼司上放置一张基本超能量 回合结束 陆也道 陆也道 首轮回合 双方各自按部就班贴上能量卡 第二轮 在贴上能量卡后 达克莱伊的恶之波动 蓄势待发 在下一回合 无疑能瞬间秒杀鬼司 达克多冷漠地注视向陆也 就剩一回合了 陆老师 陆也目光逐渐专注 即便是打牌 我也和耿鬼有着自己的羁绊 耿鬼漂浮在身后 挠了挠头 口结 Omega 怎么感觉主人莫名其妙 燃起来了口结 借助超课之力与播客笔联系 陆也得到来自欧皇的祝福 恰基督一 下画线 我的回合 抽卡 陆也看向手卡 逐渐仰起嘴角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 刻进了 从手牌 使用物品卡 大师球 陆也拍出一张金光闪闪的 U2 紫红色的大师球 闪瞎成员们的太金苟眼 全球限定的大师球 PTCG是自家开的公司 就可以随所欲为吗 陆社长 我怀疑你四字印卡 在俱乐部成员一片哀嚎中 陆也开始说书环节 依照大师球的效果 我方可以从自己的牌库中 搜寻一张宝可梦卡 展示给对手 然后加入自己的手牌 我选择加入手牌的是 萨 陆也潇洒地从卡组中亮出 U2 鬼司的最终形态 耿鬼 即便如此 达克多淡定道 鬼司也无法在一回合内 连续进化两次 索雷瓦多奈卡 陆也飞快拍出手牌 一张耀眼晶莹的神奇糖果 闪烁U2的红彩 发动物品卡 神奇糖果的效果 陆也道 我方可以从手牌中选择一张二阶进化宝可梦卡 放置于自己的场上的 可进化成那只宝可梦的基础宝可梦身上 跳过一阶进化完成进化 什么 达克莱伊瞳孔微缩 俱乐部成员也被这奢华的卡牌连锁给惊讶 二连快接进化 哇 金色传说 这两张卡也太奢侈了吧 我干 这就是PTCG支付的特权 我选择刚才加入手卡的耿鬼 进化我方场上的鬼司 陆也亮出耿鬼的U2卡 目光一领 进化吧 耿鬼 口节 耿鬼应声从陆也身后飞出 陆也 是在打牌 不是在叫你 口节 耿鬼面色一暗 垂头丧气地飞回身后 望向气势如红的陆老师 跨接进化的耿鬼 达克多深吸一口气 面有难色道 我发动达克莱伊的招式按黑洞 在对方回合内也能发动 舍弃掉一张能量卡 抛制一次硬币 硬币为正的场合 穆大逮斯 达克多 由于物品卡在一回合内 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 陆老师彻底不当人 从手牌发动 宝可梦道具 耿鬼心灵连结 陆也道 执行本场对局中 我方的超级进化 在装有心灵连结的情况下 耿鬼在超级进化后 仍可以发动进攻 超级进化 达克多 达克多 瞳孔地震 惊诧道 这是 什么机制 卡洛斯的扩展包 陆也老脸一红 干渴道 现在还没发售呢 达克多 求求你做个人吧 陆老师 助手啊 这根本不是决斗 讲道理 身为创始人 用个领先时代的卡组 也是很合理的吧 耿鬼在心灵连结的沐浴下 绽放出Mega进化的红彩 一张璀璨的M进化耿鬼EX 已经被陆老师拍在了桌上 陆也继续道 放置一张双重无色能量 结合之前放置的基本超能量 我发动M耿鬼EX的招式 幻影之门 俱乐部成员们一阵哀嚎 这招不合法啊 陆老师 不会一回合 把达克来一秒了吧 幻影之门 可以选择对手宝可梦的一个招式 并用那个招式攻击 陆也疏地指向达克多 和他身后的达克莱伊 达克多脸色一僵 握住卡牌的手指隐隐发白 我选择的是达克莱伊的招式 恶之波动 这样一来 M耿鬼的进攻 不会受到达克莱伊对 超系抗性的影响 要上了 M耿鬼EX 达克多猛的一颤 他隐约见到了 M耿鬼耿鬼手中会剧漆黑的恶之波动 轰隆炸裂在达克莱伊身上的景象 沉烟飞扬 达克莱伊 EX陷入弃绝状态 陆也从达克多那儿抽了两张奖励卡 微微一笑 我的回合结束了 四周鸭雀无声 俱乐部成员瞠目结舌 一回合 把会长的达克莱伊 OTK了 爆杀 不愧是你呀 陆社长 达克多以无战意 拨开额前的长发 轻叹道 我认输了 陆老师 他主动认输 倒是出乎了陆老师的意料 不过考虑到今天是来休闲娱乐 陆也主动伸出手 笑道 真是一场愉快的决斗 达克多勉强扯动嘴角 苦笑道 只能期待在宝可梦对战上 与您一较高下了 他身后的达克莱伊面露恐惧 又往阴影当中藏了藏 陆也点了点头 随时奉陪 对了 达克多欲言又指 那个卡洛斯扩展包 啊 过几个月会发布的 达克多目光灼灼 用力汗手 到那时 再用新的卡组向他讨教 在那之前 首先得拿到灵蓝大会冠军 向陆社长多拿几张强力卡才行 达克莱伊 达克多默默转身 咱们去训练 不去 达克莱伊闹脾气道 打社长的时候 尽量不让你首发 行 夜色渐晚 陆老师心情大好 回到住处 西罗娜正侧靠在沙发上看书 金发散落下来 手扶着侧脸 恰机嘟一 波克比开心地从精灵球里蹦出 拿起平板 急忙去找梦幻连击 看陆老师打了一晚上牌 小家伙也兴致冲冲 打算找梦幻比划比划 陆也脚步一顿 这么晚还没睡 你也知道这么晚 西罗娜缓缓缓抬起琴手 斜了一眼 今早答应她的事 西罗娜现在回想起来 仍有些休难 关键在于 几个小时都联系不上她 萌萌哒微微韵怒 我去打PTCG了 陆也如实道 西罗娜一正 PTCG 就是之前教你玩的那款卡牌游戏 陆也笑着说 世上只有两张竹篮的训练家卡 全球限定 西罗娜回忆起 之前她赠送给自己的礼物 气消了大半 懒洋洋道 你今晚睡沙发 她慵懒地舒展腰身 从沙发上起身 抱起波克笔 朝向卧室走去 嘟一 波克笔浑然不觉 专心玩着平板 等到了门口 西罗娜转身关门 俏皮地眨眨眼睛 晚安 咚 明明很可爱 关门的动作 却让陆也感到一丝杀气 卡捏 下话线 水剑龟悠哉地 给自己倒了杯热茶 也给陆也倒了一杯 坐在陆也身前的沙发上 水剑龟缓缓吹散热气 这是龟龟在安抚主公的心情 陆也喝着大补的元气跟茶 沉吟道 看来排老门 一般都是在萌萌哒和打牌之间 选择了后者 为了打牌 陆老师失去的实在太多 长夜漫漫 陆也顺势刷起了凌兰大会的论坛 陆老师与上志的华丽对战 在论坛中的关注度不小 播客笔也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没想到陆老师能把战术和华丽对战 结合到这种程度 堪称又脏又帅 大葱丽好帅 喵喵摊摊位的大葱周边 一下子卖脱销了 买回家做葱油饼吃吗 关于八强 晋级赛的分组也火热出炉 陆也对战的 是一位枫园地区的新人训练家 名叫文奈 是一位活力满满的少女 根据火箭队三人组提供的情报 文奈的王牌宝可梦魏勾魂眼 她甚至拥有Mega进化的水平 风源 新人训练家 Mega进化 结合这几个关键词 陆也脑中便浮现出一位狂热的石头爱好者 大无丧 你又若着送Mega石给风源新人了 风源开局的新人 待遇果然很豪华呀 陆也感慨道 等等 我记得 Mega勾魂眼有块很大的红宝石 陆也摸着下巴 逐渐陷入沉思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2章 陆老师的极主夫道 小满时节 雨量逐渐增大 凌兰岛彻夜飘着小雨 待到上午 又重新放晴 阳光烘烤着湿漉漉的地面 陆也被仙子一步牵着 去到自助餐厅和小志等人碰面 谈论今天下午的比赛 刚一走进自动门 凉意丝丝吹拂 小志向陆也招手道 陆老师 这里 阿蜜一袭白色连衣裙 绑着橘色发便 礼貌地微笑道 上午好 陆老师 上午 陆也视线落到阿蜜身前 落成小山的餐碟 顿了一下 好 平平无奇的阿蜜 害羞又富有同情心 胃口意外的好 据说 她经常会光顾浅葱食堂吃饭 然后食堂倒闭了好几家 阿蜜 陆老师 小蓝怀里抱着一只百变怪 百变怪逐渐形成凯西的模样 她笑眯眯道 考虑弃赛的话 花费一百元 我可以让凯西把你送走哦 这梗也太老了吧 陆也吐槽道 不过 这桩生意意外的好哎 小蓝扶着塞道 那些被淘汰的选手 来不及赶回去的航船 小百可以把他们船送到港口 母母 凯西逐渐融化 恢复成了粉色液体状的百变怪 口结 耿鬼好奇地盯着百变怪看 揉搓自己的脸 扮成凯西的模样 皮卡 小致的皮卡丘也凑了过来 和耿鬼 百变怪一起玩起cosplay 恰机都一 波克比看着来回变换的耿鬼和皮卡丘 咯咯笑出声 看向玩闹的小家伙们 路也两手交叠 勾起嘴角 这家自住餐厅里有两只百变怪 一只是耿鬼 另一只是皮卡丘 早餐是吐司面包 水果沙拉和冰咖啡 西巴没来餐厅 因为他对这类食物不感兴趣 他只对愤怒馒头一心一意 路也喝着冰咖啡 耳旁响起阿密清脆的刀叉碰撞声 小致大口嚼着三明治 含糊地问 西罗那冠军呢 还躺在家里没起 路也顿了一下 解释道 他一般是中午才起床 高贵美丽的西罗那 家务活并不拿手 资料书籍经常堆得一团造 此前是聘请了专业的管家 目前是由路老师和小洛同学 还有抢着干家务活的耿鬼负责 欧中午才起床 小兰爷余的拖长语调 阿妩 阿密 也不知联想到了什么 白嫩的脸颊染上红韵 是在通宵研究战术吗 小致好奇地问 路也淡定地喝着咖啡 也可以这么讲 难怪路老师的黑眼圈这么重 小兰眼嘴笑道 昨晚不是 昨晚我在打牌 路也说 啊 小兰愣住了 可可 阿密喝着冰水 小致不明觉厉 挠头道 今天的十六强赛结束 分组就会出来来 你想和谁一组 路也明知故问道 小致沉默片刻 目光清澈 我想战胜真似 劲敌带给一位训练家的成长 至关重要 就像路比带给满冲的激励 轻率与赤红的互相促进 而路老师的宿敌只有一个 那就是阿金 巴士 路老师的比赛 是十六强赛最后一组 阿密轻声说 下午就会知道结果了 小致点了点头 不知在想些什么 陷入沉默 路也还打算回去 叫萌萌达起床 起身道别 那就下午再见吧 没问题 上午十点整 凌兰大会 今日的比赛 已经在主会场打响 西罗娜 换上了那身雍容的黑衣 脸旁见不到一丝疲倦 专心审视着选手们的对决 想到留在住处 整理资料书籍的路野 西罗娜心中 泛起一阵涟漪 这种平静的生活 令她心绪柔和 不过 她也是战胜过 阿尔宙斯的冠军 让她收拾家务 真的好吗 摇了摇头 西罗娜的目光轻烈 嘴角勾起弧度 再怎么样 她也是我的男人 另一边 陆老师看着一尘不染的房间 插腰点头 有一说一 这就是我的极主夫道 走吧 又基拉斯 陆野萨的解下围裙 戴上遮阳镜 气势陡然一领 咱们去打十六强赛 幽基 又基拉斯张牙舞爪 恶龙咆哮 闻耐小麦肤色 麻花辫 雀斑和牛仔短裤 是一位风源出身的新人训练家 这趟能打进灵蓝大会的十六强 得益于她和勾魂眼的羁绊 更重要的是 她曾偶遇风源冠军 并送给大巫一块偶然获得的化石 大巫平易近人 将珍贵的钥匙与勾魂眼 麦给十套装 回赠于文奈 文奈当场人都傻了 怎么会有大巫这么完美的冠军 不过你休想拿钱打动我 我主要是想证明和勾魂眼之间的羁绊 凭借Mega勾魂眼 文奈也在灵蓝大会一路过关斩将 此次直接撞上了陆老师 文奈再次傻了 大巫先生 文奈撕戳大巫 泪目求救到 打陆老师有什么攻略吗 大巫桑正在挖矿 过了半小时 大巫友善地回复 微笑劝退道 准备弃赛吧 文奈 文奈 或者你可以 争取赢下一分 大巫沉吟地说 陆老师也许会放水 文奈豁然开朗 握紧小拳 大声道 没问题 不被凌风就算成功 这几乎是所有面对 陆老师的训练家们的共识 下午两点 天气晴朗 文奈握紧胸前的钥匙挂坠 步伐生风 前往向分会场 先生们 女士们 欢迎来到 凌兰大会八强争夺赛的现场 主持人嘹亮的声音 在会场当中回荡 观众们热情高涨 在一阵沸腾当中 文奈眯眼 打亮向对面的选手通道 眼睛微微发亮 终于见到了 传说当中的陆老师 您 您好 握手环节 文奈略显紧张 自我介绍道 我是风源地区的文奈 大吴先生和我说了 俊朗的黑发青年微笑道 全力以赴吧 文奈不由地松了口气 没想到这位传闻中的 陆老师这么友善 毕竟这位冠军和合众的 阿代克类似 都会教育并且和新人对战 并且 根据大吴先生所言 陆老师的实力 无一强于阿代克冠军 这场比赛 是我宝贵的学习机会 我会的 文奈用力点头 来到对战场地两侧的指挥席 陆野看向前方略显紧张的少女 他让陆野想起 同样是风云出身 第一年就打进卡洛斯四强的详态 这批精彩绝艳的新人 都是由退役冠军大吴所发掘 尽管不在其位 大吴却依旧用自己的方式 为风云联盟提供人才 那就是送Mega时 抱歉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陆野摇了摇头 手中的暗黑球闪烁哑光 本场对决随机到的地形 是较为常见的岩石场地 也能给准神诱宰提供 合适的发挥空间 四面欢呼如潮水般涌来 裁判高高扬起旗帜 请双方选手 派出宝可梦 同一时间 陆野与文奈志出京灵球 两束红光飞出 不满锋利严柱与杀力的场地上 佑基拉斯站稳步伐 眼睛下方两道伤疤般的纹路 眼神流露战意 幽基 在他的领甲后背 紧贴一层晶莹的能量薄膜 正是受到绝佳招式进攻时 会提升自身力量的弱点保险 由于班基拉斯弱点太多 弱点保险反倒成了 他独特的压制手段 这个战术同样适用于幼崽 凭借板木 大地的奥义的培育方法 佑基拉斯同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能够抗住对手的水 草溪进攻 携带道具弱点保险 正是陆老师给佑基拉斯留的后手 文奈似乎并未发现这一点 在他身前 一只紫色勾楼的勾魂眼 宝石般的目光流露出一丝畏惧 幽基 佑基拉斯仿佛已经闻见了香味 勾魂眼忍不住身躯一颤 这是猎物在面对天敌时的畏惧 比赛 开始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文奈率先发难 勾魂眼 挑衅 这只勾魂眼的特性是恶作剧之心 能够更快施展变化类招式 只要别让陆老师开出龙之舞 文奈心头凛然 一切就都有办法 勾魂眼先手使用了挑衅 解说员道 这是在先读陆野选手的指挥吗 观赛席上 大叶咧嘴笑道 这小姑娘还挺有胆量的吗 是大无看重的训练家 举叶婆婆手持保温杯 但定道 总会有些过人之处 勾魂眼的勾楼身躯没入阴影 下一刻 勾魂眼出现在佑基拉斯背后 用尖锐的爪子 嚣张地青戳肩膀 然而 佑基拉斯根本没有起舞的打算 回身一拳砸向勾魂眼的面门 砰 勾魂眼即使交叠手臂 依旧痛呼地后退数米 佑基拉斯不依不饶地上前 牙扣闪瀝凌厉白茫 幽基 看到勾魂眼 一般都会联想到恶作剧之心 陆野说 毅力特性并不畏惧鬼火 所以不开龙武 直接抢弓会好上一些 话音间 佑基拉斯大口丝咬在勾魂眼的手臂之上 四周观众发出一阵惊呼 我预判你的预判 鸡肉味 嘎崩脆 斯甲 勾魂眼疼痛地后退半步 被一束红光收回了精灵球 但是 我也不用提防龙武了 文奈认真道 致出精灵球 拜托了 大嘴欧 其与特性 大嘴欧在一阵阴晕的水雾中 山翅而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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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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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4章 真正的劲敌 全副药外观是一瓶绿色药液的和记喷雾 具有回复伤势与治愈所有异常状态的效果 而水剑龟在自家院子里栽种的元气根和复活草 效果是恢复冰死状态 因此 两者可以内外兼用 堪称双倍的快乐 小兰看陆老师转完了账 不由地肩膀一松 太好了 哦哦 虽然和那家喵喵摊位没法比 但这次摆摊的结果也算成功 经历过16强赛 又基拉斯的战斗经验有了明显提升 他与Mega勾魂眼的切磋 更是让陆老师对又基拉斯的心性有了直观印象 这是一只礼貌 可爱又强大的准神幼崽 在陆老师家庭的氛围影响下 他并没有班基拉斯惯有的暴力与凶悍 但他依旧有着不断战斗的坚持 绝不会败北的骄傲 这是一只不断成长的小家伙 命中注定成为杀暴之王的班基拉斯 此外 又基拉斯也研习了陆老师一贯的战术风格 他未来的杨沙 可以成为决定天气战的胜负手 背负起战术之人的骄傲 重铸冠军的荣光 因为我是班基拉斯 抢到天气就算赢 似乎有整段垮掉的嫌疑 不过问题不大 回到住处 陆也让队内的专业医师水剑归 替又基拉斯检查伤势 并用无形的波导化作治愈波动替他治疗 幽基 又基拉斯的墨绿色盔甲都像抛了一层光 水剑归的治愈波动依旧没有停下 够了够了 陆也拦住道 再多其他选手要举报 咱用兴奋剂了 卡蜜 下化线水剑归推幅墨镜 表示这种波导 主办方检测不出来 陆也愣了一下 妈撒下巴 嗯 你说得很有道理 既然 奈兹 加德利亚的超能力 在宝可梦对战中也算合法 那我开局贴个波导之力buff 再用超克之力强化情感羁绊 也是合理的吧 考虑到进入八强 比赛就成了6v6的全面对战形式 规规说得对 形式的确应该更加稳重才行 bb正在分析右基拉斯的身体状况 骆托母图鉴发射出淡淡的蓝光 上下扫描乖巧的小恐龙 旋即波报道 在压制进化的前提下 可以开始训练新的招式了 骆托 训练家一般分座提前进化 与压制进化两种倾向 陆老师属于后者 提前进化好处在于可以尽快形成战斗力 但可能遗漏一些至关重要的招式 压制进化的好处显然易见 可以让宝可梦学会一些在进化后无法学会的招式 并且为最终形态积蓄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种进化形式在最终的能力值上并不会有区别 因此也是因人而异 陆老师并不排斥进化 不过像龟龟那样后肌勃发 也未尝不可 开始训练新的招式 文言 陆也与佑基拉斯对视一眼 抬手道 具体是哪一招 骆托母欢快地播报道 岩石系的沙豹 骆托 陆也不由心头一颤 沙豹是佑基拉斯核心招式 关乎到未来班基拉斯扬沙的熟练度 岩刚地不分家 板木老大大地的奥义里 也提及过沙豹的训练策略 虽然有些风险 不过确实需要提前训练起来 陆兰岛应该有专业的训练场地 依据密集中提及的训练资源 陆也沉吟道 还得向大吴桑在买点矿石才行 幽基 Omega 听到有好吃的 幽基拉斯灯石双眼放光 打赢架就有好吃的 大姐头果然没有骗我 从某种角度来说 陆老师家中脾气最爆的 反倒是通常娇软可人的仙子衣部 一种名为沙沙岩石的矿石 可以提升沙豹的威力与时长 也在幽基拉斯的食谱当中 虽然比较罕见 但大吴桑的收藏品里 不可能没有 有的 大吴戴着矿工手套 对准手表般的领航员 笑道 需要的话 我直接派人送到您府上即可 不不 咱们按市场价就行 是吗 大吴沉吟片刻 反倒换了个话题 事实上 我正打算前往卡洛斯地区 据说那里有世上最璀璨的钻石 卡洛斯是Mega进化的发源地 盛产Mega石 大吴微笑道 陆老师 我会替你留心班基拉斯进化石的 这点请你放心 陆也张了张嘴 神色复杂 我来买200块的红白球 你直接给我推销99999的大师球 看了轻轻侧头的又基拉斯一眼 陆也心头一横 教育经费也不能省 麻烦您了 大吴桑 陆也咬牙道 等到卡洛斯再联系您 哈哈 当然没问题 大吴爽朗笑道 还有一件事 陆也想起上午那位表现不凡的少女 文奈的实力不错 我答应替他向你美言几句 是吗 我了解了 大吴笑得很开心 栽培新人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件兴趣爱好 能发掘出露比 沙菲亚 祥太等人 自然能证明大吴的眼力 当初也是他第一位 发现陆老师是位冠军 就在世界初始之术崩坏之时 寒暄几句后 这位又帅又强的完美先生 下线继续挖矿去了 莎莎岩石会作为 接下去又基拉斯的口粮 幽基 Omega 又基拉斯心情愉快 手舞足蹈 陆也看向又基拉斯脚下颤抖哀鸣的地面 心情微妙 只要以后不拿Mega石开胃 一切都好说 此刻的又基拉斯 能和管主的主力宝可梦媲美 凭借陆老师的弱点保险战术 也能玩圣文奈的Mega勾魂眼 不过和小刚 小霞等人的Mega大刚舌 Mega暴力龙差距仍旧不小 两相对比 风源的训练家出门遇到冠军送Mega石 关东的训练家出门遇到使用Mega进化的管主 尽管管主会挑选低等级的宝可梦迎战 但这差别也可想而知 简直是天堂与地狱 5月25日 周二 阴 今天的比赛将在室内场馆进行 专业的训练场地也空置下来 路也便让鸭鸭指导又基拉斯进行训练 让从指导来给你指导指导 论其理论知识 凤厨鸭鸭是专业的 更何况还有研习了大地的奥义的耿鬼在旁战场 幽基 又基拉斯掀起沙暴 飞沙劈啪打在防护屏障上 隐隐碎开一道道裂痕 路也眼皮一跳 赶忙让仙子一步用光墙进行修补 负责屏障设施的组委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今天没有加班吗 与此同时聊天群内 今天大家都没有比赛吗 小兰好奇地问 陆老师的比赛是在明天下午 我是明天第一场 小智说 四强争夺赛 小智与真四被分在一组 这队劲敌将展开宿命之战 在动画的这场对战中 烈焰猴完成了一穿三的壮举 这场风神之战当中 小智的烈焰猴圈粉无数 也成为他队伍中公认的T0选手 陆老师对这场比赛也很感兴趣 打算明天现场观赛 达克多已经晋级四强了 物松推幅平光镜 手拿书本 淡淡地道 他保持了一如既往的高效 即便是6V6 也没有派出第二只宝可梦 大夜好奇道 你今天不是加班维修光墙屏障吗 怎么还有空聊天 虽然是加班 不过 物松挽起西装袖口 低头看了眼万表 优雅地道 先喝完下午茶 再谈工作 待在办公室里喝茶的阿渡表示很赞 的确 必须劳意结合 阿渡手底下的搜查官 阿素忍不住付菲道 明明是我天天在牢吧 当然 正义使者阿渡的行动 往往都是跨地区的稽查行动 空闲下来的日子 喝一喝茶 运一运披风 悠闲快灾 比什么创造新世界要美好的多 陆野若有所思 看向训练场地中 极带稳固的光墙屏障 看来物松负责屏障维护 恰好喝下午茶去了 陆野抬头 看向努力刻苦训练中的小家伙们 灵光乍现 小洛同学 陆野喊道 报一下时间 BB 下午3点05分 骆驼 陆野浑身一震 三点多了 训练个调卵 at物松 我也一块来喝下午茶 沙沙岩石 已经由火箭物流送达了灵蓝岛 幽姬 幽姬拉斯 咔嚓嚼着矿石 沙暴训练计划 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陆野请三人组喝了下午茶 顺带扫了眼财物报表 这么多 陆野震惊地看向文件 这些还不够做一个大型机器啊 喵喵喵手臂趴在桌上 是啊 两三个机器做完 经费又要拮据了呢 小次郎接口道 还有一个星期 决赛时期 肯定能挣更多 五脏斗志燃烧的握拳 陆野 这打工能力 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你们 陆野深沉地道 这段时间 不要贸然行动 听从我的安排 以积攒经费为主要任务 为什么喵 喵喵好奇地问 对啊 已经存得够多 可以为火箭队发光发热了 小次郎兴奋地说 因为你们摆摊 比其他行动更加靠谱 陆老师换了个说法 因为咱们要干一票大的 现在这点经费还远远不够 陆野沉声道 你们给我积攒起来 不要再去制造那些不靠谱的机器 三人组浑身一震 干一票 大的 现 现在这些经费 还远远不够 喵 喵喵颤声地问 没错 陆野点头 究竟要 小次郎咽了口唾沫 继续积攒多久 先等到陵兰大会结束 陆野沉吟道 这段时间 你们就不要再私自闹事了 三人组抬头望天 仿佛已经见到了干部晋升后 他们仨成为三干部的景象 在此之前 奈兹 马志士 阿菊所象征的高级三干部 可是所有火箭队成员心目中的偶像 好棒的感觉啊 明白 三人组输地敬礼 大声道 我们会开发新的项目 继续挣取经费的 陆野微微汗手 让他们自己攒着经费 总比制造机器人又被炸飞要强 实在不行 这笔资金也能满足喵喵开一间拉面店 五脏当演员 小次郎收集限量瓶盖的梦想 一日 凌兰大会 小智与真似的四强争夺赛 陆野和希罗娜一起抵达了观赛席 旁观这场经典对决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邂逅 凝视截然相反的两位训练家 希罗娜忍不住轻声说 总会孕育出新的事物 陆野自然而然地接上后半局 希罗娜看了眼陆野 流露一丝淡淡的笑意 而后回过头 侧脸高挺精致 那正是 击败 这句竹篮的名言 象征着小智与真似 从神奥地区一时 便互相纠缠的击败 此刻 正是双方情感碰撞 战术交锋 宝可梦对战之时 上吧 皮卡丘 小智大喊道 波士可多拉 决定是你了 真似喝声道 场地轰隆震动 宛如金属巨兽的波士可多拉盔甲 闪烁寒芒 皮卡丘四肢伏地 皮卡 铁尾扣打在波士可多拉身上 收效甚微 小智又收回了皮卡丘 派上了烈焰猴 乌尔 烈焰猴爆发惊人的速度 凌厉的铁拳 泛起白光 轰然锤中波士可多拉 小智总算会属性克制了 陆老师非常欣慰 不过 真似也很擅长轮换啊 西罗娜先手抵住侧脸 真似派出了海兔兽 旋转的着流形成回转之盾 华丽与防守策略并重的技巧 惊艳了在场观众 这招我也是学习过的 小智目光灼灼 收回烈焰猴 拜托了 永圈又 按照约定 小智除皮卡丘外 只派出了神奥地区的伙伴 他是为了证明 自己在战术与培育层面 也不输于真似 但显然 小智并不常于指挥 几乎被真似单方面压制 局势一度落入下风 在土台归 被龙王歇近乎秒杀后 西罗娜微微醋眉 小智不大擅长 使用这种战场型的宝可梦 陆也点头道 小智并不擅长空间战术 高速打法又和土台归相为和 战绩差在所难免 不过 陆也笑道 他也有自己的王牌宝可梦 上吧 烈焰猴 小智大喊 烈焰猴背后的火焰疏地升高 绽放璀璨的金色光芒 在近乎绝境的情况下 烈焰猴强势逆转真似的龙王歇 闪焰冲锋 蒸腾的热浪 融化了场上的毒灵 路也微微一愣 闪焰冲锋能轻盯 小智你这招不合法呀 烈焰猴连战连结 最终与真似的电机魔兽碰撞在一起 音速拳 雷电拳 小智与真似同时大喊 熊熊燃烧的烈焰猴怒吼一声 与雷电交错的电机魔兽 挥拳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 被真似抛弃时的绝望 遇见小智时的曙光 输给老对手时的迷茫 此刻 烈焰猴眼神涌动惊艳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羁绊 乌尔 烈焰猴的音速拳 涌动灵力光芒 将电机魔兽悍然击败 一片死寂当中 场馆陡然爆发出欢呼声 小智站在喧嚣的场馆当中 喃喃道 我赢了 旋即 他与烈焰猴飞扑抱在一起 大笑道 我们赢了 路也眼皮一跳 傻东西 你没看烈焰猴 要被你抱晕过去了吗 对你的臂力 有点自我认知啊 喂 真似面色低沉 看向精灵球重伤 很累累的电机魔兽 最终 他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低声道 辛苦你了 即便没有获胜 但我也向竹篮冠军 与路老师 展现了我的成果 随后 真似打算背身离去 背后传来小智的大喊 真似 真似脚步一顿 下次 再一起对战吧 小智喊道 皮卡丘 真似发症良久 哑然一笑 依旧被对着小智 挥手离去 这两位速敌间的交锋 最终落下帷幕 在动画中 真似一度被视作塑造最成功的劲敌 结果在后来的动画当中 真似压根就没有回归过 并且劲敌从人变成了狗 路也摸了摸下巴 分析起小智刚才战斗的优缺点 擅长高速突脸的小智 运用起战场型的宝可梦 就显得有些棘手 作为前辈 自然打出一波教科书般的操作才行 你下午准备用哪些宝可梦 西罗娜先手抵住夏汉 饶有兴趣地问 用重装坦克型的 路也沉吟着说 展现一下风速狗的战场打法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5章 消灭火箭队的计划是喵喵制定的 小智与真似的速敌之战落下帷幕 场馆中乌泱泱的观众们仍旧没有离开 因为再过一个小时 就将迎来陆老师登场的四强赛 灵兰大会的论坛 赛前有大量帖子关注了这场对战 毕竟陆老师在首轮用战术玩虐考评 次轮又展现出了协调大师的风采 就在昨天 陆老师以上位进化的准神幼崽 完成一穿三的壮举 谁也不知道 陆老师在6v6的全面对战中 究竟会整出什么性化样 快进到撒铃缩小灭歌催眠 经典折磨环节 他实在太稳健了 每场水友赛都在认真对待 战术 协调 打牌 联防 任选你们擅长的形式 丢一分算陆社长输 里面好像混进去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不过问题不大 眼下最重要的任务 是战胜种子选手永藤 打进四强 秉持着情报站 意识关键站的指导思想 陆老师找到了神神秘密 穿着便服的三人组 都在里面了 喵 喵喵穿着风衣与墨镜 好似福尔摩斯 叼着烟斗 侧身而过时 将一卷报纸塞进陆爷手中 随时保持联络 小次郎和五脏侧身站在陆爷两侧 压了压帽颜 陆爷微微汗手 神色严肃 低声道 咱们的行动代号为 铲除仙子 铲除猫老大计划 喵喵挥舞爪子 你的心声已经说出来了阿味 陆爷面色古怪 和这消灭火箭队的计划 是由喵喵制定的 不一 仙子一步屁腻着喵喵 冷酷的眼神 令喵喵汉毛耸立 带到陆老师离去 喵喵腿脚发软 泪目道 好可怕的眼神啊 喵 谁叫你打干部身旁位置的主意 小次郎暴毙说 就是 五脏插腰道 不如努力摆摊 继续为干部的大计划 筹备经费 到那时 干部也会摸脑袋了喵 喵喵贼嘻嘻地笑道 五脏可以出道当协调家 小次郎搓着手说 我可以收集卡洛斯的扩展包 好棒的感觉啊 三人足傻笑道 缩南斯 仙子一不止高气扬 蝴蝶结延伸出粉白色的缎带 脉动纤细修长的四肢在前脉部 不一呕呕 陆也坐在长椅上 一边翻开报纸 一边揉搓旁边凑过来 风宿狗的大脑袋 这次先让风宿狗上吧 陆也笑道 一直在对内塞挨揍 也该出去见见试面了 嗷呜 风宿狗低垂脑袋 憨憨一笑 风宿狗的耐久与生命力有目共睹 更关键的是 其他火系宝可梦佩戴的 通常都是生命之火烧剩下的木炭 到了风宿狗这儿 不光有火焰鸟的羽毛 连蕴含生命之火的红色之羽 都快被陆老师驯化了 说是对内塞中最抗揍的宝可梦 毫不为过 红色之羽 嗷呜 风宿狗低头看向薄前 忽明忽暗的晶莹羽毛 陆也顺手一发波导之力 随口道 不用管它 你照常发挥就好 红色之羽缓缓舒展 流露出璀璨的光线 不一 仙子一步蹲坐在陆野角畔 懒洋洋地舒展前身 陆老师年纪轻轻 就享受到了猫狗双全的快乐 尽管仙子一步的原形 是近似狐狸的犬科动物 但也被陆老师当作傲娇的猫咪来养了 不一 星号 Omega 2 看了眼范困的仙子一步 陆也忍不住乐了 这可爱的小东西 谁见了不迷糊 不过一记终极冲击能撞碎一只波士可多拉就是了 继续翻看火箭队提供的情报 陆野愈发确信 这就是动画中决赛登场的那位路人 平平无奇的路人男性 爱好是凡尔赛 最爱说的话是不会吧不会吧 实力是有的 不过其本人与实力相比 就显得有些过躁 据赛前采访来看 永藤自信表示 能够与达克多会师决赛 并将用底牌打败达克多 不过提前碰上了强敌 那就只好先拿底牌对付陆老师了 请问您的预期战绩是怎样 女主持人问 和达克多五五开吧 永藤微笑道 遇上陆老师的话 不说能赢 啃下三四分还是没问题的 看着屏幕画面中的接受采访 高谈阔论的训练家 陆野微微一正 我何德何能 能让其他人用底牌来对付我 我不过只是个刚战胜阿尔宙斯的萌心啊 下一场的对手好可怕啊 意识到自己正逐渐被葱油冰传染 陆野干咳一声 走吧 该去比赛了 陆野起身道 去见识一下对面的底牌 嗷呜 林风速狗昂首咆哮 微风凛然 下午 林兰大会 四强赛 先生们女士们 欢迎来到林兰大会四强赛的现场 主持人的呐喊点燃了观众们的激情 欢呼声此起彼伏 小智趴在栏杆旁 肩上站着皮卡丘 身后的席位 坐着一席白色连衣裙的阿密 衣着礼服与绅士帽的亚旋 看快 陆老师登场了 小智兴奋呐喊 陆老师加油 一道熟悉的身影靠了过来 小智震哀道 你 你怎么会在这 来观摩老师的比赛 真似冷冷地说 我倘若有老师的亲自指点 一定不会输给你 你也可以向陆老师请教啊 小智挠头笑道 咱们还可以下回再战 真似面容冷淡 嘴角勾起一丝弧度 低声道 比赛开始了 轰隆隆 场地升起 最基本的对战场地 标准的6V6对战形式 裁判在宣布完规则后 输地挥落旗帜 比赛开始 上吧 自爆瓷怪 永藤志出京灵球 外形好似飞碟的自爆瓷怪 两侧的U型铁 汇聚淡蓝色的瓷力波动 红灯两侧的眼睛 注视向陆野的方位 陆野同时将豪华球握在手中 一束白光从中飞出 轮廓浮现出风速狗的身形 嗷嗷 风速狗棕毛在阳光下闪烁亮光 昂首咆哮 凌厉的气势 让四周观众为之一致 飘逸的棕毛 偌大的体型 油光发亮的茅塞 这一切无不彰显风速狗培育之出色 观众们在短暂的安静后 爆发出强烈的欢呼 大叶站在二层的落地窗前 挠了挠爆炸头 呜啊 好羡慕陆老师 不灭为雨 红色之雨 但这两件火系资源 都足够培育出一整只火系队伍了 反观陆老师 并不专精火系 仅仅是堆叠在唯一的风速狗身上 酸了 我开始酸了 乌松交叠双腿 翻越手中的书籍 顺带撇了演场上的战局 赶紧的 乌松低下头说 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吧 看到陆老师登场的风速狗 永藤面色一紧 威吓特性并不影响特攻手自爆词怪 只要电磁波命中 陆老师怎么可能允许 别人用这么素质的招式 砰 闪焰冲锋的指令下达 风速狗下肢曲起 猛然向前冲锋 脚下的地面随之开裂 荡开的气浪涌动高温 风速狗的棕毛逐渐染上红光 最终形成熊熊燃烧的火焰 观众们平住呼吸 只觉得眼前掠过一道汹涌的火团 轰隆的爆炸声随后而至 轰隆隆 火焰在视野当中绽放 风速狗悍然撞向自爆词怪 灼热高温扭曲了空气 东 风速狗凭借着反冲力落地 开来一声踩碎地面 旋即 它对准备火焰吞噬的自爆词怪 歪嘴一笑 轰 爆炸再度响起 自爆词怪的飞碟身躯泄露光束 在剧烈的轰鸣声中开始崩溃 场上弥留着烧焦的痕迹 永藤浑身一颤 自爆词怪浑身焦黑 好似被导弹击中的飞碟 冬得坠落在地 训练家还尚未开口 这场对战却已宣告结束 观众们发愣片刻 煞时间爆发欢呼 秒杀 小智兴奋地道 喂 真似 秒杀 我看到了 真似面色古怪 想到了自己被烈焰猴秒杀的两只宝可梦 当时厂商的气氛 也是像现在这般轰动 无论何时 亚璇轻轻鼓掌 微笑道 这都是最能推动气氛的打法 和希罗那冠军很类似呢 阿密眨了眨眼睛 都是一击至敌 所谓战场型宝可梦 只要我把对面全扬了 我就能一直站在场上 嗷呜 风速狗的昂首咆哮 再次调动观众们的热情 路也收回视线 看向仍在发正的永藤 诚恳道 我知道 你还有真正的底牌 真 真正的底牌 永藤面色难看 不自信地后退半步 旋即领声道 哈 那是当然 上吧 帝王拿拨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6章 你管一川六角显胜 钢铁身躯的帝王拿拨 目光冷漠 交叠两臂的钢刃 坑得张开双臂 金属锋刃泛起寒芒 看向凶猛动吓的风宿狗 帝王拿拨的眼神僻拟 浑身气势不降反声 周身盘旋起淡淡的红光 不服输特性 路也眉毛一条 这就是你的底牌 不服输特性在遇上威吓首时 伤害与侵略性反倒会成倍提升 对物攻向的帝王拿拨而言 如虎添翼 不会有人敢威吓帝王拿拨吧 永藤恢复自信 凛然道 使用水流喷射 水流喷射具有极高的先制度 为帝王拿拨双臂的锋刃 染上一层淡淡的水墓 锋刃在地面拖拽起一层连衣 帝王拿拨骤然跃起 双臂钢刃同时展落 枪 帝王拿拨表情一鸣 自己仿佛展在了一具钢筋铁骨 眼神恢复灵力 钢刃悍然展落 划开一道淋漓的上口 嗷呜 风塑狗双目逐渐烟红 斗智化作熊熊燃烧的火焰 疏地在棕毛处升起 冲锋 冲锋 风塑狗沐浴在火焰当中 好似一辆冲撞碾来的重装坦克 轰隆踏动大地 轰隆隆 帝王拿拨在斩机后刚刚落地 调整身形的同时 猛地回过身 试图交叠双臂抵挡 嗷呜 风塑狗化作汹涌的金色火团 轰隆冲撞 咚 抵挡仅仅维持了片刻 帝王拿拨眼神惊骇 砰得被撞飞半空 永藤表情一致 即便是不服输的帝王拿拨 依旧难以抵挡风塑狗的冲撞 咚 半空中的帝王拿拨 好似受到了一辆火车的拦腰冲撞 狼狈坠地 风塑狗傲慢地将爪子 踩踏在帝王拿拨的钢刃上 眼神嚣张 嗷呜 呜 帝王拿拨试图起身 最终 咚得一声栽倒在地 雅雀无声的场馆中 底牌 鹿也沉吟着说 就这 前排的观众席 发出一阵压低的笑声 永藤身躯猛地一颤 风塑狗的体力 也已经岌岌可危 鹿也眉毛一条 欲言又止 上吧 猫又斩 永藤智出精灵球 猫又斩眼神散发力气 长长的双爪 泛着寒光 反观风塑狗 在连续两发闪咽冲锋后 气息有些紊乱 但他的斗志依旧熊熊燃烧 眼底潜藏着 方才受伤后的怒意 猫又斩 永藤道 使用连斩 猫又斩的刀爪如 急风骤与接连挥落 紧紧留下淡淡的伤痕 连斩 威力会不断提升 这也是永藤在面对威鹤手时 选择派上猫又斩的原因 正当猫又斩的气势不断攀升 永藤流露笑容之时 他突然一愣 一阵危机赶涌上他的心头 风塑狗 鹿也淡淡道 密林 嗷嗷 风塑狗低伏四肢 滋起牙齿 好似暴怒的雄狮 密林是以怒意为源泉的龙系招式 进入狂暴状态后 风塑狗的力量与侵略性会大幅提升 但在密林后将会陷入混乱状态 不过 在推队的过程当中 密林无疑是最佳招式 风塑狗 骤然暴起 将猫幼斩扑倒在地 头锤悍然撞向猫幼斩 砰 仅仅一个回合 猫幼斩躺在开裂的地坑当中 陷入昏迷 永藤瞳孔收缩 尚未回过神来 怎么可能呢 这就已经被一穿三了 全场哗然 四面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密林都来了 这是要直接推队 秒杀 又是秒杀 密林象征着对战当中的 暴力美学 快速推队的方法 也与某位冠军极为相似 大夜脑中浮现出那只 双目星红的烈咬露莎 神色逐渐古怪 陆老师和希罗那 真是越来越相似了 狂暴状态下的风塑狗 鬃毛飘逸 眼神闭靡如暴力的熊士 永藤神色凝重 派上了第四只宝可梦 布鲁黄 胆小的布鲁黄 面对风塑狗 瑟瑟发抖 被飞驰而来的风塑狗 悍然撞飞 哄 一回合结束战斗 解说员声音发颤 不到一分钟 风塑狗刷新了 最快结束战斗的记录 场中响起窃窃私语 这种碾压的战斗风格 很难不让人联想起 推队的达克莱伊 但即便是达克莱伊 也不似逆临终的风塑狗 展现出的无可匹敌 小智和真似对视一眼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差异 永藤作为凌兰大会的种子选手 在6V6的全面战斗中 甚至连陆老师的第一只宝可梦 都无法解决 在沸腾的场馆当中 永藤表情僵硬 看向不乏一顿的风塑狗 稍稍松了口气 逆临状态结束 风塑狗陷入了混乱状态 这是个机会 永藤大喊道 上吧 压嘴延寿 压嘴延寿浑身的毛发 都像是在燃烧 身上的花纹 好似火焰缭绕 抬起汇聚高温的炮管 对准混乱中的风塑狗 下一刻 永藤瞳孔收缩 体力岌岌可危的风塑狗 胸前的挂坠 泛起晶莹的光芒 一束阳光落在风塑狗的棕毛上 点点光屑落入伤口 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风塑狗使用了晨光 解说员都替选手感到了绝望 好不容易打残了 一个晨光全部恢复 能打能抗 居然还自带回血 太素质了 我喜欢 晨光还能解除逆临的混乱状态 陆老师 你这招不合法啊 那是源于红色之雨的生命之火 为风塑狗解除了混乱 此外 陆老师也有用波导之力 与超课之力 解除混乱的方法 小智的大声咆哮 能解除睡眠 那我解除个混乱 也是相当合理的吧 日光逐渐散去 风塑狗的伤势完好如初 歪嘴一笑 嗷呜 永腾 永腾 阿爸阿爸阿爸 心态打崩了 打得还不如人家回得多 这怎么打 本场的唯一输出 还是靠风塑狗 闪焰冲锋的反冲力 嗷呜 风塑狗 好似一辆熊熊燃烧的战车 冲撞向压嘴炎兽 压嘴炎兽炮管发射出的火柱 毫无抵挡风塑狗的可能 永腾打定主意 看向飞出场外的压嘴炎兽 握紧最后一颗精灵球 至少 也要让陆老师 把这只宝可梦轮换下场 永腾置出精灵球 大喊道 梦妖魔 使用灭亡之歌 你最后的底牌 是灭歌 陆也笑了笑 那我还挺擅长的 永腾脸色一变 自己的战术 在这个男人眼中 好像在郭家家 风塑狗 陆也道 大声咆哮 嗷呜 灵 风塑狗的咆哮 形成恶系的能量波动 荡向空中的梦妖魔 歌声顿时一致 下一刻 风塑狗涌动火焰 飞扑冲撞而去 轰 爆炸声响起 风塑狗四肢落地 还不忘最后给自己 开一发晨光收尾 晶莹的光泻 涌入风塑狗的身躯 他晃了晃毛茸茸的大尾巴 咧嘴一笑 打完收工 场馆煞时间爆发出欢呼 一川六 陆老师牛逼 看向打完六场比赛 毫发无伤的风塑狗 永腾欲哭无泪 所谓战场型 是指一川六之后 满血的战场型 太难了 太难了 在一阵欢呼声当中 陆也向永腾握手 笑道 险胜 永腾 你管满血一川六叫险胜 瞎人诛心啊 陆老师 这位豪言壮语的训练家 自闭地离开了场馆 陆老师看向风塑狗 笑道 回去带你溜弯 没有狗狗能抗拒溜弯 风塑狗咧嘴一笑 哈出舌头 熬屋 猎咽喉站在小智的身旁 看向场上 微风凛凛的风塑狗 目光流露出对于前辈的崇敬 乌尔 他悄悄握紧了拳头 小智朝烈焰猴 认真道 努力打赢下场比赛 和陆老师会失决赛吧 烈焰猴发正片刻 认真点头 乌尔 另一边 达克多撩开长发 瞭望大屏幕的对战表 下一场是和陆老师对战吗 达克多目光凛冽 低声道 我必须获胜才行 比赛落下帷幕 陆老师成功晋级四强 这场一穿六的对战 在赛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本届灵篮大会的看点 已经从谁能夺冠 转变为谁能率先取得一分 陆老师这是要参与冠军联赛 向火系天王大夜发起挑战了 挑战局也婆婆也有可能 毕竟局也婆婆快退役了嘛 看着网上的评论 陆老师一头雾水 什么冠军联赛 你们在说什么 不过 冠军联赛的确是个合适的坦白机会 战胜四天王之中的一席 向希罗那发起挑战之时 趁机官宣 在此之前 陆爷扫了眼四强的选手名单 达克多的照片赫然映入眼帘 下场迎战达克多啊 距离制裁神兽男的愿景 已尽在咫尺 陆老师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今天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7章 灵兰大会半决赛 5月31日 周一 多云 灵兰大会的四强火热出炉 分别是陆爷 达克多 小智 火龙 陆老师对火龙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询问喵喵后得知 他是灵兰大会 为二携带传说宝可梦的训练家 达克多携带的达克莱伊 属于幻之宝可梦 归为传说宝可梦的范畴 而这位护林员火龙 携带着一只席多兰恩 轻松杀入四强 陆爷恍然 这是灵兰大会开幕仪式 携带席多兰恩登记的那位护林员 在动画当中 曾给过这位护林员一个镜头 当时 这位训练家 在观众群体 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现在想来 灵兰大会的神兽男 层出不穷 里头的水果然很深 席多兰恩 由火山碎片演化而成 在火山活跃的神奥地区 数量并不为一 陆老师 就曾碰到过 炎库山的那头凶兽 地位 等同于白杨镇的达克莱伊 小智难免与火龙 展开一场恶战 避开了神兽男 又添降了席多兰恩 陆爷感受到 来自官方的恶意 摸着下巴道 真是难为小智了呀 与达克多的半决赛 定于6月1号而同节当日 该节日似乎对某位爱打宝宝杯的冠军 有属性加成 灵兰大会的论坛上 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为达克多与陆老师间 究竟谁能获胜 展开激烈争辩 不懂就问 达克莱伊暗黑洞加实梦 怎么反杀 你在陆老师面前玩催眠 真不把催眠大师当人 陆老师 瞧瞧你都精通了什么呀 灭歌队是陆老师打法最流畅 最具观赏性的战术 但论起羁绊 当属素质极差的催眠队 与陆老师最为契合 紫色小胖子的暗黑洞 尸呈自白羊阵的达克莱伊 并不合法 不光能造成催眠 甚至能把羊驼的分身干碎 至于能强化羁绊 增幅MAGA进化的超克之力 我朋友给我的 观神兽难什么事 聊天群内 群成员们陆续抵达了灵兰岛 其中包括仍在禁言中的阿金 来看望姐姐的小银 戴着白帽的克里斯塔 吴胡 我看到灵兰岛了 海风吹拂 阿金站在水流号甲板 首歌在黑色刘海上 向远端眺望 小银低头看着图鉴 低声道 灵兰大会的主场馆 能容纳十万人以上 但座位票全部受空了 陆老师肯定有办法的吧 克里斯塔拘谨地提着行李 况且 雾松天王 大叶天王 他们也在群里呢 不需要找他们 小银看向屏幕见面 小蓝姐 搞到黄牛票了 阿金忍不住道 她自己就是黄牛吧 小银冷冷地瞥了过来 克里斯塔打圆场道 总 总之 能给陆老师和小智加油助威就好 雪白的轮渡水流号 迎风破浪 马志士叼着雪茄 有些纳闷 老子的爱船 怎么好像成了群里专用的交通工具 不过 马志士对遥远的神奥地区 也很感兴趣 和那位号称最强电系管主的电磁战斗一场 正是马志士此行的最终目的 老子可不会输给那个小白脸 马志士咧嘴 喷出一口烟雾 时间显示 下午三点多 陆老师正和西罗娜在饮下午茶 白色的小圆桌上摆放着冰淇淋巴菲 西罗娜笑意淫淫地品尝着 每当品尝冰淇淋 西罗娜的眼角便会弯起 高贵凛冽的气质 顿时化作可爱的萌萌大 行人们路过咖啡店 看到大大方方的两人 低声议论 这近乎已是半公开的关系 陆老师参赛争冠的目的 也有不少水友在网上讨论 绯闻中潜藏着淡淡的酸味 与令人落泪的狗粮味道 我老婆要嫁给别人了 呜呜 白菜 我的白菜 我不能接受 萌萌哒并未受到这些传闻影响 此刻依旧悠哉地饮着下午茶 竹篮金发垂散在侧脸 拿起冰淇淋 陆爷饮着冰咖啡 明示白皙精致的脸颊 享受静谧美好的下午时光 口节 耿鬼趁路也不注意 从桌底探出脑袋 长舌将桌上的甜点一扫而空 你不要带着盘子一块吃啊 陆爷按住耿鬼道 口节 耿鬼发出得意的窃笑声 林兰岛上来了不少熟悉的朋友呢 西罗娜先手托着侧脸 是啊 阿金他们也快到了 陆爷思考着说 西巴在队战区和大夜演习 阿密在替餐厅做宣传 亚璇在帮小智备战下一场比赛 由于阿密在自住餐厅的表现 店老板惊为天人 立刻邀请阿密担任宣传大使 阿密作为四届大卫王冠军 个人形象交好 为餐厅吸引了不少客流量 顺带一提 阿密有数量不小的粉丝群体 标志是小词怪 规模都快赶上玛丽的那喊对了 大夜在和西巴对战吗 西罗娜轻轻汗手 双方也能积累不少经验 双方都是直来直去的脾气 挑战强者是西巴贯彻始终的信念 大夜这位年轻的火系天才 也想见识一番官都天王的风采 双方在对战区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打得场地屏障都开始破碎 终究还是由大夜落败 侥幸 西巴抬起手臂 与大夜用力握手 输一次而已 大夜咧嘴一笑 目光凛冽 下次迎回来就好 西巴微微汗手 认可道 我请你吃愤怒馒头 我更喜欢吃熔岩蜗牛咖喱饭 两人有说有笑地离开了对战场地 留下残损不堪 急需修复的场地屏障 只有物松家般的世界 达成了 当天晚上 阿金等人抵达了陵兰岛 浓浓夜色 陵兰岛灯火通明 城牌的美食摊位 游客们笑意融融 轮到小爷大展身手了 阿金看着各项摊位娱乐 扛着台球杆 擦拭鼻尖 随后 金老五在射气球 扔篮球 吊金鱼网等项目中拔得头筹 在店老板闪烁的泪光中 抱走了大量玩偶 诺 阿金把小巨鳄玩偶扔给小银 后者错愕地接住 这是给你的 小银微微一愣 嘴角勾起弧度 谢谢 还有学习委员 这是给你的 阿金把一大堆玩偶塞进克利斯塔怀里 给 给我的 克利斯塔略显拘谨 脸颊微微泛红 低下头去 你先帮我拿着 阿金挠头笑道 因为我拿不下了 哈哈 克利斯塔 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呀 一身迷彩服装的马志士 静止找到了宅在灯塔发明科技的四代目 电刺 喂 马志士抱着手臂 挑衅道 听说你是神奥最强的管主 又是电系专家 电刺两手垂在膝盖 抬起涣散的双目 马志士肩上多出了一把顽皮雷弹发射器 要不要和我比试一场 马志士眼神锋利 咧嘴笑道 我还在电刺组织滞后的语言功能 这位宅男很少见生人 措辞道 我还在研究电力装置 他往后伸手 指向海岸彼端的滨海市 向马志士介绍道 我已经把整座滨海市 改造成了大型发电系统 解决了能源有限的问题 电刺的语速越来越快 像一位正在分享拼装过程的焦牢 逐渐兴奋道 下一步的目标是改造整座陵兰岛 强烈的冲击 马志士愣在原地 身为电系专家 马志士最得意的作品 无非枯叶道馆的宫殿装置 还有这把发射器 相较于改造棱镜塔的西特龙 改造滨海市的电刺 的确有些丢人 马志士尴尬地把发射器藏在身后 哈哈笑道 下次再对战吧 我忽然想起一些事 哎 电刺发愣道 身为电系专家 对于这些 不应该很擅长吗 马志士 抱歉 是我愧对了电系专家的行列 马志士一脸破防地离开灯塔 回到水流号船长室读引威视剂去了 与此同时 陆老师回到了住处 开始研究明天迎战神兽男的阵容 达克多的队伍里 还有一只拉蒂欧斯 会自我再生 极其素质 陆叶盘腿坐在地上 凝视身前的八颗精灵球 陷入思索 可以让骆托姆用戏法交换围巾 或者直接让鸭鸭上去图神 嘎 Sidman 葱油兵手持剑盾 浑身一降 你在说什么呀 开个玩笑 陆叶安慰道 区区拉蒂欧斯 还不需要你来动手 打噩梦神的时候 再让你上场 嘎 Sidman 葱油兵艰难落泪 压身无望 陆叶玩耳一笑 在干碎阿尔宙斯后 鸭鸭的实力 怎么说也有天王水准 不过鸭鸭过于胆小 所谓的胆量特性 在于站在阿尔宙斯前 还不至于双脚发颤 格斗戏对恶戏的达克莱伊 有属性克制 让葱油兵上场 能作为plan B 当然也有让小子胖子一发 暗黑洞狐脸的操作 路也闭上双目 尝试用超克之力 联系远在白杨镇的达克莱伊 一束淡淡的光线 延伸庭院中栖息的达克莱伊 着雾翻涌 达克莱伊张开湛蓝色的眼镜 神色高冷 他又遇上了什么困难吗 这么晚了 借助超克之力给我带话 达克莱伊听见 路也熟悉的声音在心中响起 明天看我把你的小弟干碎 达克莱伊 这么晚了 你就为了发一条语音 况且那也不算我小弟 只是大家恰好都是达克莱伊罢了 达克莱伊纷纷闭上双目 心中却也生起一丝微妙的期待 不知道他究竟会如何迎战那只达克莱伊 但不管怎样 达克莱伊已经替对方感到默哀了 夜色渐深 阿金等人大丰收 几乎把摊位上的玩偶一扫而空 小银和克利斯塔 甚至他们的宝可梦都抱着一满怀玩偶 阿金扛着台球杆 满脸得意地游行而过 小银和克利斯塔 几乎要把头埋进地里 虽然正规对战 金老五的战术水平比小智还要糟糕 但在这种不正经的场合 阿金似乎样样精通 这些多的玩偶 你打算怎么处理 小银问 在克利斯塔七代的目光中 阿金随口道 分给陵兰岛上的大驾吧 小银打算给小兰姐进一批新货物 低声道 卖一些给我 我有销售渠道 两人一拍即合 留下茫然的水晶扬长而去 克利斯塔愣了片刻 拂吻帽子匆忙道 你俩等等我呀 一日 儿童节 喧闹的观众看台 阿金给小智 阿蜜等人分别发放了小玩偶 小智拿到的是皮卡丘玩偶 递给尖头的皮卡丘 皮卡丘开心道 皮卡 阿蜜是一只电龙玩偶 浅笑地说 非常感谢 小银正在空荡荡的场馆外 与小兰一起摆摊 为什么没有生意 小银问 我也想知道 小兰欲哭无泪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此前靠西罗纳口碑打开销路 场馆内的喵喵摊位 不要抢 陆老师的周边 人人都有份 喵 达克莱伊的玩偶 不好意思 本店没有制作哦 买周边送海报和应援棒 不要错过 苏南斯 顾客们互相讨论道 没有达克多 只有陆老师的应援海报吗 管他呢 不拿白不拿 随着三人组的策略 比赛场馆中 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几乎所有人 在应援同一位选手 手持海报与啦啦棒 不自知地摇动 三位卡牌俱乐部成员 坐在海啸般的欢呼声当中 瑟瑟发抖 我们好像成了内鬼哎 要不然 我们干脆叛变 好主意 陆老师加油 达克多披着斗篷 瞭望向观众席 嘴角一抽 陆野选手的人气 一如既往的火热 解说远远场道 究竟谁能晋级决赛 让我们拭目以待 达克多调整心情 他并非会被外界影响的训练家 脉动沉稳的步伐 达克多与陆老师握手 低沉道 我能提一个条件吗 请讲 陆野有些好奇 倘若我赢了 达克多目光灼灼 我想要一张 卡洛斯扩展包的达克莱伊 藏在达克多的影子里 达克莱伊满头黑线 比起我 你好像更看重纸片人啊 我会考虑的 陆野哑然失笑 达克多沉稳汗手 回到指挥席 展现出非同一般的专注 作为训练家的实力 达克多甚至远超一些联盟的四天王 说的就是你 养老联盟阿罗拉 不过 陆老师对阿罗拉的养老氛围 也非常青睐 摇了摇头 陆野看向二层观赛席 透过落地窗 似乎能看见交叠双腿 先手扶塞的西罗娜 收回视线 陆老师的脸庞流露认真 抱歉了 我才是这届灵蓝大会的天降猛男 小智趴在看台栏杆 大喊道 陆老师加油 别嚷嚷了 阿金嫌弃的滔滔耳朵 会让别人以为 这场势均力敌的 西罢抱着粗壮的手臂 汗手道 倒不如说 达克多会让陆老师 调动几分状态 是这场的看点所在 我觉得 阿密轻声说 陆老师在宝宝杯当中 从来不会放水 更何况 今天是儿童节 狂扁小朋友滑掉 暴杀神兽男 达克多与陆老师的目光交汇 灵蓝大会 A组半决赛 裁判高举旗帜 输地挥落 比赛开始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8章 谁敢横刀立马 轰隆隆 对战场地从地底升起 绿草如荫 赫然是青草场地 位于青草场地 草系昭示威力将大幅提升 正是在这个场地 动画中小致的蜥蜴王 一记夜刃将达克莱伊悍然格杀 而在陆老师的队伍中 同样有着一位精通夜刃的剑士 请双方同时派出宝可梦 裁判员吹响哨声 拜托了 葱油冰 一束白光字纪念球中飞出 浑身雪白的葱油冰 手持剑盾 目光犀利 嘎 加勒尔大葱鸭 最引人称道的 正是他那不羁锋利的眼神 由于资源匮乏 养成了他们能争好斗的性格 每一位都是天生的战士 这是他们格斗戏的来源 战斗 亦是一位战士的天性与荣耀 这只破壳猛好帅 大葱鸭冲鸭 嘎 塞满 鸭鸭面容冷峻 悲从中来 我明明是队伍里垫底的 为什么要让我首发鸭 首发葱油冰 迎战恶戏的达克莱伊吗 西巴赤膊上身 暴毙汗手道 具有属性上的优势 可是 小智瞪大双眼 伸手指向场地 达克多没有首发达克莱伊 披着斗篷的达克多面前 屹立着一头 深紫色盔甲的龙王蟹 龙王蟹 浑身长满尖刺 双臂的勾掌 闪烁寒芒 伪珍泛起深绿色的毒素 达克多选手 首发派出了龙王蟹 解说员意外道 这是他在本届大会中 除达克莱伊以外 首次亮相的第一只宝可梦 动画中整届灵蓝大会 达克多仅仅亮相了 达克莱伊与拉蒂欧斯 两只神兽 他向来是让达克莱伊首发 因此 陆老师便让葱油冰率先登场 未曾想到 自己的仙毒居然落空了 这波我低了一层 陆爷眼神逐渐锐利 得认真应对才行了 达克多面容高冷 回想起几天前 答应达克莱伊的事 因为达克莱伊 几乎丧失了战斗意志 所以才没有让他首发 算是误打误撞 达克多摇了摇头 目光逐渐专注 龙王蝎使用非弹针 斯卡 龙王蝎的尾部亮起璀璨的白芒 化作一根根锋利的毒刺 如导弹群一般击射向压压的位置 轰隆隆 接连不断地爆炸 激起一阵阳尘 葱油冰提起葱盾 残影化作一面硕大的盾墙 将一枚又一枚的导弹格挡在外 这是葱油冰的看穿 解说原道 能和守住相媲美 号称能用心眼看破路线 格挡招式 非弹针最多打五下 龙共打了五下 这就是陆老师的人品 心眼都来了 这就是剑豪鸭吗 你的计谋被识破了 嘎 葱油冰深吸一口气 平复紊乱的心境 提起葱韧七身上前 剑是吹拂绿音上的镜槽 脆色的能量涌入葱油冰的剑刃 一柄锋利的叶刃 骤然挥坎而出 枪 刺耳的金属碰撞 撕咖 龙王歇的盔甲碎开一道裂缝 双目星红 淋漓的毒液自口中喷洒而出 嘎 鸦鸦提起葱盾 盾面被毒液腐蚀 生起呲呲的白气 陡然之间 升起的危机感促使葱油冰向后撤退 撕咖 龙王歇交叠锋利的前掌 书帝向前披斩两道紫芒 呈现X型的十字毒刃破风而来 撕 观众们平住呼吸 仿佛已经见到了惨烈的伤口 差时间 葱油冰高举剑刃 浑身汇聚着金色的气势 背后生腾起凤王般的金色翅膀 一轮巨鸟残影 缓缓晦聚 正欲斩翅而起 是兄弟就来砍我 金色大翅膀 荣鸟猛攻 鹿野高声道 嘎 葱油冰暴然斩出 刀是化作金色巨鸟 力声俯冲向那道X状的十字毒刃 砰 剧烈的爆炸 隆隆的震战 观众们心头一紧 看场地中央望去 十字毒刃被金芒禁术斩断 刀是继续向龙王歇劈砍而去 轰 强大的反冲力使得葱油冰后退竖部 把剑插进地面 稳住身形 爆炸之中 尘烟弥漫 面容猙獰的龙王歇僵硬远处 微风扶来 一根斩断的青草落在龙王歇的前沼之上 东 龙王歇到地不起 大屏幕上达克多的一枚精灵球陷入灰暗 龙王歇失去战斗能力 裁判吹响哨声 陆老师先下一程 观众席啊的震动 这发永了下去 你至少还欠两条命 我开始喜欢大葱鸭了 你那是喜欢吗 你那是缠他的身子 雪白的葱油冰站在欢呼声中 神色自今 优雅无懈可击 嘎 脚麻了 不过问题不大 别人应该看不出来 率先拿下一分了 观众席上 小智激动地道 葱油冰受到了不小的反冲力 西巴抱着手臂 微微皱眉 我担心 他接下去无法迎战达克莱伊 担心什么 阿金擦擦鼻尖 这只葱油冰 可是砍过阿尔宙斯的 西巴发症一瞬 喃喃道 所以 那股强大的气势 是源于匹迪过强大的对手吗 对战场地上 达克多不动声色地收回了宝可梦 果然 靠龙王些奈何不了您 达克多拿出精灵球 眼神陡然一领 那这只呢 狂风骤起 红光中涌现强大的压迫感 巨龙与生巨来的威吓 这 这是 观众们瞪大双眼 看向压低的黑云 半空中一头血色双翼的巨龙 正朝下屁拟 苍青色如金属的坚硬鳞甲 布满长角争鸣的面部 如刀刃般的血红双翼 好 暴飞龙爆发出凶狠的咆哮 威吓特性全面施展 四下观众尽若寒蝉 解说员咽了口唾沫 这是龙系准神 龙类中的王者之一 暴飞龙 暴飞龙的双翅遮阳光 煽动起呼啸的狂风 达克多站在暴飞龙身下 看向葱油兵 浮现一丝差异 即便面对暴飞龙的威吓 葱油兵的神色 也没有丝毫动摇 胆量特性吗 达克多暗存道 不愧是冠军的宝可梦 嘎 塞马 葱油兵身体一僵 我想回去休息了呀 飞行系 确实比较克制你 鹿也笑了笑 拿出纪念球 回来吧 葱油兵 见陆也收回了葱油兵 达克多神色欲发凝重 他知道 陆老师有一只仙子一步 依照十英大会的情报 暴飞龙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但在这届大会中 尚未见到他出过手 不知比起这只葱油兵 实力如何 达克多微微皱眉 先用保护观察一回合好了 上吧 仙子一步 陆也潇洒地朝天 智出精灵球 协调家的华丽登场 在这种大会中 无疑能刷时髦值 观众们的目光 为之吸引 表情微动 一只雪白优雅的仙子一步 轻盈地从精灵球中跃出 清闭双目 摇晃两侧的粉白缎带 妖精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 蝴蝶结散发柔和地波动 宛如涟漪扩散向观众席 方才因为威吓而紧张的观众们 放松下来 纷纷笑道 好可爱的仙子一步 太漂亮了 据说只有心灵善良的训练家 才能进化出仙子一步 话音未落 仙子一步轻盈落地 睁开圆瞳 神色陡然一变 不一 您 观众 比刚才更紧张了 是怎么一回事 吼 暴飞龙煽动双翼 僵硬地回头看了眼达克多 藏在达克多脚底的阴影中 达克来衣帽泡道 这只仙子一步我也见过 哈死个人 这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达克多愣了一下 陷入沉思 连续轮换太吃亏 更何况有保护作为防护手段 暂且观察一番局势 电光一闪 陆老师指挥 用出了皮神的保留招式 达克多望了过去 微微皱眉 仙子一步的身形化作一道白光 视觉紧紧捕捉到残影 飞到高空 达克多道 在附近使用暴风 暴飞龙垂直向上飞起 煽动双翼的同时 以自身为风颜 暴风化作庇护的屏障 狂风呼啸 杂草 碎石 纷纷卷入暴风 乌云压低 视野昏暗 雾松推幅平光镜 看向场地隐隐破碎的屏障 表情凝重 仙子一步的速度不降反升 靠近时 脉动雪白的四肢骤然跃起 口中响起高频而空灵的鸣叫 不一 妖镜皮肤 高音 高音化作穿透性的震荡波 轻松撕扯开汹涌的龙卷风 席卷向其中的暴飞龙 吼 暴飞龙低声怒吼 感到一阵深深的忌惮 妖镜系对龙系的压制 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达克多表情严肃 喝声道 使用保护 蹭 同一时刻 暴飞龙合龙双翼 身躯亮起脆色的屏障 赫然是保护招式 高音轰碎了场馆四周的屏障 雾松眼皮狂跳 暴飞龙身上的屏障 也咔啦 一声破碎 回来吧 达克多取出精灵球 瞳孔疏地争大 一面晶莹的反射臂 弹回了达克多发射出的红光 令其无法将暴飞龙收回 这 这是 解说圆顿了一下 道 路野选手 限制了对手的轮换 这一幕似曾相识 小智 回想起大眼蛇 捆绑皮卡丘的场景 心有余悸地挠了挠头 我记得这个招式 阿密轻声解释道 是纳兹小姐所擅长的 搭建屏障 造成视觉错误 或是限制轮换 在关东VS成都的馆主赛中 纳兹指挥魔墙人偶用光墙 搭建出透明的房间 秘属性战胜了重细馆主阿比 其中 限制轮换正是该战术的重要一环 阿坚罕见得严肃 抱着手臂 低声道 这是手段肮脏之人啊 场上的观众们回过神来 一阵哗然 这就是老派无差别训练家的打法吗 爱了 这真的合法吗 达克多的达克莱伊 球种是红白球 这怎么想都很可疑啊 你还举报陆老师 陆老师还举报你 达克多深吸一口气 凝望悬停天空的爆飞龙 眼神一灵 比赛还远没有结束 爆飞龙 达克多叔弟伸手 喝声道 终极冲击 终极冲击是一般戏的终极招式 是将全部力量付诸一击的冲撞 解说缘道 等等 陆老师这边 仙子一步 陆也指挥道 终极冲击 大招对撞 这可是妖镜皮肤 屠龙俑者仙子一步 吼 爆飞龙爆发出一声怒吼 双目星红 浑身泛起凌厉的白芒俯冲而下 撕碎流云 天空划过一道白线 地面之上 仙子一步雪白的身躯 泛起淡淡亮光 眼神凌厉 低伏四肢 不一 锦浩敏 哄 撼动了整座场馆 观众们浑身一颤 爆飞龙在冲撞上仙子一步的同一刻 眼神流露惊骇 妖镜皮肤强化了终极冲击 况且这是支打法暴力的仙子一步 爆飞龙被撞飞至场外的护栏 深深陷入其中 偌大的身躯上 林甲的凹痕清晰可见 轰隆隆 场馆于阵 观众们回过神来 煞时间爆发欢呼 以卵击石 自取其辱 龙系准神 问过仙子一步了吗 这仙子一步怕是 能把达克莱伊给干碎 文言 达克多影子下的达克莱伊怒火中烧 把我干碎 没有人 可以在我达克莱伊面前装逼 不过宝可梦倒是可以 因为我还是挺友善的 达克莱伊又往影子里缩了缩 爆飞龙丧失战斗能力 裁判高举旗帜 小智看向大屏幕 达克多的两颗精灵球 黯淡下去 反观陆老师 亮起了葱油冰与仙子一步的两颗精灵球 开场不过十分钟 瞬间完成了2比0的局势 陆老师 这是认真起来了呀 大叶插着裤兜道 希罗娜交叠双腿 勾起一丝浅笑 他必须认真 悟松看向场地四周岌岌可危的屏障 叹声道 我先下去一趟 加固光强 悟松一袭酒红色西装 手持书本 派出青铜中施展光强 旋即 他向两位选手汗手致意 背影沧桑地来到场边坐下 除了他这位超能系天王 也没有其他工作人员 能够为这两人的战斗善后了 达克多撩开额前的长发 反省刚才的战斗 自己疏忽了陆老师的指挥 无法收回豹飞龙 这毕竟是一位战术与实力并重的冠军 达克多调整呼吸 撩开斗篷 眼神深邃 上吧 超甲狂吸 哼 体格庞大的超甲狂吸 落地之时 场地隐隐震动 哼 超甲狂吸 浑身由坚硬的岩石构成 披着橘红色的护具 两只剧长能发射出威力惊人的岩石炮 看台边上 小银不知何时来到了身旁 逼声道 这只超甲狂吸 培育得相当出色 阿金吓了一跳 你不是在摆摊吗 什么时候过来的 小兰拖腮叹气 懒洋洋道 没人来买东西 与其继续摆摊 还不如来看陆老师的比赛 阿密给小兰让了坐 两人挤在一起 小银则和阿金挤一个位置 吸巴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场地 嚼着馒头道 超甲狂吸的岩石炮 威力不容小觑 但在岩石炮后 会陷入僵直状态 没人比小银更懂如何迎战地面戏 因为她爹是大地的板木 小银道 那时候就是陆老师回击的时刻 看向超甲狂吸闪烁哑光的岩石身躯 陆也沉思道 这应该会很合又基拉斯的胃口 不过 扫了眼青草场地 陆也打定主意 这场 或许将成为大剑豪的成名之战 超甲狂吸 达克多赫声道 岩石炮 吼 超甲狂吸脚踏大地 伸出两只巨掌 岩石宛如肌肉般不断隆起 地面的碎石应声飞起 哼 巨大的岩石 好似炮弹般砸向仙子一部 仙子一部 凭借电光一闪回避 身躯四周亮起晶莹的反射臂 咔啦 反射臂应声破碎 岩石炮在仙子一部身上炸开 碎石飞溅 沉烟弥漫 仙子一部站在坑坑洼洼的场地上 晃了晃脑袋 眼神冰冷 不一 草民草 借助反射臂 承受住了岩石炮马 达克多微微皱眉 回来吧 陆也取出精灵球 红光落向仙子一部 不一 仙子一部不满地斜了一眼 用超克之力沟通后 小家伙这才不情愿地飞回了精灵球 见到陆老师又将仙子一部轮换回去 达克多的心中升起一阵危机感 场地之上 超假狂吸陷入僵直状态 气息紊乱 出现在他身前的 是一只葱开二度的葱油兵 嘎 葱油兵面对无法动弹的超假狂吸 得意一笑 今天轮到大姐头抗伤害 我来打输出了 可把我牛逼坏了呀 陆也道 夜刃 嘎 葱油兵脉动小短腿 手持剑盾 冲过青草场地 剑刃凝聚晶莹的光泽 会心律的加持之下 夜刃泛起会心一击的灵力红光 错身而过之时 超假狂吸庞大的身躯 顿时已将 面旁流露一丝错愕 嘎 葱油兵好似收刀入鞘的剑势 从容不迫地挺直身姿 拿稳剑盾 咚 超假狂吸轰隆倒地 即便是坚硬严实特性的超假狂吸 依旧难以承受住这致命一击 秒杀 解说员甘声道 葱油兵 秒杀了达克多选手的超假狂吸 葱油兵早已熬战一场 尽管如此 凭借属性克制 压压将超假狂吸秒杀 在半决赛上完成一穿二 全场哗然 卧槽 陆老师的葱油兵一穿二了 十年老粉 垫底的鸭鸭居然发育起来了 鸭鸭 永远低神 葱油兵云淡风轻 神色从容 屁腻像表情凝重的达克多 嘎 陆爷眼皮一跳 坏了 让这只鸭装到了 这只葱油兵好像真的很强 达克莱伊心情复杂 对达克多滴声道 先解决掉它吧 达克多面容严肃 回答道 嘎 W W 你们的大声密谋 我都听到了呀 蹭 葱油兵亮起剑刃 罕见地展现出斗志 屹立在青草场地之上 嘎 对面好像也不是很强 就由我来给对面 施加正义的制裁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大葱鸭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599章 葱油兵的图神之战 场馆人声鼎沸 矗立的大屏幕中 达克多的三颗精灵球 暗淡下去 陆爷选手连战连结 比分来到了3比0 往常只有达克多横扫对手的景象 此刻 这位神兽男却落入了下风 官方直播间内 弹幕与评论已然爆炸 屹立在青草场地 眼神犀利 羽毛雪白的葱油兵 点燃了全场的热情 动了 剑翘动了 谁说压压是混子 你见过混子一波暴走 完成双杀 起来了 压压起来了 弹幕铺天盖地 但此刻 葱油兵握住剑盾的掌心 有些出汗 是大姐头给我创造了输出的空间 弟弟妹妹们也正注视着我的表现 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待呀 嘎 葱油兵眼神一领 灰落剑刃 严阵以待 达克多神色冷峻 撩开斗篷 手中的红白球闪烁金属的哑光 要让他率先登场吗 达克多低声问道 藏在阴影当中 达克莱伊高冷回道 比起藏匿底牌 先下一分更加重要 达克多微微汗手 轻闭双目 脑海浮现遇见这只宝可梦的景象 传说中的无限宝可梦 拉蒂欧斯 达克多曾在海上风暴中 救助了一艘航船 与看在眼里的拉蒂欧斯结为好友 对于神兽而言 短短几十年无非转瞬即逝 因此 拉蒂欧斯答应跟随达克多 现在 达克多感受到精灵球里 拉蒂欧斯传递出的战役 陆野与葱油冰 这对极为相似的训练家与宝可梦 使得拉蒂欧斯斗志昂扬 上吧 达克多清明嘴唇 目光陡然一冷 致出精灵球 拉蒂欧斯 达克多选手派出了第四只宝可梦 解说员顿了一下 难以置信道 等 等一下 发生了什么 急忙翻找资料 解说员一把拽住麦克风 大喊道 达克多选手 派出了传说中的永恒宝可梦 拉蒂欧斯 哦 浑身流线型的拉蒂欧斯 好似蓝色的喷射战机 借助晶莹的翅膀滑翔于天空 传说中的神兽 无限宝可梦 蓝水都拉蒂欧斯 抬头仰望这只神兽 观众们神色各异 或茫然或震撼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宝可梦 听他们说 好像又是一只神兽 达克多竟然还藏着一只神兽 场馆震动 达克多的这种机缘与实力 全然不像是普通的大会选手 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喊错的外号 大家调侃达克多为神兽男 而他在半决赛中 竟然又派上了一只拉蒂欧斯 达克多和陆老师一样 也是来炸鱼塘的 你炸我也炸 白银变大师 妈了 两只神兽 要是我 已经点了 神兽带给观众们的冲击力 远超普通的宝可梦 毕竟那些宝可梦在墙 平日生活中也曾见过 可是 传说中的神兽此刻活生生地出现眼前 弹幕也安静了片刻 旋即打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是不是玩不起 这只蓝水都也是红白球收服的 你懂什么 达克多把贵重球涂成了红白球 平平淡淡才是真 小智抬头看向拉蒂欧斯 是一般拿出图鉴扫描 明明在水之都见过一面 小智永远都记不住这些神兽叫啥 拉蒂欧斯嘛 西巴抱着胳膊 空手倒裤的黑带随风摇晃 低沉道 不容小觑 阿金也站起身来 差人道 连战三场 还是遇上神兽 葱油冰也该换下场了吧 西巴汉手道 超能系的拉蒂欧斯 对格斗戏太克制了 与此同时 乌松推幅平光镜 打量着达克多与拉蒂欧斯 比赛结束后 乌松暗存道 可以留下达克多 让他帮我的忙 青草场地上 拉蒂欧斯掀起的气浪吹拂静草 温和的目光注视向路野 无限宝可梦 蓝水都是讨厌斗争且温柔的宝可梦 他只对心地善良的人有善 达克多能获得蓝水都的认可 自身的品性无庸置疑 此刻 拉蒂欧斯感知到一股温和的能量 接受了来自超克之力的感应邀请 路也愣了一下 超克之力竟然感应成功了 小心翼翼地看了达克多一眼 确认他神色无恙 路老师心情复杂 这波当面 NTR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我期待与你的战斗 拉蒂欧斯的心灵感应响起 罕见的斗志燃烧 你妹妹有没有被收服 路也难言好奇 要不然把洪水都介绍给我 拉蒂欧斯切断了联络 哦 壮如喷射战机的拉蒂欧斯 流线形的蓝色身躯 滑翔于天空 狂风静草 神兽的威压 化作气浪 张显无遗 葱油兵手持剑盾 微微一愣 回身看了路也一眼 嘎 怎么感觉他一下子被激怒了呀 别看我 路也抬头 看向观赛席一脸茫然的阿金 阿金留意到目光 用手指了指自己 路也大意凛然地点了点头 路老师说了什么 小致好奇地问 他好像是在说 阿金费解的暴毙 让我待会别跑 这即是来自孵化之人的危险预知 路也收回视线 打算收回葱油兵 压压绝绝地站稳步伐 嘎 谦卑 英勇 公正 绝不背对敌人 超客之力传递来葱油兵的意志 路老师心头微动 混子也有混子的觉悟 每场对战总要有人站出来carry 那么凭什么不能是我葱指导 瞧好了 达克多 好似高洁的战士 决绝地剑客 向风车发起冲锋的歧视 葱油兵眼神专注 前方是高悬天空的拉蒂欧斯 背后是海啸般的欢呼 压压给叶煞 全场齐齐呐喊 比起魄力十足的拉蒂欧斯 仿佛压压才是全场的焦点 拉蒂欧斯 达克多也为这热烈的氛围所感染 嘴角情不自禁地勾起 舒递伸手道 使用精神冲击 哦 拉蒂欧斯盘旋气流 继续向天空升高 好似空战中迎头拉起的喷射战技 云层遮忆了拉蒂欧斯的行踪 羽毛雪白的葱油兵眯眼打量天空 拉蒂欧斯再度现身 出现在葱油兵身后的位置 好似激动的眼镜蛇 在失速状态下 急速冲撞向葱油兵 浑身泛起精神力的凌厉光芒 宛如一柄从后而来 凌空展落的蓝色刀锋 看破 无需看见敌人 葱油兵亲闭双目 秉持直觉向后转身 脾起坚固的盾牌 葱油兵梳地睁开双眼 牢牢锁定助蓝水都进攻的方位 咚 拉蒂欧斯若垂天之剑 浑身的蓝色羽毛耸立 裹挟精神力 撞击向压压的盾牌 精神冲击 虽是特攻招式 但却能给对手造成物理伤害 这急速地喷射战机俯冲 惊艳了在场的观众 提起一口气 这能顶住吗 顶不住也得顶 强悍的精神冲击 迫使葱油兵死死攥住盾牌 向后离开了数米的痕迹 看 盾牌碎开刺眼的裂缝 葱油兵阁挡住俯冲的拉蒂欧斯 右手的剑人 留有余力地向前劈砍 煞时间 四面八方晶莹的草系能量涌入其中 剑刃蹭地展开一层脆色光芒 夜刃斩落 同一时刻 拉蒂欧斯向后拉起身位 浑身闪烁着晶莹的光线 口中发射出一团洁净耀眼的粉红色光束 拉蒂欧斯的专属招式 洁净光芒 光束在发射后 宽度猛地暴涨 好似璀璨的光泡 葱油兵迎面站在光泡前 背影坚定 一剑斩出 四面的青草迎风而起 轰 爆炸撼动了场管 分裂的光束向后方的屏障榨取 掀起漫天的阳烟 烟雾鸟鸟散去 葱油兵保持着灰溅的姿势 身前是一道光泡离开的长长沟壑 葱油兵雪白得与毛狼藉不堪 优雅的胸语尽是娇痕 眼神却无比英勇 嘎 哦 在达克多差然的目光当中 拉蒂欧斯直立上身 蓝白相间的腹部 一道伤痕清晰可见 方才一季夜刃 剧中劈砍了洁净光芒 正中拉蒂欧斯 青草场地的加持 甚至还有会心一击 达克多正正出神 任他也没有想到 在神兽与葱油兵的正面交锋 竟使拉蒂欧斯落入下风 场馆轰动 弹幕刷爆了6666 全场都在为葱油兵的一箭而沸腾 这一箭 直接砍爆拉蒂欧斯的光炮 砍个导弹而已 这不是游手就行 天不生我葱油饼 饭到万古如长叶 葱来 在各种意义上 葱油兵和陆老师一样下饭 但葱油兵也有直面神兽时的英勇时刻 一往无前的勇气 正是格斗家最重要的信念 西巴如是道 可是 拉蒂欧斯的伤势又开始恢复了 小智道 拉蒂欧斯 达克多沉声道 自我再生 谁有门齐齐愣了一刻 哦 在白光的沐浴之下 拉蒂欧斯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怎么会有自我再生这么脏的招式 体会到对面被陆老师折磨的滋味了 终于轮到陆老师被对面恶心了 陆爷眼神一鸣 只要打得比对面回得多 那对面无非是刷伤害数据的训练人偶 葱油兵 叶刃 嘎 葱油兵凌厉的刀忙爆燃 挥砍而出 一阵烟雾当中 拉蒂欧斯凌空飞出 向高空攀升 达克多认定远程才是最佳手段 作为龙系与超能系的无限宝可梦 拉蒂欧斯同样有着终结的杀照 天空掠过一道航线云 观众们齐齐仰望天空 拉蒂欧斯如蓝色战斗机一般攀升 在光线的折射下 拉蒂欧斯的羽毛泛着晶莹的亮光 口中汇聚汹涌凌厉的龙系能量 龙星群 杀鸡遁险 观众们发出一声细微的叹息 无可匹敌的龙星群 几乎斩断了获胜的希望 红光自拉蒂欧斯空中飞向天空 四分五裂成璀璨的流星 它们导弹群一般向地面轰炸而来 伴随刺耳的肩鸣 葱油冰仰望从天坠落的流星 好似欣赏一场盛大的烟火 嘎 葱油冰正正失神 害怕吗 倒也没有 在面对过那只大家伙 又和主人一起战胜了他 感觉也就这样 嘎 葱油冰深吸一口气 攥紧了手中的盾牌与剑刃 已经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呀 路也看了眼龙星群 又看向葱油冰 波导之力与葱油冰同在 缓解他心灵的疲惫 在队伍内卷的情况下 即便是怠惰的压压 每天的训练量也极为惊人 水滴石川 宛如种子破土 质变的那一刹那 路也感知到了与葱油冰之间的羁绊 两者的眼神合二为一 葱油冰 即便是非神兽的葱油冰 依旧有着自己的专属招式 威力高达150 远超空间之神的亚空列展 这些专属招式 无疑需要经历艰苦的磨难方能掌握 对每天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压压而言 每一天都是艰苦的历练 水到渠成 迎刃而解 这是专属压压的必胜一击 伴随一往无前的信念 流星突击 西八陡然一惊 他深知这是葱油冰的专属招式 同时也是格斗戏中威力最强的奥义之一 嘎 亿 流星如导弹群一般从天而降 绽放绚烂的烟火 场管随之震动 轰隆隆 嘎 葱油冰凝视苍穹中的拉蒂欧斯 手中的大葱宛如其枪半奋力之处 宛如闪耀的流星 百分百命中率的流星突击 将云层中的拉蒂欧斯牢牢锁定 哦 拉蒂欧斯眼中浮现一丝惊骇 试图避闪 那柄骑枪却撕碎云层 呼啸生风地穿刺而来 命中要害 只死一击 哄 场地震动 屏障硬生破碎 陨石群坠落掀起漫天的烟雾 场管一片寂静 所有人平住呼吸 唇舌发干地看向场地 阳烟散去 葱油冰低垂着头 看不见他脸上的神色 弥漫的硝烟中 似有重物落下 轰然坠地 咚 观众们看清 那是从空中坠落的拉蒂欧斯 腹部插着一柄锋利的骑枪 俨然陷入了昏迷 直到此刻 场管仍旧鸭雀无声 人们难以相信 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硝烟缓缓散去 遍体鳞伤的葱油冰 雪白的羽毛上 满是胶痕与伤口 嘎 他缓缓举起 破损不堪的盾牌 于倒地的拉蒂欧斯面前 嘎 葱油冰眼神盯得闪烁亮光 刹那之间 场管猛然沸腾 葱油冰的图神之战 一穿三 压压完成了一穿三 他妈好帅啊 怎么会有葱油冰 这么帅的破壳蒙 葱油冰深深吐出一口气 取下自己的聪韧 表情微变 嘎 Sigma 幸好把这招用出来了呀 要是用不出来 岂不是相当尴尬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六百章 VS神兽男 晋级决赛 按照陆老师一贯的说法 他和鸭鸭 是队伍中最混的那两个 此刻 看向落败的拉蒂欧斯 眼神坚毅的葱油冰 谁有门表情微变 你管这叫混子 整个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爆炸 陆老师家的混子单杀了神兽 谁还敢说鸭鸭是混子 鸭宝 给爷杀 连续作战 又是逆属性战斗 任谁也没想到 鸭鸭镜真能完成图神的壮举 那根智出的骑枪 好似只死一击的流星突击 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算是神兽 也单杀给你看 居然连专属招式都掌握了 恐怖如斯 身为格斗系天王 西八在见到那闪耀的流星突击之时 眼神同样略过诧异 他自问 他的怪力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接下这招 更何况 葱油冰的携带道具为提升会心率的大葱 命中要害的几率相当可观 专属道具 专属招式 场地加持 即便是混子 出完三件套 依旧能carry全场 嘎 葱油冰用鸭嘴捋顺杂乱的羽毛 暗自松了口气 好险 幸好赢了呀 明明鸭鸭的害怕和水剑龟的害怕不是一回事 但两者表现出的形式均为暴杀对手 鹿也摸了摸下巴 怎么感觉鸭鸭都快把三色霸气集全了呢 一口一个好可怕 一刀一个传说精灵 看台边上 小智目光闪烁 帅气又英勇的葱油冰将他深深打动 阿金煮着台球杆 用梳子整理刘海 无动于衷 这只葱油冰连阿尔宙斯都敢砍 更不用低了蒂欧斯 场外 雾松深深地叹了口气 拉蒂欧斯直接陷入昏迷了吗 看来他也不能陪我加班 加固光强了呀 矗立的大屏幕上 达克多的四颗精灵球暗淡下去 其中包括拉蒂欧斯 达克多微微皱眉 将拉蒂欧斯收回精灵球 沉默着思考下一只宝可梦 嘎 葱油冰尽管体力宾威 但依旧保持着优雅的风范 泰然自若 明明血条都快见底了 展现出来的神色 却像是我要再打十个 水剑龟也就图一乐 真论逼王 还得看我压压 陆也哑然一笑 还是取出纪念球 将他轮换下场 在红光的沐浴下 葱油冰拿着剑盾 优雅退场 一穿三 全身而退 嘎 Sigma 葱油冰总算没绷住 偷偷乐出了声 这波装到了 可以回去睡觉了呀 看台边上 小次郎挂着售货栏 好奇地问 干部的葱油冰说了什么 没听轻喵 喵喵说 不过 肯定是像那些大剑豪一样 念了什么尸巴喵 这位客人 你要些什么 五脏正陪笑着 脸色一变 小 小鬼 小次郎赶忙五嘴 善笑道 有食物 饮料 选手周边哦 西八眼神陡然一领 散发杀气 居然是愤怒馒头 三人组吓了一跳 哎 西八领声道 我全包了 皮卡 皮卡丘挠挠头 觉得这三人有些眼熟 小智浑然不觉 笑道 我要两份热狗 麻烦了 真好 小兰脱塞叹气 一副燃烧殆尽的模样 要是之前没受错的话 我应该也在场馆里都销商品了吧 现在都讲究物美价廉 阿金哈哈笑道 小兰其实根本就没有做生意的天赋 哈哈 小兰和小银姐弟俩悠悠地瞥了过来 一副杀了你的神色 继续看比赛吧 阿金浑然不觉 咧嘴道 场地之上 达克多派出了第五只宝可梦 地牙海狮 地牙海狮是水系与冰系的宝可梦 脂肪肥厚 两根獠牙闪烁锋芒 迎战地牙海狮 陆老师派出了体格庞大的风速狗 阿吾 风速狗落地之时 滋起牙齿 棕毛在阳光下泛着金光 地牙海狮 使用冲浪 达克多道 吼 地牙海狮的后期怒拍地面 水系能量形成一排汹涌的大浪 惊涛怒浪地轻压过来 阿吾 风速狗的口中 汇聚璀璨的光柱 疏地向天空发射 光柱击溃了云层 烈日显露 赫然是大晴天招式 浪潮的势头 隐隐微弱了几分 风速狗窥然不动 砰得一声撞碎浪头 大浪好似拍击到了礁石之上 飞溅起无数碎末 敖屋 风速狗晃了晃大脑袋 抖干身上的水珠 滋牙会聚起晶莹的光束 陆老师家的风速狗 配招中步伐日光束这类扩大打击面的招式 弹幕中飞过一连串的问号 您和丹地一样 火系宝可梦也带了几具草原 冲浪压根冲不动啊 晴天下 日光束无需蓄力 一道灵力的光柱宣泄而出 悍然撞上地牙海狮 砰 吼 地牙海狮浑身被阳光灼烧着 发出一声痛苦的嘀吼 同一时刻 风速狗脉动脚尖的四肢 浑身涌起过热金色的火光 哼 达克多的半场 青草场地顿时化作一片火海 生腾起灼热的高温 地牙海狮挥动肥状的尾鳍 攀铺化作汹涌的水流 却根本无法抵挡住冲锋 砰 一阵蒸腾的水雾 火海逐渐熄灭 仅剩下焦黑的场地与圈圈掩的地牙海狮 地牙海狮丧失战斗能力 解说员挥舞旗帜 达克多深吸一口气 将地牙海狮收回 默默攥紧了手中的精灵球 大屏幕上 达克多仅剩下了最后一只宝可梦 居然无比零了 陆老师这是要把神兽难给凌风 卧槽兄弟们 这把有通天带 达克多脚底的影子当中 达克莱伊缓缓浮现 白雾翻涌 神色高冷 看来我必须出手了 我担心陆老师给每一只宝可梦都带了梦话 达克多地声道 按照陆老师的素质程度 这显然是他会干出来的操作 达克莱伊 打你娘来 这把能不能点头响 达克多面旁冷峻 陆老师的实力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但达克莱伊或许能从陆老师手中啃下几分 在半决赛中被凌风 实在有些难看 达克多握紧经灵球 眼神专注道 达克莱伊 决定是你了 黑雾在场地上弥漫 达克莱伊不情愿地现身 两爪锋利 身后的黑带迎风摇晃 达克多选手 派出了他的代表宝可梦 达克莱伊 解说原道 观众们发出一阵惊呼 淘汰赛中轻松横扫对手六只宝可梦的噩梦神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更关键的是 达克莱伊近乎百分百催眠的暗黑洞 配合时梦回血 素质极差 不会真能让五追六吧 崽子 你在暗示什么 先不着急 妖精系暴打噩梦神 把达克莱伊留在最后 陆也问道 达克多低声回道 未尝没有获胜的可能 陆也微微一愣 你说得很有道理 看来我也必须全力以赴才行 口结 正常在影子里喝着冰阔落看戏的小胖子 茫然抬头 耿鬼感知到了来自训练家的超客之力 各单位做好准备 一级暗黑洞以部署 耿鬼 陆也道 决定是你了 口结 耿鬼跃跃欲试地跳出阴影 伸出舌头 蹲蹲弹起长舌 直播间顿时刷过一连串的弹幕 怎么会有耿鬼这么可爱的破壳萌 格斗打超能 幽灵系打恶系 陆老师是想争夺匿数性大师的头衔 影子之主是我耿鬼大 见到登场的耿鬼 达克莱伊神色陡然一变 扭头看了训练家一眼 达克多冷峻点头 达克莱伊咬了咬牙 拼了 不被秒杀就算赢 同样是达克莱伊 脾气和实力也是极为悬殊 但可以肯定 无论是耿鬼还是达克莱伊 都是催眠的好手 见证催眠队和训练家间羁绊的时候到了 可是超能系的催眠术 对达克莱伊无效 你还能掏出个暗黑洞 把达克莱伊秒了 三位孤零零的俱乐部成员 终于找到机会 在丙溪以待的场馆中爆发欢呼 达克莱伊的表情逐渐古怪 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 对面的耿鬼 他真的也会这招 达克多神色严峻 等待裁判哨响的那一刹那 对战开始 裁判的哨声响起 达克多疏地掀开斗篷 铃声道 按黑洞 达克莱伊占蓝色的眼睛闪烁光芒 灼雾翻涌 双爪汇聚小型黑洞 正是靠这一招 在先前的淘汰赛 达克多平推了对手的六只宝可梦 观众们平住呼吸 突然错愕地睁大双目 他们听到了令人怀疑人生的指令 耿鬼 路也指挥道 按黑洞 观众 裁判 解说员 直播间 按黑洞都来了 耿鬼真的能学会这一招吗 催眠术无法生效 那就用按黑洞来催眠 真有你的呀 更敢 明明是达克莱伊的专属招式 耿鬼竟也掏出了同样的底牌 按黑洞vs按黑洞 甚至 耿鬼的按黑洞 还占据上风 口节 耿鬼手中凝聚漆黑狂暴的暗黑洞 能量在强大的引力下 形成一颗虚无的黑洞 四周的碎石 杂草纷纷卷入其中 声势浩大 场管轰隆震动 达克莱伊身体僵硬 低头瞄了眼手中的暗黑洞 心头一震 你的暗黑洞 为什么这么熟练啊 曾经借助这一招 单杀过阿尔宙斯的耿鬼 咧嘴一笑 口节 身形闪烁 疏地制出黑洞 达克莱伊手中的暗黑洞 同样飞出 两发暗黑洞在空中碰撞 响起剧烈的轰鸣 哄 耿鬼的暗黑洞 轻而易举将其吞噬 继续飞向达克莱伊 脸庞冷峻的达克多 也不由心神一颤 紧敏嘴唇 连达克莱伊都无法抵挡住耿鬼的异迹 达克莱伊瞳孔收缩 强大的引力撕扯着他的身躯 他欲哭无泪 我起了 被秒了 有什么好说的 沉烟散去 四下寂静无声 好似刚刚经历了一场烟灭 观众们尚未回过神来 神色茫然 看向场地中央 口节 耿鬼站在场地中央 呲哑一笑 在他身前 达克莱伊已然陷入了昏迷 趴伏在地 一阵良久的寂静 解说原甘涩地说 鹿 鹿也选手 耿鬼秒杀了达克莱伊 所以 赢得半决赛胜利的选手势 煞时间 欢呼声陡然爆发 全场陷入沸腾 陆老师 秒了 耿鬼居然把达克莱伊给秒了 连按黑洞都学了 陆老师还真特娘地 和催眠队友羁绊 神兽男 暴杀神兽男 随着观众们的欢呼 屏幕上达克多的最后一颗精灵球 暗淡下去 在灵篮大会半决赛的舞台上 6比0横扫达克多 葱油兵与耿鬼 甚至分别完成了单杀图神的记录 我愿称陆老师为真正的神兽男 从指导学学人家耿鬼 还得继续努力呀 在一阵沸腾的欢呼声当中 达克多常常输出一口气 上前与陆老师握手 打得不错 陆也微笑道 达克多一正 无奈地笑道 受益匪浅 不管是战术运用 亦或培育领域 达克多都感知到了深深的差距 或许在训练家的道路上 永远无法跟上陆老师的脚步 但至少 我目前还是PTCG世锦赛的冠军 达克多目光凛然 道 希望下次还有与您卡牌对战的机会 陆也愣了一下 感情你还是想着打牌 会有机会的 陆也笑道 灵兰大会的半决赛 至此落下帷幕 陆老师横扫神兽男达克多 轻松晋级决赛 当日的灵兰大会论坛 图神的葱油冰与会暗黑洞的耿鬼 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你管压压这叫混子 这只达克莱伊 被自己种族的暗黑洞干碎了 不会被耻笑吗 达克莱伊之间不能一概而论 我曾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 被耿鬼用一发暗黑洞干碎 见纸灵兰大会决赛 压包给叶莎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1章 小智的报恩对战 在达克多掏出两只神兽的情况下 陆老师依旧轻松横扫了对手 赛后 整个论坛 评论区 直播间陷入轰动 直至象征胜利的烟火升起 还有水友刷屏着66666 这不仅仅是给晋级决赛的陆老师 更是给发育起来的葱油冰 秒杀达克莱伊的耿鬼 暴杀 神兽 打的就是神兽 热心网友甚至给半决赛视频做了混检 其中骤然响起的摇滚乐 与葱油冰投掷骑枪的瞬间 正好卡上了点 古典乍响 闪动金色光芒的骑枪 贯彻苍穹 如闪耀的流星般击坠了传说精灵拉蒂欧斯 哦 流星突击呈咸鱼突刺 葱油饼冲鸭 本场比赛中 耿鬼与达克莱伊的对拨 同样吸粉无数 陆老师竟然真的给耿鬼配招按黑洞 而且还能造成伤害 我怀疑这是影子球 陆老师故意喊错招式 别尬黑 陆老师把加农水炮备注叫水枪 儿童节打宝宝 对某位冠军果然有属性加持 灵兰大会半决赛落下帷幕 后续陆老师将和B组的优胜者 争夺灵兰大会的冠军宝座 距离迎娶蒙蒙哒 更进了一步 漫天的欢呼声 陆也从选手通道离场 准备先去一趟精灵中心 大葱属于葱油冰的本体 即便坚韧断了 治疗后也能复原 嘎 Omega 鸦鸦此刻正处于后怕当中 躺在纪念球中身体发僵 感知到鸦鸦的情绪 陆也哑然一笑 之所以会忧虑 是因为还训练得不够充分 明白了 回去就让鸦鸦加恋 嘎 Sidman 我太难了呀 口结 耿鬼从影子里摸出一罐冰阔落 刺得揭盖庆祝 我觉得冠装比瓶装好喝 陆也随口道 恰计都一 播客笔的精灵球摇晃起来 表示异议 你最近是在玩什么模拟律师类游戏吗 闲聊着 陆也同阿金等人碰面 陆老师 你刚刚在赛场上和我说什么 阿金好奇地问 没什么 陆也轻叹道 只是恰好又见到了一个魅控 性格温和的拉蒂欧斯 居然也能打得大开大合 魅控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呀 都怪阿金 西巴咽下最后一个愤怒馒头 拍了拍手掌 沉稳道 方才的那季流星突击 相当惊艳 身为格斗系天王 西巴自然能看出 这季格斗奥义中的不凡之处 在游戏当中 流星突击是葱油冰在七世级 才能掌握的终极招式 而随着直面阿尔宙斯 迎战拉蒂欧斯 即便是对内混子的鸭鸭 也逐渐坚定了信念 众所周知 鸭类宝可梦 是最容易出神兽的 动画中小霞的鸭神 可达鸭 与天队的鸭神乐天合同 在陆老师的队伍中 鸭神毋庸置疑 灵烂大会唯一真主 黄嘴鸭 葱油冰 看来鸭鸭也已经有了天王的水准 陆也暗存道 又基拉斯尚未成长 算是管主主力的水平 而掌握麦盖进化的耿轨与水剑规 在超客之力与波导之力的羁绊加持下 无疑能与冠军抗衡 之前答应阿尔宙斯 帮他找到妖精系石板 可以暂时借用石板一段时间 这也是强化仙子一部的关键所在 正好 灵蓝大会结束以后 陆老师陷入沉吟 可以去卡洛斯度蜜月 不是 找石板 根据赛程安排 明天是小智vs火龙的比赛 小智在看完比赛后 热血沸腾 匆匆回去准备下一轮比赛 火龙即是那位收服了席多兰恩的护林员 拥有亚军之字 无论是谁晋级决赛 陆老师都有相对的把握 不过 还挺想见到小智召集老队员 全面对战一场 这毕竟是儿时的心愿 包括横扫神兽男 迎娶萌萌哒 走上人生巅峰 离开场馆的途中 陆野余光瞥见了达克多 他正挤在一堆顾客当中 面容冷俊 伸手将前递给喵喵 一盒 一盒卡包 藏在他的影子当中 达克莱伊已经恢复了意识 神色陡然一变 口节 斜杠耿鬼站在陆野身旁 大放地打招呼 陆野用超课之力感应 好奇地问 刚打完比赛 就来抽卡包 达克莱伊从阴影中浮现 在路人们压然的目光中 将硬帝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 中了 达克多指尖颤抖 浑身一震 举起手中金光闪闪的卡牌 一 我中了 恭喜这位客人 喵喵搓手笑道 您抽中了本店的U2卡牌啊 喵 趁手气爆棚 再来多几盒怎么样 小次郎黑黑一笑 达克多目犯金光 道 再来一包 达克莱伊扶住额头 一副我不认识这货的表情 陆野 排老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夜色渐深 咔啦 门锁转动 陆野开门回到住处 身前匍匐过一只小窝般的海兔兽 乌 海兔兽斜了眼陆野 又默默前行 身后留下一排粘液 扫拖一体的机器人正滴滴滴地移动过来 耿鬼叔弟从影子里跳出 一脚踩住扫地机器人 口节 星号 想抢我的家务活 门都没有 口节 星号 一脚将扫地机登翻 耿鬼奋出影子分身 抄起拖把做家务去了 陆野 紫色小胖子 有什么坏心眼呢 他只是想做家务啊 西罗娜正在扶案工作 神色专注 面对笔记本电脑 手旁摆着马克杯 回来了 西罗娜捧起手册的马克杯 手指纤细 微微一笑 今天的发挥很出色 那当然 我肯定乱杀 陆野遗址气使 西罗娜饮着热茶 雾气鸟鸟 我是指 葱油冰 一束红光字腰侧的纪念球飞出 葱油冰手持剑盾 浑身雪白 V字形的眉毛 犀利不凡 嘎 陆野 我早晚有一天 要拿洛托姆把你盾了 哦 嗯 西罗娜慵懒地伸展腰身 右臂伸展 左手抓住雪白手臂 随意地道 决定好决赛派谁上了吗 不知道和谁对战 陆野说 不过他们的王牌都是火系 这点很重要 西罗娜微微一正 看向神色认真的陆野 福塞问道 夺冠之后 你参加冠军联赛吗 具体规则是怎么样 大会冠军 可以挑战神奥四天王中的任意一席 并选择是否接替四天王的席位 西罗娜嘴角扬起弧度 目光炼焰微光 挑战成功后 还可以挑战神奥联盟的冠军 陆野凝视西罗娜鲜艳的红唇 心头微动 谨慎地说 全力备战 拿到大会冠军 再做决定 假如决赛碰见小智怎么办 西罗娜轻声地问 小智一直以来的目标 就是成为联盟大会的冠军 这届灵蓝大会 或许是他迄今为止 距离登顶最近的一次 假如落败给自己的师父 难免心生挫败和无力感 西罗娜一直关注着小智与真四这对劲敌 这也是他的担忧所在 陆野沉默片刻 抬起清澈的双目 我相信这位真心阵的少年 哪怕一次次跌倒 一次次输给难以企及的对手 永远无法追上真心阵前辈的步伐 他也会一直战斗下去 西罗娜目光微闪 他听见了陆野寄予这位少年的西记 面对小智 最好的方式不是谦让 是全力以赴地和他对战 陆野想起一次次 爬起再战的小智与皮卡丘 想起宝可梦XY中 葛吉花对小智的预言 有全新的羁绊在等待着他 他将登顶属于自己的联盟与荣耀 陆野目光清澈 燃烧着属于自己的斗志 身为冠军的骄傲 但他的终点不在这里 不在凌兰大会 陆野顿了一下 如是宣言道 因为神奥联盟的冠军属于我 西罗娜凝视着陆野 嘴角缓缓勾起弧度 他优雅起身 脉动黑色阔腿裤下的修长双腿 金发垂散在仙腰 气势雍容而高贵 西罗娜的仙子 轻触陆野的嘴唇 像清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 一只掠过的五天鹅 我已经属于你了 他目光直视 娇艳不可方物 雪景弥漫淡淡的飞红 六月二日 周三 晴 陆野打着哈欠 同阿金等人旁观小致的比赛 嗯 没睡好 西巴寒胡道 顺手递来一盒馒头 试试这个 因为愤怒馒头 可以解决睡眠状态是吗 陆老师还是接过一个馒头 咀嚼着说 通宵研究战术来着 我明明看到你 在线里一个晚上 阿金叼着饮料吸管道 陆野 回去就把你小子拉黑 等到打素材的时候再加回来 口节 耿鬼坐在陆野身旁的位置 嚼着汉堡 顺手往四次元口袋里 掏可乐 似乎摸到了什么 耿鬼取出一看 口节 Sigma 居然是一个扫地机器人 陆老师眼皮一跳 你这是把家里的给带出来了吧 多笋啊 顽皮熊猫都快饿死了 B组的半决赛 小致派出了成都地区的伙伴 火拢则派上了实力出众的席多兰恩 比赛陷入僵持 皮卡丘输给了席多兰恩 小致最后只剩下一只大王燕 大王燕 人送外号 Bud燕 面对喷涌蒸汽 金属身躯的席多兰恩 大王燕凌厉地翱翔于天空 呈现烟反的姿态 宛如锋利的刀锋 大王燕俯冲 撞退席多兰恩 却被后者的火焰漩涡吞噬 拿出骨气来 大王燕 小致大喊道 使用烟反 陆老师神色微妙 密码正确 您的外挂已上线 立 大王燕眼神熊熊燃烧 化作灵力的白光 燕反将席多兰恩 悍然击败 直播间内一片错愕 卧曹兄弟蒙 这把有所血挂 耿鬼都会暗黑洞了 那我开个外挂 也很合理吧 这届灵兰大会的水太深了 想不到小小的灵兰大会 卧虎藏龙 前有抱打宝宝杯的冠军 后有喜欢打牌的神兽男 又有来自真心震的挂臂 真心震的训练家 都是怪物吗 三届灵冠 留给小致选手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小致成功晋级 灵兰大会的决赛 群成员们纷纷发来祝贺 想到接下去 要迎战的对手 陆老师 小致目光闪烁 这并非是畏惧 并非是挫败 仅仅是对迎战强敌的渴望 即便失败是命中注定 但也必须战斗 这是陆老师和阿金前辈 在初始之间 传递给小致的信念 此刻正是向陆老师 展现自己成长的时候 真心震 大幕研究所 小致要和陆也对战啊 大幕博士摸着下巴 乐呵呵道 我这把老骨头 都有些期待起来了 清律一副学者打扮 手持文件 淡淡地道 小致让您把他在关兜的伙伴 传送过去 关兜的伙伴 大幕博士挠挠头 他的首发是哪几只 算上小致目前手里的队伍成员 清律和尚文件家 缓缓地道 首发分别是 皮卡丘 喷火龙 卡比兽 蜥蜴王 猎雁猴 大幕博士浑身一震 爽朗笑道 哈哈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听喷火龙山谷的乔一说 喷火龙已经动身飞往神奥地区了 清律单手插兜 瞭望天空 想必马上就快抵达了吧 那是我用自己的方法 亲自为你培育过的喷火龙 清律嘴角勾起 不要输得太难看啊 小致 欧鲁德朗成 夜幕点缀繁星 高傲战士一般的路卡丽欧 仰望星空 沉默不语 他回想起了许多 与亚狼相伴时的记忆 那只拯救世界树的水剑龟 与亚狼波岛一致的小致 时隔一年 小致似乎早就遗忘 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他 路卡丽欧驱散心底的遗憾 摇了摇头 回身一正 爱琳女王 路卡丽欧单膝跪地 路卡丽欧 爱琳女王手持膝杖 微微一笑 那位波岛的勇者 需要你的帮助 路卡丽欧瞳孔收缩 难难地道 波岛的 勇者 那位叫小致的少年 爱琳女王柔和道 去追随他战斗吧 就像你曾经陪伴过亚狼那样 可是 路卡丽欧正欲争辩 爱琳女王抬头看向星空 微笑道 你没有忘掉那位少年 就像你们之间缔结的羁绊 无论身处何处 这份羁绊都会紧紧将训练家与宝可梦相连 而对战 爱琳女王散发威势 柔声笑道 正是全市羁绊的最佳方式 路卡丽欧沉默良久 单膝跪地 化作一束红光 飞入西帐顶端的宝玉 爱琳女王手持西帐 看向星空 期待起那场盛大的对战 小致 迎战陆野先生吗 爱琳女王轻闭双目 玩耳不语 无关胜负 信念与羁绊的碰撞 正是精灵对战的真正含义 神奥地区 陵兰岛 小致联系了真四 请求他做决赛前的参谋 迎战陆老师 真四吃笑道 我可帮不了你 不 真四 你有我所欠缺的战术水平 小致认真递道 你对陆老师的战术研究 一定比我更加透彻 真四陷入沉默 良久后道 先让我看看你的首发 白光闪烁 小致的背后 出现树枝气势强大的精灵 闭目暴毙 叼着叶片的蜥蜴王 憨太可居的卡比兽 眼神坚毅的烈焰猴 皮卡丘站在小致的尖头 皮卡丘 一只气息恐怖的陆卡利欧 书弟睁开双眼 陆卡 这 这是 真四猛然后退半步 道 你的首发 是之前的伙伴了 小致挠头笑道 放在庭院里没有带来 真四 不知道说什么好 突然有些受挫 天空好似黑云压低 小致抬头瞭望天空盘旋的黑影 摇手大声道 喷火龙 这里 真四抬起头 瞳孔收缩 喷火龙 那道盘旋的黑影煽动双翼 东的坠地 鼻子喷出两道黑烟 好嗯 喷火龙朝天怒吼 这是身为王者的骄傲 陆卡丽欧汉手道 小致你有一位很不错的伙伴 小致手搭着喷火龙笑嘻嘻道 他还是这个老样子 好嗯 喷火龙一道喷射火焰将小致烧成焦炭 旋即暴毙扭过头去 真四脸色陡然一变 大声道 喂 你不要紧吧 小致摇了摇身子 抖掉身上的焦灰 我没事 真四 你的衣服也是防火防电材质的 小致环顾身后的同伴 皮卡丘 喷火龙 卡比兽 蜥蜴王 烈焰猴 以及欧鲁德朗城的路卡利欧 这是他迄今为止 所能联合的全部力量 同时 这也是小致向陆老师彰显自己的信念 来自小致的报恩对战 真似似有所物 两手插兜 嘴角勾起 那么 我就尽可能地替你参谋 分析陆老师的阵容 决赛用什么阵容 陆也看向希罗娜 小致是抱着自己的信念 希罗娜抱着手臂 微笑地说 你也不能让他失望啊 师徒间的对战吗 陆也沉默片刻 旋即摁下潜水球的开关 一束红光 水剑龟屹立在陆也身侧 气息内敛 强悍的波导之力 在扩散的瞬间 又化作一片寂静 水剑龟推幅墨镜 俨然做好了百分之两千的准备 卡捏 下画线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 他的成长 陆也两手插兜 衬衫的衣摆 随风晃动 微笑道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2章 证明我和大家的羁绊 陆老师之所以喜爱宝可梦 重要原因 是因为宝可梦们 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 每一只宝可梦 与训练家之间的邂逅 总能孕育出新的羁绊 小智桀骜不驯的喷火龙 装逼如风的蜥蜴王 坚毅不驱的大师兄 阿金的魅控 波克太郎 擅长打台球的伟太郎 长着同款刘海的皮球 大无桑无敌的白金巨金怪 西罗那屁腻的烈咬露莎 赤红风神的妙蛙花 还有某位宝宝碑 冠军的耿鬼 傲娇的仙子衣布 慎重的水溅规 训练家与宝可梦之间会愈发相像 情感与羁绊也会愈发紧密 这是陆老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领悟到的重要真谛 朦朦胧胧间 陆也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 是正在天花板上打哈欠的耿鬼 口节 耿鬼像个气球趴在屋顶 睡眼可爱 不过一睁眼就见到幽灵 还是很恐怖的 陆也 耿鬼半夜上床的话 算不上鬼压床 陈希透过窗纱照射进屋内 金发丽人一袭蓝色衬衣 背身侧躺在白枕 金发扑散在白床 几根青丝紧贴细腻血白的脖梗 她的呼吸均匀 穷鼻高挺 侧颜的嘴角 勤着一贯的弧度 陆也动作轻微地起床 同客厅的滴滴运作的骆托姆 扫地机形态 打了个招呼 立方水缸处也传来了一缕波导致意 然后走进厨房 喊落托姆启动传说厨具形态 思考今日的菜谱 仙子一部会半迷糊地走进厨房 用缎带从案板上顺走半块树果 又晃悠悠地回去继续睡 葱油冰有时会帮忙切菜 有时是在屋外的空地练习挥葱 嘎 Sigma 风宿狗躺在客厅内 好似盘踞领地的狮子 伸舌头时又二得像之哈士奇 幽姬 幽姬拉斯专注地看播客笔打游戏 或者目不转睛地盯住电视 陆也准备好美味的早餐 等待金发利人挠着乱糟糟的头发 走出卧室护道一声早安 这是在灵兰大会期间 灵兰岛发生的一天普通日常 灵兰大会的决赛 由小智与陆老师进行对战 为了全力迎战 小智召回了先前各个地区的老将监王牌 其中甚至有欧鲁德朗城的陆卡利欧 在世界初始之术 陆老师与水剑龟拯救了濒临枯萎的世界术 陆卡利欧也邂逅了小智 一位与亚郎波岛一致的波岛俑者 并答应小智在必要时会追随他进行战斗 因此出阵了小智灵兰大会的首发 灵兰岛的训练场馆中 带着绅士帽的亚璇 身旁跟随一只陆卡利欧 略显诧异地看向小智 这是你所说的 亚璇亚然地问 那位守卫世界术的陆卡利欧 是的 小智笑道 这家伙一向很冷酷呢 陆卡利欧抱着手臂 红彤瞥了眼亚璇 原来是亚郎的后代吗 陆卡利欧再度闭上双眼 嘴角勾起 看来亚郎的后人 继承了他的波岛天赋 亚璇神色微妙 作为波岛使者 亚璇能感知到陆卡利欧身上 与他先祖同源的波岛之力 这感觉就好像老祖宗刚从封印里爬出来 又被小智收服了一样 可 亚璇转移话题道 迎战陆老师的话 必须尽可能针对他的水剑龟 陆老师的水剑龟 对波岛的掌握程度实属罕见 亚璇深有体会地说 小智点了点头 与身旁的陆卡利欧对视一眼 陆卡利欧目光闪烁 涌现强烈的战役 我期待着与陆野阁下 以及那只水剑龟的对战 那股斗志化作阴晕的波岛 点燃了小智与他的王牌 翘 蜥蜴王叼着叶片 目光犀利 两臂的夜刃炼焰冷光 吼 喷火龙嚣张地朝天空喷出一道火焰 张开双翼 乌尔 烈焰猴半滴身躯 金色鳞甲的火焰燃烧 目光深邃而坚毅 卡比 卡比兽 卡比兽正在睡觉 袁露莎在他的肚皮上蹦跌 哇咔哇咔地大笑 皮卡 皮卡丘满脸慌张 想把袁露莎喊下来 因为被吵醒的卡比兽 脾气相当暴躁 袁露莎 快下来 小智跑回去救场 与宝可梦们打闹在一起 真似两手插兜 冷眼旁观 心中悄然有块尖兵融化 不同的训练家 不同的风格吗 真似闭目难难 这一刻 他领悟了竹篮冠军的那句折言 以及来自陆老师的教诲 逐渐地 真似轻敏其嘴 看向小智的身影 这家伙 将成为我最强大的劲敌 聊天群内 小智和陆老师会诗决赛 丽家眨了眨眼 眼嘴微笑道 小女子很期待呢 小智曾战胜过开拓区法老神代 小刚说 召回老队员的话 也能打出相当亮眼的发挥 青绿冷漠地道 小智已经是最拖真心阵后腿的训练家了 路也微微一愣 这股真心阵吊车尾的济世感 是怎么回事 柯拿福塞叹气道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真心阵全是怪物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阿杜披着斗篷 闲坐办公室喝茶 随意道 听大幕博士说 每届联盟大会都会出现真心阵训练家的身影 这是从古流传至今的一文 阿金切笑道 这就是你被吃前辈干碎的原因吗 杜杜鸟 随着口袋妖怪的发售 杜杜鸟的外号也逐渐深入人心 但这对龙系冠军阿杜而言 无疑是种挑衅 阿杜鹅脚一跳 红发根根耸立 宛如愤怒的巨龙 群成员阿金被群管理玉龙杜移出聊天群 刚出小黑屋就被踢出去了呀 小倩幸灾乐祸道 有够惨的诶 我看小金太可怜了 赤红青可道 就把他放出了小黑屋 没想到 挫折也是训练家成长的重要过程呢 大吴微笑道 今天怎么有空聊天 米可丽问 柯拿嘴角疯狂上扬 莫非米可丽是设置了特别关心 每回大吴上线都能见到他 阿 在帮陆老师打听Mega时的事 所以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大吴解释说 陆老师 可恶的大吴桑 成 可恶的金老五 我把阿金的入群申请给拒绝了 陆也淡定地说 让我冷静冷静 大叶挠了挠爆炸头 陆老师决赛用什么阵容理 询问训练家的战术安排 是与举之举 吴松和尚文建家 优雅地道 等到后天的比赛 自然能见到结果了 无论是谁夺得大会冠军 挑战冠军联赛 吴松都会以神奥最强天王之姿 迎接挑战 因为 吴松平光静下的双眼 犯过一道金光 劳资累了 不想再加班了呀 善解人意的克利斯塔 邀请阿金加入聊天群 这一回阿金学聪明了 先思戳路老师 试图彰显革命友谊 下回打台球 让你食肝怎么样 阿金诚恳道 路老师 对于能绕开黑八把白球 打进洞的路老师而言 这句话无疑是命中要害 效果拔群 看来打完灵篮大会 路也悠悠地想到 又得做冬请客吃饭了呀 关掉聊天群 路老师看了眼大会行程 半决赛刚刚落幕 后天的决赛将在 圣火燃烧的主会场进行 届时神奥冠军 四天王 达马兰奇会长都会出席观战 灵篮岛上的游客不减反增 许多人是专程过来看决赛 马智氏自从被打击自信后 专心于船长事业 这几天来回 从关都运输客人到灵篮岛 花子阿姨和魔墙人偶 也搭乘水流号 前来替小智加油 顺带见一面路老师 小智这孩子 承蒙民费辛辣花子阿姨 手捧脸颊 递上手工制作的点心 柔声笑道 哪里的话 路也礼貌地说 不过我也是奔着神奥冠军来的 所以 不 无需留情 请您好好教训小智那孩子一顿吧 花子双目认真 这位温柔的女性 同是也一位严苛的母亲 让那孩子见识训练家道路的残酷 花子的眼底闪过一丝落寞 小智的父亲是一位训练家 却在一次探险时下落不明 她独立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这位坚韧的母亲 同样有着自己的考量 假如她在迎头受挫后 还不放弃这条道路 花子目光坚定 微笑地说 那我也只能 继续支持小智 成为宝可梦大师了吧 路也发正片刻 点头道 您放心 我一定让小智 见识一下 何为真正的残酷 下午 灵兰岛的旅客越来越多 小兰的摊位门可罗雀 火箭队的生意爆棚 达克多倾情代言 卡包暴率良心十足啊喵 喵喵站在摊位上吆喝 小次郎搓手笑道 是啊是啊 我们肯定不会说 这是我们故意设计 五脏捂住小次郎的嘴 将笑道 哈 总之 大家快点来买吧 游客们面面相去 在三人组不安的心情中 如潮水般涌上前来 我要陆老师的周边 我要竹篮冠军同款冰淇淋 抽卡 蓝天白云 继续抽 我踏马抽爆 决赛前的预热阶段 各大媒体与记者都做足了准备 消息传回魔都市 陆野这位耀眼的天才训练家 吸引了无数眼球 陆老师又双 弱镯打宝宝杯了 打通神奥联盟 陆老师也该回来挑战冠军之路 争夺一下冠军头衔了吧 冠军之路 青少年杯 不能再多了 陆老师也有回去挑战冠军之路 争夺冬皇冠军的打算 不过队内目前仅有两只冠军实力的宝可梦 谨慎起见 还是得再发育一段时间才行 大吴桑寄来的矿石 沙沙岩石已经快被又基拉斯肯见底了 目前又基拉斯已经掌握了沙豹 往后的训练目标有些艰巨 只对钱包而言 老班的代表招式之一 尖石攻击 重砸地面掀起成牌锋利的岩柱 从他的命中率只有80%来看 就能大致知道这招式的威力惊人 想让又基拉斯掌握岩石系的尖石攻击 至少在矿石和训练场地租赁费这方面不能节省 不过陆老师目前身家过亿 主要是胃不好 否则还想反过来包养萌萌的 远在阿罗拉旅行的父母 得知了灵兰大会决赛的消息 谈来视频通话 灵兰大会的决赛 应该比你之前那个波加曼碑水平要高出很多吧 母亲梁芳事先查询过 此刻试探地问 水平都差不多 陆也笑道 就不劳烦你二老费心了 梁芳松了口气 接下去又是多添衣服 注意饮食地续道 像吹拂过卢尾丛的阵阵清风 陆也安静地聆听着 侧头望向身旁窥视 满脸关心的耿鬼 口结 没事 陆也忍不住露出微笑 6月3日 周四 晴朗无风 灵兰岛的主场馆 能容纳十万人的四面看台 坐无虚席 灵兰大会的决赛 即将在主会馆打响 声势化作恐怖的音浪 呐喊声撼动场馆 激动与热情尽情宣泄 阿金和西巴 马智氏坐在一起 又看向隔着几个席位外的小银和小蓝 克里斯塔尔和阿密 阿金哀叹道 为什么我要和这两个壮汉坐在一起啊 因为连坐票很难买 马智氏戴着墨镜 挂着金链子 迷彩背心 暴毙道 这已经是那个叫悟松的天王 观照后的结果了 西巴宽大的背部挡住了后排观众的视线 此刻只好低下身子 和握双掌 他今天穿着巨大号的白T恤 遮挡住争鸣的伤疤 旁若无人 失望到 馒头都吃完了 阿金伸手拍了拍西巴的肩膀 嘿嘿一笑 劝杜杜鸟 劝阿杜让我入群 我让伟太郎去给你买愤怒馒头呗 西巴金光一现 与阿金握手道 成交 大木博士和青绿千里迢迢赶到林兰岛 并没有向神奥联盟申请特殊待遇 照常购票入席 哦 大木博士穿着白褂 瞭望场地 规模一点都不输给十英高原吗 整座林兰岛 都是为了联盟大会而规划 青绿衣着紫色上衣 单手插兜道 有这种程度并不奇怪 花子摇晃着拉拉棒 惊喜道 魔墙人偶 快看 小智登场了 霸离 魔墙人偶随之欢呼 接下来有请 来自真心镇的训练家 小智选手 小智从选手通道出场 耳旁的欢呼声逐渐真切 兴奋地朝四周招手 这是我距离联盟冠军最近的一次 小智胸膛发热 挥舞着手 目光看向观赛席的花子 咧嘴一笑 就算无法战胜陆老师 也要用对战 证明我和大家的羁绊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来自魔都市的选手 陆野 西罗娜一袭黑色风衣 交叠双腿 嘴角缓缓扬起弧度 阿柳的呆毛摇晃 道 陆 陆老师登场了 你那么激动干嘛 大叶奇怪地问 假如陆老师夺冠 很可能挑战四天王的席位 阿柳结巴地说 趁现在 可以好好观摩一下他的战术 大叶两手插兜 面色古怪 陆老师真要挑战的话 那也是用水剑龟 来挑战我吧 悄悄瞥了眼橘子优雅的悟松 大邪心头一沉 悟松这次要加班 肯定是没空接受陆老师的挑战了 欢呼声热烈 陆野向镜头伸手 浮现一丝微笑 在他的身旁 耿鬼掰开嘴角 眼球向左右两侧分开 伸舌头半鬼脸 口结 场馆内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 口结 耿鬼呲牙一笑 如跳水般钻回了陆野的影子 骆托母图见山洞鸡蟹臂 飞在陆野身旁 播报道 个人直播间已经启动了 骆托 无法抵达现场的水友们 齐齐涌入陆老师第一视角的直播间 来了 兄弟们 动了 我的精灵球动了 开冲开冲 四面的看台上 一袭斗篷的达克多 面容冷峻的真似 头戴绅士帽的亚选 神奥的四天王 冠军希罗那 远道而来的大幕博士 或熟悉或陌生的训练家们 聚焦于这场灵篮大会的决赛 小智的蓝色马甲随风摇动 深吸一口气 转了转茂言 全场比赛的第一只首发 在赛前就已经选定 陆野注视小智 微微一笑 全力进攻过来吧 小智 小智眼神一鸣 嘴角露出笑容 猛地伸手道 就决定是你了 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从肩头跳上手臂 又凌空跃至对战场地 四肢伏地 脸颊刺起电流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3章 敌人虽重 一击皆斩 看向四肢伏地的皮卡丘 陆老师心头微动 皮卡丘在联盟大会中的表现 往往忽高忽低 堪称神经刀 遇上强敌 皮卡丘往往会爆发出极强的斗志 化身皮神 但大多数时候 皮卡丘处于滑水状态 人送外号影帝 迎战皮卡丘 重要的是不能让他暴肿 因此心理战也是战术的重要一环 首发皮卡丘嘛 陆野握紧精灵球 不出所料 按照赛前的首发安排 陆老师派上了对皮卡丘 宝具 就决定是你了 波克比 波克比的实力并不弱小 入队时间甚至早于葱油冰 仅仅因为萌娃状态 容易让人忽视他强悍的实力 首发波克比 即便先读落空 也能用接力战术无缝轮换 更何况 波克比的欧气 足以和皮神的暴肿相抗衡 此刻 一场萌娃之间的互殴大战 正式打响 精灵球中 飞出一束白光 小家伙碰得跳出 兴高采烈 恰机都一 落地后 波克比摇摇晃晃 站稳脚跟 开心地挥动小手 场外一片喧哗 直播间内也开始刷屏 拿宝宝来打宝宝杯决赛 这很合理 顺境水见规 秘境波克比 绝 绝境葱油冰 这可不是放水 这是特娘的 有备而来 四周的看台 阿金的波克太郎 砰得飞出精灵球 兴奋地煽动翅膀 波克波克 暗昧加油 你挡到我视线来 波克太郎 阿金说 波克 另外一侧的看台 花子阿姨扶着脸颊 笑吟吟道 阿拉 波克比和皮卡丘都很可爱 青绿微微皱眉 低声道 这是陆老师 为了限制皮卡丘的发挥吗 那就来给波克比做一手穿柳吧 大木博士暴毙汗手 眼睛一亮 锤掌笑道 寒冷的清晨 波克比缩进被窝 真是可爱啊 明明灵感涌现 大木博士却惨遭忽视 所有观众的注意都集中向场地 波克比好可爱 两只萌娃 我要一只就够了 坏了 小智的皮卡丘恐怕要开眼 标准的对战场地上 皮卡 皮卡丘低伏四肢 扭头看了眼小智 有些不情愿 动画当中 皮卡丘对上小霞 对上小光都会收手 更何况是迎战波克比 不要轻视波克比 皮卡丘 小智认真道 那是陆老师培育的精灵 竭尽全力的上吧 皮卡 皮卡丘点点头 再度看向波克比 双目专注 脸颊刺起电流 裁判环顾双方 举起旗帜 对战开始 小智书弟伸手 大声道 皮卡丘 电光一闪 皮卡 皮卡丘低伏四肢 如同掠过的一道白光 急速冲撞而来 陆老师都已经会被皮卡丘的配招了 电光一闪 铁尾 伏特攻击 十万伏特 全是莽夫配招 一切战术转突脸 这正是真心阵小智的最强战术 波克比 路也道 使用撒娇 撒娇能大幅降低对手的进攻性 对于三个武功招式的皮神而言 无疑是巨大的削弱 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罚城为下 攻心位上 恰机都一赛 波克比目光闪烁 恍如可爱的眼神光波 传递向迎头冲来的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恍然一震 速度也变慢了几分 都一波克比的小手中 握着一块晶莹的进化骑时 双抗都有了显著提升 砰 波克比轻松抵挡下这际冲锋 在空中转了个圈 轻盈落地 没有观众再质疑双方的手发 纷纷屏住呼吸 对路老师而言 派上波克比似乎是个最佳选择 皮卡丘 小智立刻改变打法 拉开距离 使用十万伏特 皮卡 皮卡丘直立上身 疏地向后跃起 脸颊涌动呲呲的电流 路老师升起一丝警惕 不可能让皮身把十万伏特 皮出来的 精神强念控制住皮卡丘 恰机都一 皮卡丘位于半空无暇躲闪 波克比摇晃手指 粉红色的念力 瞬间将皮卡丘禁锢 皮卡 皮卡丘面露挣扎 触在粉红色的念力光芒之中 脸颊的电力 无法涌向全身 在挑战金黄式超能道馆时 勇集拉近户bug的念力控制 就曾给皮卡丘 造成过不小的困扰 幸好尾巴上能活动 小智大声道 皮卡丘 使用铁尾 皮卡 皮卡丘的铁尾骤然灰落 砰得响起剧烈轰鸣 小智选手的皮卡丘 成功脱困了 解说原道 双方接下去的选择是 一阵掀起的阳烟 形成视觉阻碍 路也用超课之力 感知到波克比的位置 感应下达指令 天使之吻 上吧 皮卡丘 小智则猛地挥手 斗志燃烧到 伏特攻击 阳烟之中 骤然窜出一道苍蓝色的电光 皮卡丘浑身涌动 灵力光芒 脉动四肢 划过电光 一起绝尘地冲过半场 皮卡丘以惊人的速度 发起冲锋 解说原睁大双目 这是 电系的终极招式 这解说原 还是不专业呢 马智氏推了推遮阳镜 迷彩背心上的大金链子 反射阳光 那当然 阿金一副懂歌的模样 点评到 终极招式 还得看我家皮丘的超级蓄日电技 马智试愣了一下 嘀咕道 你叫得那么霸气 其实 那就是伏特攻击 电系的终极招式 当属至少要调动雷弓那种程度的电力 才能施展的千万伏特 小智与皮卡丘可以借助Z力量来施展千万伏特 但此刻 小智作为训练家的实力 还远没到那种程度 路也面对夺目耀眼 冲锋而来的电光 神色如常 恰机嘟一 波克比两只短手摆在身后 向场地一侧跑去 却轻松避开 冲锋而来的皮卡丘 砰 皮卡丘撞至场地外侧的防护板 烟雾飞扬 裂开焦黑的大坑 伏特攻击落空了 解说员正声道 波克比竟然避开得这么轻松 坐在象征冠军的席位上 希罗纳手扶脸颊 嘴角勾起一丝微笑 身为波克基斯的训练家 希罗纳自然能认出刚才的异常状态 波克比的天使之吻 欧气加持下 近乎百分百造成混乱 在刚才的扬烟之中 路也正式下达了天使之吻的指令 大屏幕上的回放 播放出方才波克比的行踪 恰机嘟一 夺目耀眼的苍蓝电光滑过半场 波克比送出一个飞吻后 赶忙向旁边避闪 飞吻正中迎面而来的皮卡丘 冲锋失去目标 直直撞向场外的防护板 皮卡丘 小智紧张地大喊 皮卡 皮卡丘摇摇晃晃地从防护板起身 眼貌金星 撞了个七荤八素 皮卡丘陷入了混乱状态 解说员道 刚刚的避闪得益于天使之吻成功命中 弹幕早有准备地划过一串脏脏脏脏 波克比的打法也能这么素质 不用动手 皮卡丘被自己撞了个半惨 波克太郎兴奋地上蹿下跳 拱着身旁的阿金 波克不克 阿金的脸被波克太郎翅膀推嗓着 道 我看到了 不用这么激动吧 喂 看台边上 青绿神色微妙 欲发觉得爷爷的眼光独到 不愧是你啊 战术之人 小智 皮卡丘 不知道小智的大声咆哮 能不能解除混乱状态 总之 尽可能地抓住机会 路也指挥道 魔法火焰 恰机都一 趁着皮卡丘发晕的空隙 波克比手指在空中滑出圆圈 圆圈外侧泛着精美的花纹 一簇橙色火焰从圆圈中央飞出 砰 魔法火焰轻松将皮卡丘吞噬 爆炸将后者先飞 小智大喊道 皮卡丘 后者在空中倒飞两圈 晃了晃脑袋 落地后勉强站稳脚跟 暂时回来吧 小智松了口气 与皮卡丘对视道 皮卡皮 皮卡丘点点头 轻盈地跑回小智身旁 调整紊乱的呼吸 陆也心头一紧 坏了 没把皮身给限制死 每次皮卡丘回场之后 都像是能回血似的 我怀疑你这只皮卡丘不合法 是在生力特性 小智身后地看台 真似两手插兜 面色冷峻 看向陷入思考的小智 真似紧皱眉头 为了迎战你 陆老师做了万全的战术安排 你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小智 我必须在天使之吻出手前 击倒播客笔 小智自言自语 低头看向掌心的精灵球 眼神恢复坚定 也就是说 必须取得速度上的优势 小智 决定是你 蜥蜴王 智出的精灵球 飞出一束白光 蜥蜴王叼着树枝 目光犀利 两臂的叶刃炼焰悠光 恰 这是小智在风源地区的王牌 大木博士抱着手臂 笑道 是个迅捷如风的剑客呀 一阵微风吹拂 蜥蜴王抱着手臂 闭目叼着叶片 开吼 且随即风前行 身后亦须留心 见到蜥蜴王 陆也眉毛一条 同样收回了波克笔 对待剑豪 就应该用剑胜迎战 决定是你了 葱油冰 陆老师制出纪念球 其间飞出毛色雪白的葱油冰 白光逐渐散去 场地之上 葱油冰手持剑刃与盾牌 V字形的浓眉 眼神犀利不凡 嘎 集中起来的意志 可以击穿完石 在半决赛中 压压给凌篮大会的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刻 葱油冰再度登场 迎战同样擅长夜刃的蜥蜴王 整个直播间开始震动 四面看台响起热烈欢呼 大剑豪VS大剑豪 装逼如风 长扮无身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逼王 压压给叶煞 不论场馆四周的声势何其浩大 场地中央的蜥蜴王与葱油冰都不为所动 恰呕蜴王叼着树枝 半眯着眼 不动声色地打量葱油冰 他警觉到了强大的气势 但这股气势却让蜥蜴王眼底放过金光 斗志昂扬 嘎 Sigma 葱油冰杯从中来 前天不是刚打过对战吗 怎么现在又要让我上 混子Carrie也要讲究基本法吧 看台边上 稀巴嚼着馒头 目光沉稳地看向场地 无论是蜥蜴王意或葱油冰 两者都是使用剑术的好手 但剑招却又截然不同 如疾风骤雨般的高速连打 如鸡川玩时的流星突刺 究竟谁能取胜 或许正是双方的博弈所在 这只蜥蜴王曾有过图神的记录 陆老师提高警惕 葱油冰迎头一击 嘎 葱油冰提起剑盾 宛如冲锋的骑士 骑枪闪烁凌厉光芒 恰 蜥蜴王叼着树枝 向前纵身一跃 爆发出惊人的速度 你的速度太慢了 这点光一闪好快 重细天王阿柳瞠目道 即便是他以速度著称的铁面忍者 都不一定能赶上这只蜥蜴王的速度 小智 擅长着重高速的快攻战术 希罗娜微微一笑 这也是他的优势所在 战术 凸脸就是最好的战术 蜥蜴王的速度着实有些惊艳 错身而过之时 蜥蜴王轻松避开葱油冰的骑枪 叶刃泛起凌厉的翠色 蜥蜴王反手批中葱油冰的后背 砰 陆老师的招式又双 弱卓Mess 不愧是和陆老师最像的鸭鸭 一击命中 蜥蜴王的攻势不仅没有迟缓 一刀接着一刀 升起更强的威势 如极风骤雨般连斩而来 这是蜥蜴王的连斩招式 解说原道 依仗惊人的速度 每一斩都会更加锋利 翘翘 蜥蜴王叼着树枝 两臂的叶刃覆盖翠色 电光一闪来回一动 幻化作残影连续批中葱油冰 砰 砰 砰 短短一瞬 葱油冰的后背 升起树道伤痕 根本无暇对敌 葱油冰的大葱 太笨重了呀 速度太慢了 要被快弓直接忙死 这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 小智悄悄攥紧出汗的掌心 继续倒 蜥蜴王 连斩 翘 蜥蜴王这一记连斩 升起灵力的锋芒 纵身斩落 在蜥蜴王进攻的同时 陆老师也在观察他进攻的间隙 看破 陆也道 千军一发之际 葱油冰回身提盾 蜥蜴王的残影停顿一瞬 翘 蜥蜴王叼着树枝 目光一正 嘎 葱油冰举着盾牌 目光犀利 淡然一笑 咚 葱油冰向前提盾 一记盾反格挡 蜥蜴王的攻势被破一顿 恰 蜥蜴王向后轻盈跳跃 落地后嚼着树枝 浑身泛起脆色的光芒 蜥蜴王 小智抓住机会 握拳道 使用飞夜风暴 四周的草系能量 持续涌入蜥蜴王茂盛的尾巴 脊背处的黄色囊带 升起晶莹的能量光线 一道道锋利的叶片 盘旋在蜥蜴王的四周 宛如搅拌机旋转的刀锋 正与积涉而出 先逼出葱油兵的看穿 再使用飞夜风暴吗 青绿单手插兜 勾起淡淡的笑容 小智的水平也提升了不少 仅凭这个 想要击败陆野的葱油兵 怕是远远不够 大木博士沉声道 昔日在大木博士的后院 这只葱油兵 就曾给大木博士留下深刻印象 而在本届陵兰大会 葱油兵完美展现了 与气势相符合的实力 承受下来 葱油兵 鹿野道 使用剑舞 下一刻 乌泱泱的叶片 闪烁着凌厉锋芒 如树千把利刃铺天盖地 积射而来 嘎 葱油兵以自身为中心 转动盾牌与剑刃 好似风暴与风暴之间的对决 钉 钉 钉 叶片与金属 激起一连串的火星 冥想尖锐而刺耳 这是 真似正正地说 反权防护罩 即便是进攻或是变化招式 也能完美起到防护的作用 无论是真似还是小智 都将这一招运用得娴熟自如 而身为战术之人的陆老师 恰好都会一点点 叶刃风暴撕扯着葱油兵的剑刃 大量的叶片穿透防御 击中压压的身躯 但更多的叶片被扩刃般的大葱 以及坚固的盾牌抵挡在外 激起火星与奸明 巨大的葱刃 是葱油兵的笨重之处 但却也是他的优势所在 为了施展叶刃风暴 双方的距离拉得很远 提供给了蜥蜴王助跑加速的机会 恰好 在施展完招式后 蜥蜴王没有丝毫停顿 砰得一声脚踏地面 荡开气浪 急速越斩而来 蜥蜴王 小智大吼道 叶刃 恰好 蜥蜴王叼住树枝 两臂摆在身后 叶刃泛起凌厉脆色 骤然跃起 叶刃掠过道道残影 好似密不透风的刀王 向抬头仰望的葱油兵 劈斩而来 一盏千机 嘎 葱油兵云淡风轻 步伐僵硬而沉稳 无神又好似炯炯放光的眼睛 明望向蜥蜴王 恰 蜥蜴王猛的一阵 真正的大师 永远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葱油兵 鹿野喝声道 勇鸟猛攻 葱油兵高举葱刃 背后升腾起金光闪烁的巨鸟 那只巨鸟在剑刃上不断盘旋 最后与刀士一同劈斩而出 敌人虽重 一击皆斩 砰 勇鸟力声飞向叶刃的残影 将刀士轻松绞碎 继续俯冲向半空中的蜥蜴王 恰 蜥蜴王瞳孔收缩 叼着树枝 额上一滴冷汗滑过 轰 剧烈的震荡 场馆内掀起扬烟 蜥蜴王向后倒飞 重重地摔至地面 东 蜥蜴王丧失战斗能力 裁判举起旗帜 葱油冰雪白的身躯上满是细密的伤口 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嘎 葱油冰举起剑刃 直播间卡顿了片刻 玄机满屏的666铺天盖地而来 快攻 就一刀的事你和我快攻 本届林兰大会MVP 内定葱油冰 我压压才是当今第一大剑豪 看台四周 西八沉生岛 承受猪怒浪般的进攻 最后用一击定出胜负 他闭上双目 汉手道 好似拳击手的KO 这正是格斗的含义 我还以为 葱油冰都快被快攻打死了呢 阿金则舌道 幸好有个盾强 不算吃亏 马智氏字牙笑道 小智宝宝 逼出了葱油冰的四个招式 已经挺不错了 辛苦你了 回来吧蜥蜴王 小智收回蜥蜴王 闭目回忆方才的战斗 陆老师的葱油冰并没有携带本系的格斗技能 这也是我的机会 既然是以力量决定胜负 那就决定是你了 小智猛地致出精灵球 拜托了 卡比兽 直播间弹幕飞过一连串的 秘书姓大师 不 这应该是训练家思考后的结果 路眼眉毛一条 小智的训练家水平 在神奥期间突飞猛进 至于他的宝可梦 是有各种大佬替他挂机培育 这就是真心阵训练家的待遇所在 东 卡比 卡比兽落地时 整个场馆震动 但也仅限于一下 聊天群内 小刚点频道 小智这只卡比兽相较同类 算是比较瘦小的了 卡比兽也可以走快攻的战术风格吗 小黄好奇地问 小智比较擅长这种风格 赤红笑道 我的卡比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赤红的卡比兽 是能徒手硬抗心干线 力量点满的恐怖恶兽 至于小智的卡比兽 花式蝶勇 相扑格斗 是一个灵活的小胖子 先前路老师并不知道 小智的首发阵容 此刻 看向卡比兽 陆老师心情微妙 小智不会是把全主力阵容都带来了吧 这只橘子群岛的卡比兽 尽管出战次数不多 战绩却相当豪华 是公认的王牌之一 嘎 Sidman 葱油冰刚装完毕 仰头打量卡比兽 吓了一跳 回来吧 葱油冰 陆爷取出纪念球 将它收回 压压这才松了口气 可以回去休息了呀 等于等于 这场决赛中 陆老师没给葱油冰带本系技能 倒是给其他宝可梦带了格斗招式 上吧 风速狗 陆爷制出豪华球 熬悟 风速狗低幅四肢 滋起牙齿 亚麻色棕毛摇曳 黑红色的纹路 威武不凡 应对物攻守的策略 解说原道 陆爷派出了威吓 特性的风速狗 卡比兽与风速狗相对助力 小智的蓝马甲随风晃动 身旁一只皮卡丘 身前体格敦式的卡比兽 见到陆老师登场的宝可梦 小智深吸一口气 认真道 卡比兽 使用百万吨重拳 咚 咚 咚 卡比 卡比兽脉动扎实的步伐 眯着眼睛 又全白光 势大力沉地砸向风速狗 迎上去 使用近身站 陆爷道 熬悟 风速狗四肢屈身 疏地向前扑咬 棕毛向后摇曳 四肢泛起凌厉的白光 砰 百万吨重拳 率先砸中风速狗的身躯 后者发出一声低吼 继续发起冲锋 守住 小智抓住时机 指挥道 陆爷微微一正 想不到你个浓眉大眼的小智 也带了守住 看台边上 针似仰起嘴角 静敌之间 偶尔也会携手的 陆老师 卡比 卡比兽护起双臂 身前亮起脆色的光壁 牢牢抵御风速狗的冲撞 旋即 小智大吼道 卡比兽 泰山压顶 卡比 卡比兽用肥瘦身躯顶撞开风速狗 灵活的平地跃起 东 地面开裂 小智选手的卡比兽 解说员看向遮天蔽日的卡比兽 弹跳力居然如此惊人 卡比 卡比兽张开四肢 肚皮朝下 在重力的加持下 仿佛能镇压一切宝可梦 使用挖洞 路也道 风速狗脉动前肢 在卡比兽下坠前潜入地底 小智目光一鸣 大声道 就这样 保持下坠的动作 对地面使用百万吨重拳 卡比 卡比兽如泰山般重砸向地面 肚皮朝下 挥动势大力尘的右拳 呼 大木博士眼神流露异彩 这是要人造地震 轻律同样有些诧异 抱着手臂 嘴角勾起 这种灵光乍现的指挥 或许是小智的独特天赋 路老师抬头望天 这指挥我熟悉啊 在每届比赛 小智总会有这种奇特的 灵机一动的操作 小智一击灵 轰隆隆 卡比兽从天而坠 重拳砸向地面 剧烈地震荡 撼动了整座场馆 哄 风宿狗 及时跃出地面 恐怖地震荡波席卷而来 直面之下 风宿狗的伤势不容乐观 狠狠地滋起牙齿 熬屋 就是这样 小智目光兴奋 挥拳道 卡比兽 最后的终极冲击 到此为止了 路也伸手道 风宿狗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体力越宾威 威力越大 双倍克制 卡比兽的格斗招式 卡比 卡比兽 堪堪从凹陷的地面 爬起身 正欲迈动双足 一道灵力的光芒冲撞而来 砰 凹霧 风宿狗 悍然冲撞向 卡比兽的腹部 起死回生的一击 逆转了局势 将卡比兽猛然撞飞 撞向场地边缘的防护板 哄 卡比兽 嵌入防护板的凹陷 撼动整座场馆 观众们瞠目结舌 甘咽唾沫 方才 发生了什么 不是陆老师逆风吗 怎么突然翻了 这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 陆老师 卡比 卡比兽狼狈地从防护板抽身 两只手向下搭拉着 喘着粗气 仅剩下一丝体力 陆也略显诧异 没想到 卡比兽 竟然还能站起身 但想来 这也是自己喜欢这些坚毅的宝可梦的缘故 正因如此 在全市羁绊的对战中 自己才必须全力以赴 小智 卡比兽 使用睡 风宿狗 陆也领声道 神速 嗷呜 风宿狗迈动脚尖的四肢 棕毛飘逸 神速化作灵力的白光 抢先一步将卡比兽击中 卡比 卡比兽 发出一声闷响 旋即向后倒地 东 沉烟飞扬 裁判挥舞旗帜 卡比兽丧失战斗能力 嗷呜 风宿狗昂首乌叫 黑红色纹路的身躯 流露英勇与可靠 转头向陆老师时 又流露一丝憨厚 嗷呜 辛苦拟了陆也抚摸走下场风宿狗的大脑袋 漫天的欢呼声中 小智低垂眼帘 悄悄握紧双拳 已经到此为止 不能更进一步了吗 小智 陆也忽然开口 啊 这场比赛后 陆也微微一笑 邀请到 和你的宝可梦 一起来我家吃饭吧 我制作了能量方块 呃 还有辣味咖喱 小智的蓝色马甲随气浪翻涌 双目逐渐放光 用力点头 咧嘴笑道 没问题 请选手派出下一只宝可梦 裁判挥舞旗帜 小智的双目恢复信念 转了转茂言 以棒球投手姿势 致出精灵球 拜托了 烈焰猴 乌尔 烈焰猴的灵甲燃烧火焰 半滴身躯 目光坚毅地看向陆也 你变强了呀 烈焰猴 陆也露出笑容 想起出道神奥时 那只瘦弱的小火猴 乌尔 烈焰猴用力汗手 看向陆老师 双目绽放更强烈的斗志 不断 不断向强者挑战 直到和训练家登上最强的巅峰 陆也轻蔽双目 感知到烈焰猴的情绪 低声道 挑战强者吗 收回熬战一场的风速狗 陆也取出潜水球 一束白光飞出 白光逐渐散去 浮现水剑龟的身姿 强悍的波导之力 宣泄无疑 化作气浪向四周挡开 乌尔 烈焰猴临甲处的火焰猛地窜生 握紧拳头 双目锋利 卡捏 水剑龟摘下墨镜 随意置到一旁 稍稍活动起脖梗 这近乎实质的战役 点燃了在场观众的情绪 无声中平住呼吸 小智 烈焰猴 微风吹拂陆也的黑色碎发 他双目微闪 嘴角勾起弧度 让我看看你们现在的实力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4章 猛火VS激流 穿着短裤 蓝马甲的小智 身前助力 磷甲燃烧的烈焰猴 与他相对 水剑龟不乏沉稳 衣着衬衫的陆也 两手插兜 一阵微风吹拂过场地 视线在空中碰撞 陆老师罕见的热血沸腾 那么 就让小智见识更广阔的道路 然后 去成就属于自己的冠军与荣耀 场馆寂静无比 裁判叔弟挥落旗帜 对战开始 烈焰猴 音速拳 小智压低冒眼 抬起放光的双眼 猛地向前挥拳 乌尔 烈焰猴怒声咆哮 脚踏地面 砰 地荡开气浪 身形急速闪烁至水剑龟身前 铁拳泛起灵力白光向前挥出 砰 气浪荡开 水剑龟单找握住烈焰猴如残影般挥出的拳头 眼神愈发冰冷 把音速拳直接攥住了 针似瞳孔一颤 他用波导锁定住了烈焰猴的位置 亚旋低声道 然后提前做出了应对 拳羽掌僵持在半空 烈焰猴伸出的手臂隐隐颤抖 水剑龟伸出的手掌纹丝未动 乌尔 烈焰猴瞪大双眼 视线从拳头一向沉稳的水剑龟 嘴角反倒勾起兴奋的笑容 乌尔 烈焰猴眼神愈发锋利 头顶橙黄色的火焰猛然窜声 左拳挥向水剑龟的面部 砰 拳头深深凹陷在水剑龟的脸庞 碰撞声在寂静无声的场馆中回荡 水剑龟抬起淡然的双目 平静注视烈焰猴 卡咪 这就是你的全部力量 乌尔 烈焰猴微微一愣 水剑龟平举右臂 猛地攥紧拳头 如炮弹般洞穿气流 咚地撞向烈焰猴的腹部 咚 乌尔 烈焰猴瞳孔收缩 整个身躯向后收缩 砰得向场管外侧砸去 速度实在太快 力量实在太过惊人 烈焰猴被这一拳砸飞 瞬间划过半场 撞向外侧的防护板 砰 碰撞撼动了整座场馆 乌尔 烈焰猴深深嵌入防护板 背后裂开猪网般的裂缝 漫天的灰尘当中 咚 烈焰猴从防护板上滑落 低垂脑袋看不见神色 勉强半跪在地 观众们纷纷吞咽口水 刚才 发生了什么 龟龟 一拳把烈焰猴砸飞了 这 这是冠军的力量 整个场馆煞时间震动 呐喊声贯彻上空 在灵兰大会的比赛上 见到一位冠军 派出了自己的主力 不光有天王 冠军主力都来了 嘶 难怪说这是宝宝杯 陆老师不装了 阿金亚然道 他是想要让小智宝宝 牢记今天这场战斗 马智氏摘下墨镜 揣回迷彩背心上衣兜 抱起手臂 一位训练家 光有热血与斗志 还远远无法成为冠军 你今天说话好有哲理 大叔 阿金搭着马智氏肩膀 搓着下巴 哼 马智氏嘴角疯狂上扬 一位退伍军人的人生经验罢了 西八两掌和卧 注视场馆中央 半跪在地的烈焰猴 仅仅是为了碾压小智 赢得冠军 不对 如果是那样 烈焰猴根本难以承受 注水建规的水炮 采用对拳的方式 西八目光深邃 更像是一场指导 一场激励 陆也屹立在场上 气浪掀起他的衣摆 单手插兜 不动声色 这不仅仅是位温和的陆老师 他是直面过阿尔宙斯的冠军 是位严苛 并对学生寄予厚望的导师 是极战术与实力 于一身的训练家 陆也站在水建规背后 直视像微微出神的小智 只有这点程度吗 小智 乌尔 回答陆老师的 是颤威起身 烈焰猴的低吼 烈焰猴慢慢地站起身 握紧双拳 金木涌动着两粗火焰 恍如熊熊燃烧的斗志 他站稳身躯 眼神锋利地注视 向水建规 顶部的橙黄色火焰 像永不熄灭的战役 那股气势 似乎能一直战斗下去 致死方秀 还不止这样 陆老师 小智双目坚定 我和烈焰猴会不断变强 不断战斗下去 看台边上 西罗娜眼神微闪 嘴角勾起 他感知到了宝可梦 与训练家相遇时孕育的羁绊 关注这场对战的板木 交叠双腿 抚摸着膝头的猫老大 手底太阳穴 真心阵的训练家 似乎都有过人之处 不过 这似乎是来自导师的考核 是对后辈倾注的心血 板木微微出神 恍惚看见了自己与赤红的身影 一阵微风吹拂而过 水剑龟神色平静 屹立场地 龟壳尖若磐石 卡捏 水剑龟朝爬起身的烈焰猴勾了勾手指 乌尔 烈焰猴站稳步伐 紧咬牙关 上吧 小只伸手 大吼道 烈焰猴 闪咽冲锋 烈焰猴浑身涌动苍蓝色的火焰 林甲升起汹涌的城黄火焰 两股火焰交织成澎湃的火团 在火团的包裹下 烈焰猴骤然冲过场地 脚底的地面碎开裂痕 气浪向两侧荡开 碎石凭空飞起 爆发出嘶声的怒吼 乌尔 烈焰猴 使用出威力惊人的闪焰冲锋 解说圆阵声道 这 这是要选择殊死一搏 太鲁莽了 青绿微皱眉头 大木博士哈哈笑道 但这也是小智的战术风格呀 不够 这种程度还远远不够 路也深深皱眉 尽管大师兄是越挨打越强 但这样鲁莽的指挥 对大师兄的摧残实在太大 就好像在卡洛斯决赛中 拖自己与天回合的忍蛙 小智的战术水平糟糕到了极点 这种水平还想拿大会冠军 乌尔 汹涌而来的烈焰猴 化作金色火团 高温扭曲了空气 熊熊火焰映照了视野 先丢掉幻想 迎接现实 水见龟 路也领声道 水流裂破 卡捏 水见龟缓缓伸泉 拳头汇聚一团灵力的水流 那团水流 宛如有呼吸一般 盘聚在拳头 跟随拳头的挥动 拖叶残影 好似即将破裂的水光 闪焰冲锋汹涌而来 这一拳骤然挥出 哄 澎湃水流与苍蓝火焰的碰撞 激起漫天的水雾 剧烈的爆炸声 撼动场管 视野全被萌萌的雾气遮蔽 谁 谁赢了 冠军的认真一击 这是要直接秒了吧 砰 乌尔 浓雾之中 烈焰猴伤痕累累的身躯 随着爆炸飞出 发出痛苦的堤吼 伴随着黑烟撞向地面 砰砰连撞两下方才落地 剧烈的爆炸 升腾起萌萌的水气 逐渐汇聚向天空 一滴水珠坠落 下起犀利朦胧的细雨 细雨 溅在水剑龟不动声色的脸庞 深灰的龟壳 激起细萌萌的水雾 卡捏 水剑龟 胆了胆胸膛的灰烬 方才那季闪焰冲锋 造成了微小的重创 得回去 嚼复火草才行了 而水流裂破的炸裂 与苍蓝火焰的爆炸反冲力 叠加在一起 汇聚惊人的力量 场馆鸦雀无声 观众们看向倒地僵硬的烈焰猴 正正出神 好强 这只水剑龟好强 来自冠军的现场教学 西罗那目光落向大雨中的路野 他神色如常 正打算收回水剑龟 他一定非常失望吧 对于小智寄予厚望 却展现出糟糕的战术水平 全凭羁绊瞎打一气的指挥 他不是奔着失败而来 但他期待一场能动真格的较量 并期望学生能拿出匹配自身 宝可梦实力的训练家水平 宝可梦对战是残酷的 胜负更是如此 假如提早放弃的话 那么就将永远止步于此 去受挫 然后成长 就像迎战板木颠覆火箭队的赤红 抵挡风源双神的大吴 站在阿尔宙斯面前的路野 缔造未来 属于自己的冠军时刻 大吴溅落在神色僵硬的烈焰猴身上 小致压低冒言 烈焰猴丧失战斗 裁判正宇举起旗帜 突然一正 呜呜 烈焰猴屈身手臂 颤抖着 艰难万分地从大雨见尸的地面爬起 陆老师与水剑龟表情微动 呼呼 烈焰猴抬起深邃的双目 大口喘息 低垂焦黑的两臂 死死盯住水剑龟 场馆沉默片刻 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这是献给永不言弃的斗士 亦是献给一场热血沸腾的宝可梦对战 三人阻望了卖货 发愣道 小 小鬼头的烈焰猴 又爬起来了喵 加油上啊 小鬼头 证明给干不看 你们也是在不断成长的呀 希罗那眼神微闪 交叠双腿 轻拂侧侧脸 看向场地中央的路野 你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让那孩子不再犹豫吗 来了 小智向旁伸手 像是与场上的烈焰猴 一心同体 不管怎样 我和烈焰猴 也会一直战斗下去 更多 更多 我还要变得更强 所以 陆老师 请瞧好我和烈焰猴的成长 烈焰猴 小智握紧拳头 猛然大吼道 猛火 乌尔 烈焰猴朝天怒吼 猛然张开手臂 头顶的火焰骤然窜身 绽放出夺目耀眼的白光 化作树杖高冲天而起 汹涌的怒火席卷而来 地面开裂 碎石平底飞起 恐怖的气浪荡开 呲呲呲 猛火蒸发犀利的小雨 烈焰猴双目锋利 浑身涌动实质化的火焰 猛火燃烧的战役 几乎要传递过来 直播间内 瞬间刷屏 我他妈直接燃起来 什么叫现场暴肿啊 这个我知道 叫做触行曲时间 场馆一片哗然 濒死的烈焰猴 竟能爆发如此强烈的斗志 大师兄触行曲吗 陆也欣慰地笑了笑 那首Top Wild还挺应景的 但是 陆老师双目一鸣 未来是你的 现在还掌握在我手中 水剑龟 陆也目光凛然 喝声道 激流 水剑龟的目光 升起强烈的警惕 汹涌的波导 化作气浪向两侧荡开 脚底升腾起冲天的水柱 将水剑龟包裹 水剑龟脚踏地面 双目金光一线 卡捏 激流 开 澎湃的水柱直耸入云 化作大量水雾弥漫四周 水剑龟双目锋利 钻紧蓄力的一技重拳 其上盘踞着水流汇聚成的水团 隐隐传出炸裂声 手动开激流 不就是暴重吗 谁还不会 猛火VS激流 水剑龟没有再挑衅 拿出认真对待的神色 静静助力场地 卡捏 他朝向涌动金色火芒的烈焰猴 微微汗手 上把Z 烈焰猴 小智完全沉浸在战斗当中 兴奋大吼道 闪焰冲锋 乌尔 烈焰猴双目涌动金光 头顶的火焰熊熊熊燃烧 苍蓝与城隍两股火焰交织成汹涌火团 将烈焰猴的金色鳞甲包裹 下一刻 烈焰猴双脚踏地 凌空一跃 嘶声怒吼地冲撞向水剑龟 砰 路也罕见的热血沸腾 露出笑容 水剑龟 水流炸裂 卡捏 水剑龟深吸一口气 双目陡然放过金光 居中洞穿气流 轰出一拳 轰 水流炸裂与凌空撞来的烈焰猴 碰撞在一起 蒸发起大量水雾 剧烈的轰鸣 场管震动 两者脚下的地面顿时开裂 重拳穿透火焰 水剑龟的右拳 留有余力地砸向烈焰猴 烈焰猴的左拳 深深凹进水剑龟的侧脸 一阵升起的阳烟 两者保持对拳的姿势 互相助力 场管哑却无声 稀巴感到胸膛涌动的热血 大叶咽了口唾沫 这 这 水剑龟压根没出全力吧 不如说 西罗娜抱着手臂 微微一笑 是烈焰猴向水剑龟和鹿野 证明了自己 陈烟逐渐散去 水剑龟收回右拳 向后拉开一步 稍稍活动搏梗 卡捏 回去之后 得再喝点元气茶补一补了 乌尔 烈焰猴保持出拳的动作 将硬站在场地上 双目失去聚焦 即便失去战斗能力 依旧保持站定 这正是烈焰猴的坚毅不取 烈焰猴 失去战斗能力 裁判确认无误后 挥舞旗帜 卡捏 水剑龟 云淡风轻 微微汗手 场馆寂静无声 直到裁判宣布结果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 卧槽 这龟龟也太霸气了吧 简称 王八之气 这拳头居然还能收回来 简直离谱 小智是怀般吐出一口气 将烈焰猴收回精灵球 现在的我 身为训练家的水平 还不够资格 小智低头注视精灵球 轻声道 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绝对 绝对会变得更加强大 你成长了呀 小智 鹿也微笑地说 小智抬起目光 咧嘴一笑 大声道 不要手下留情了 鹿老师 你也放马过来吧 卡捏 水剑龟 面色如常 背部的炮管 闪烁悠悠的寒光 鹿也两手插兜 并未收回水剑龟 期待到 你的下一只 就决定是你了 皮卡丘 小智猛地伸手 激进回满体力的皮卡丘 从手臂轻盈跃上场 脸颊刺起电流 皮 皮卡丘四肢伏地 斗志与方才截然不同 眼神锋芒毕露 这是全力以赴的皮卡丘 明明之前都已经打残了 现在又满状态 路也心情复杂 裁判不管的话 我也要开挂了 波岛逐渐涌向水剑龟 与水剑龟自身的波岛形成增幅 路也陷入沉吟 不放水的话 这场打完 估计商药费又是个天文数字 不过迎战皮卡丘 自己也必须小心谨慎 上吧 水剑龟 路也到 使用龙之波动 小智 皮卡丘 十万福特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5章 龙啊 吞噬我的敌人吧 皮卡 皮卡丘直立上身 纵身跃至空中 脸颊涌起电力 逐渐涌向全身 揪 沐浴耀眼的雷光 皮卡丘的十万福特 宣泄而出 披向架起炮台的水剑龟 璀璨的电流划过半空 卡捏 水剑龟处于激流状态 双目凛冽 两根泡管 汇聚深紫色的波动 砰 两束波动合二为一 形成煽动双翼的 苍绿色龙影 咆哮声中 俯冲向耀眼的十万福特 哄 十万福特 瞬间被咆哮的龙之波动吞噬 掀起气浪与烟雾 烟雾中 交织璀璨的光芒 龙之波动飞冲而出 继续撞向半空中的皮卡丘 砰 皮卡 苍绿色的龙影瞬间爆炸 半空中的皮卡丘 没有避闪的空间 狼狈地向后飞去 直播间内 划过一连串的问号 你管这个叫龙之波动 龙之波动 还能抵挡飞行道具 能理解 这是规规自带的强化效果 陆老师心情微妙 这招啊 这招是半葬的大招 龙啊 吞噬我的敌人吧 见到这发声是浩大的龙之波动 身为高阶波倒使者的亚旋 神色微妙 陆老师的水剑龟 无疑已经拥有冠军的实力 即便是猛火下的烈焰猴 也难以撼动水剑龟分毫 恐怕 唯有那只路卡利欧 方能一战 硝烟鸟鸟鸟散去 地面的焦黑中 呈现一只满是伤痕的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正欲支撑着站起 脸颊呲呲 闪烁电流 看台边上 阿金诧异道 小智老弟的皮卡丘 血条怎么这么厚啊 马智氏面色古怪 我的雷秋也 也输过 别问我 阿金愣了一下 反问道 雷秋 输给皮卡丘 马智氏 嗯 阿金拍着肩膀狂笑道 哦 星号 真有你的呀 马智氏 马智氏 真心阵的训练家 擅长培育皮卡丘 已经是传统了 西八合握双手 低伏庞大身躯 沉声道 那只皮卡丘 的确有独到之处 硝烟鸟鸟 皮卡丘倒地不起 陆也看向裁判 裁判目光困惑 陆老师有些无语 愣着干啥 赶紧挥旗子盼对面输啊 小智大吼道 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睁开迷糊的双眼 再度站起 而后领列道 皮卡 裁判看了眼陆也 叼着哨子 挥旗道 比赛继续 陆也 看来小智的回春吼 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 步步刀的我 水剑龟 陆也指挥道 使用水枪 卡捏 水剑龟精光一线 架起两根炮管 汹涌的水柱 轰的一声发射 直播间内 划过一连串的 两万三千三百三十三 把水炮喊成水枪的陆老师试线 这皮卡丘是气势头戴的吗 一滴血就是不死 战如熊虎 不惜屈命 望向汹涌而来的水枪 小智灵光一闪 大喊道 皮卡丘 电光一闪避开 皮卡 皮卡丘化作一道白光 灵活避开水柱的轰击 朝向水剑龟 急速逼近 卡捏 水剑龟目光诧异 稍稍举起拳头 又再度放下 陆老师神色复杂 我怕这一拳下去 小智的动画系列 直接大结局了 趁现在 小智大喊道 跳上水剑龟的龟壳 躲在两根炮管中间 皮卡 皮卡丘灵活 穿上水剑龟的后背 水剑龟稍稍扭头 陆老师微微一愣 这一幕是不是有点眼熟 皮神你打橘子群岛快龙的时候 是不是就用过这招 小智选手的棋席战术成功了 解说员大喊道 皮卡丘成功跃上水剑龟的肩部 皮卡丘就这样使出铁尾 小智道 皮卡 皮卡丘的尾巴泛起金属的灵力光泽 骤然灰落 咚 铁尾披中水剑龟的龟壳 刮开一道浅浅的伤痕 嗯 这下连姐说员都愣住了 倒 效果 似乎并不理想 直播间的水友们纷纷泪目 别刮了 皮师傅别刮了 这是在给龟龟去死皮 差一点就破防了呀 等级差太多 不过皮卡丘的勇气可加 得把皮卡丘先甩下来 路也道 缩入壳中 进行旋转 这两个都属于水剑龟的种族天赋 并不具有招式的提升物抗与清丁效果 卡捏 水剑龟缩入壳中 匍匐倒地 皮卡丘站在光秃秃的龟壳上 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摇摇晃晃 皮卡 对着龟壳 直接使用十万伏特 小智大喊道 皮卡 皮卡丘正欲蓄力 水剑龟却急速转动起来 皮卡丘只好牢牢抓住龟壳边缘 不被甩出去 对着地面 使用水枪 路也道 水剑龟的脑袋钻出洞口 背后的两根炮管发射水柱 砰 两束澎湃的水柱 水剑龟借助推力凌空升起 皮卡丘从空中跌落 路也选手的水剑龟 解说原称目接舌道 他 他飞起来了 仰望飞天的水剑龟 全场一片哗然 是小兰姐擅长的招式 小银道 凭水剑龟水炮的威力 似乎比小龟还要适合这招 小兰抬头仰望 神色微妙地说 皮卡 皮卡丘跌落在地 摇摇晃晃地起身 水剑龟的水枪已然停歇 头部与四肢缩入壳中 偌大的龟壳遮一阳光 从天砸落 小智 皮卡丘 快避开 皮卡 皮卡丘愣愣抬头 龟壳正从天而降 已无暇避开 东 尘烟飞扬 龟壳砸落 地面碎开裂缝 躺在龟壳下的皮卡丘 已然泛起圈圈颜 皮卡丘失去战斗能力 裁判挥舞旗帜 弹幕内刷过一连串的问号 陆老师 你家的水剑龟 为什么会飞空树 胡说 这分明是飞身中鸭 这鸭的要是沙奈多 那就拨不了了呀 水剑龟一栋龟壳 缓缓起身 小智上前抱起昏迷的皮卡丘 对他道 辛苦你了 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在迷迷糊糊 肩回了一声 大屏幕上 小智的四颗精灵球 暗淡下去 陆也亮出了四只宝可梦 缺一分未丢 见到陆老师并未收回水剑龟 观众们纷纷震动 龟龟 这是要一穿四 要让后背剑矢 何为真正的强者 解说原道 小智选手还剩下两只宝可梦 陆也选手选择继续派水剑龟迎战 大屏幕上 小智连带皮卡丘的四颗精灵球 暗淡下去 陆也轻蔽双目 私存其小智剩下的两只阵容 按照全主力来看 其中一只应该是老喷 忍蛙在卡洛斯还没入队 那另一只呢 笔雕 臭臭泥 抑或大前蟹 我还蛮擅长对付大前蟹的 陆老师暗存道 口节 耿鬼忽然从阴影探出头 拽了拽陆也的裤腿 示意对面有了大动作 陆也闻声望去 出乎意料地微睁双眼 陆卡丽欧 毅力在小智身前 是一只鹦鹉不凡 蓝黑色纹路的陆卡丽欧 她睁开红桶 看向陆也 罕见地流露微笑 陆也阁下 许久未见 陆卡丽欧的心灵感应响起 陆老师看向陆卡丽欧 环顾双目认真的小智 恍然道 是小智邀请你来的 陆卡丽欧微微汗手 正色道 此外 我也想向陆也阁下您 真正地讨教一次 小智与欧鲁德朗城的陆卡丽欧 缔结了羁绊 就像拉帝欧斯追随达克多一样 小智也邀请了陆卡丽欧前来助阵 陆也摸了摸下巴 那我岂不是也可以 咬老朋友来帮我打对战 还是算了 陆也摇了摇头 归根结地 这是必须由我亲自去登顶的神奥联盟 小智选手 派出了陆卡丽欧 解说原道 这是他在本届陵兰大会 首次亮相的宝可梦 观众们好奇打量这只陆卡丽欧 作为忠诚与勇敢的代名词 陆卡丽欧向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西罗娜同样培育了一只 看向小智身前静默的陆卡丽欧 他的眼中滑过一彩 小智 得到了这种实力宝可梦的认可吗 威势很惊人 不过终究不是小智自己的力量 大夜昼没到 不知道 他能否指挥得当 直播间内已经炸开了锅 从此前 小智表现出的实力来看 已经远超一般参赛选手的水准 即便对上达克多 邀请陆卡丽欧参战的小智 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小智加油 花子阿姨为小智助威道 小智的波导与陆卡丽欧频率一致 陆卡丽欧红彤涌现强烈的战役 低吼道 陆卡 陆老师的波导同样与水减规同在 两者的波导之力 隐隐令陆卡丽欧有些心惊 短短一年时间 他们的实力又有了惊人的进展 拜托了 陆卡丽欧 小智道 陆卡 陆卡丽欧汉手回应 卡捏 水减规明望向陆卡丽欧 回忆起曾共同拯救过的世界初始之术 那时 陆卡丽欧的实力 似乎遥不可及 现在 水减规额头划过一滴冷汗 卡捏 为什么感觉 他好像更强了呢 了解得越多 越能意识到自身的匮乏 这正是规规形式稳健的根源 场地上 陆卡丽欧与水减规相对助力 眼神凛然 裁判旗帜输地挥落 对战开始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6章 超级水箭规 超级发射器 训练家等级是个很玄学的概念 通常来说 训练家与宝可梦相辅相成 在对战中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或缺 但如果宝可梦的实力 远高于训练家自身水平 就会出现不听指挥 自由行动的情况 这点在游戏和动画中均有表现 羁绊或许能弥补实力 却无法掩盖训练家自身水平的瑕疵 陆野注视陆卡丽欧的红彤 余光落向其身后的小智 以小智目前的训练家水准 还远远无法驾驭这只欧鲁德朗城的陆卡丽欧 而在喷火龙山谷挂机修行的老喷 其实力也超出了小智的训练家等级 不过 凭借羁绊 小智却可以让老喷 陆卡丽欧听从指挥 这正是身为羁绊之人的能力 亦是图鉴持有者的天赋所在 打不过就开羁绊 陆老师心情微妙 小智的外挂不合理呀 当然 这些能力既是天赋 亦是局限 小智为了缔结全新的羁绊 会将老队员放在一旁乃至放生 而身为战术之人 陆老师擅长指挥 不过套路会有一点点素质就是了 场地四周 观众们的视线聚焦于这只陆卡丽欧 从剧场版表现来看 陆卡丽欧抵挡助颜神柱 刚神柱的进攻 即便不如冠军 也拥有天王巅峰的水准 换句话说 陆卡丽欧的等级和常态的龟龟不相上下 活了数千年 再配合上波导之力 实力不容小觑 要回来休息一下吗 陆也对水剑龟心灵感应道 卡捏 水剑龟稍稍摇头 眼神十二万分的警惕 这是个无比强大的对手 我需要尽可能的重创对手 替大家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陆也 虽然很感动 但这已经是被害妄想证了吧 解释起来太复杂了 这又是龟龟一贯的形式风格 陆也轻叹一声 还是做好支出商药费的心理准备 来得更直接一些 对战开始 随着裁判旗帜挥落 陆卡丽欧红彤陡然一领 陆也阁下 唐突了 砰的一声 陆卡丽欧脚踏地面 急速冲向水剑龟 挥出的拳头 拖延起彗星般的白色尾光 彗星拳 解说原道 对战一经开始 陆卡丽欧发动猛烈的进攻 小支没有指挥 陆卡丽欧自己行动了 阿柳呆毛摇晃 困惑道 大叶咧嘴笑道 看来不需要指挥 这支陆卡丽欧 有着丰富的对战经验和战斗意识 这不是打宝宝滑掉 打野生宝可梦吗 此刻的水剑龟正处于激流状态 眼神深邃 两只拳头盘踞着薄薄一层水流 正对迎面而来的陆卡丽欧 陆也深避道 水流裂破 接下来 卡捏 水剑龟正中挥出一拳 与陆卡丽欧的彗星拳碰撞在一起 砰 拳对拳 一银一蓝两股能量交织在一起 化作刚风荡开 脚底的地面 卡拉下陷 碎石应声飞起 弹幕里划过一连串的欧 这波啊 这波是宝可梦铁拳 陆卡丽欧好兄弟吃了吗 没吃的话吃龟龟一拳 陆卡 陆卡丽欧神色冷峻 锋利的红铜直视向水剑龟 卡捏 水剑龟眼神淡然 心中升起更强烈的危机 一拳未重 陆卡丽欧向后一跃 浑身气势汇聚向两掌中央 化作翠绿色的光团 骤然飞除 光团呼啸而来 裹挟着灵力的波导 赫然是陆卡丽欧的真气弹招式 这招真气弹 曾打退过阎神助雷吉洛克 是将波导的索敌效果 化作强悍的攻势 宛若炮弹破空而来 砰 亚璇心惊肉跳 身为先祖亚郎的搭档 这季真气弹 远远超出自己对波导的理解范畴 无属性的波导 化作强烈的战役 协同真气弹一同发射 水剑龟 龙之波动 陆也指挥道 卡捏 水剑龟架起炮台 对准半空中的光团与陆卡丽欧 黑区区的两门炮管 宛如大口径的防空炮 砰砰 两束深紫色的龙系波动飞出 交织盘旋在一起 形成怒声展翅的苍绿色龙影 飞撞向璀璨的真气光团 哄 场馆被升起的黑烟所笼罩 观众们神色一颤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大会水准了吧 这是 这是青少年呗 确信 前有神兽参战的达克多 后有一件摇人的小智选手 本届陵兰大会卧虎藏龙 升起的黑烟当中 小智紧张大喊道 没事吧 陆卡丽欧 回应她的 是黑烟中划过的一道白色光轮 陆卡 陆卡丽欧如惠星般冲出洋烟 身后拖拽白色残影 以惊人的速度挥拳向水剑龟 在观众阵战的目光中 惠星拳悍然击中水剑龟的胸膛 留下淡淡的凹痕 陆老师心头一颤 破防了 这下真的破防了 惠星拳 效果 似乎并不理想 解说原甘涩道 陆老师 你家的水剑龟 为什么有钢属性 因为坚持锻炼铁壁 所以四倍抗钢 陆卡丽欧目光浮现一丝难以置信 陆卡 尚未等他回神 水剑龟的右拳 汇聚灵力的水流 砰得砸中路卡丽欧面门 将后者深深砸退数米多远 东 陆卡丽欧向后猛退几步 半跪在地 勉强维持住身形 稍稍调整呼吸 转瞬间 陆卡丽欧抬起双目 踏地冲锋 全是在半空中化作残影 陆卡路卡路卡 陆卡丽欧红铜灵力 高亢嘶吼 来自陆卡丽欧的近身站 解说原道 水剑龟 选择暴毙硬抗下来 砰砰砰 陆卡丽欧的拳 沉透接连不断 如极风骤雨 砸在水剑龟护起的双臂上 荡开一层层刚风 陆老师眼皮一跳 疼疼疼 水剑龟窥然不动 无视伤势 顾若金汤般抵挡住近身站 像是在窥察一击置敌的机会 卡捏 水剑龟眼中精芒一现 留意到水剑龟的眼神 明明站尽优势 陆卡丽欧陡然一惊 猛地向后撤去 在他方才的位置 水剑龟是大力尘的一技重拳 砸向地面 水流炸裂开来 掀起的碎石 飞剑向陆卡丽欧 砰 陆卡丽欧交叠双臂底欲 暗自吐出一口气 如同剧场版中的时间之花 波导具有短暂的预示效果 这也是陆卡丽欧得以避闪的原因 弹幕中纷纷飘过一片卧槽 这陆卡丽欧也能反应过来 规规这场怕是难了 陆老师啥都强 就是水系招式总会miss 陆野的波导之力 同样感知到了方才陆卡丽欧 避闪时的波纹 由于小智与亚狼的波导完全一致 即使指挥无效 小智的波导也能完美增幅陆卡丽欧 但同样的 我和龟龟 同样有着极为强烈的波导与羁绊 再不 Mega医药费都快翻倍了呀 陆野高举起手 镜头汇聚在他的黑色露纸手套 观众或茫然或震动 在手套中央 镶嵌着一枚晶莹剔透的钥匙 此刻正闪烁着红色光芒 要来了吗 什么意思 陆老师也会Mega进化 水剑龟 陆野打响手指 Mega进化 卡咪 水剑龟深吸一口气 浑身盘升起凌厉的气势 额头亮起象征Mega进化的标志 红光在陆野与水剑龟两者间连接 璀璨的进化之光照耀场地 将水剑龟包裹 澎湃的波导画作气浪向四周荡开 观众们睁大双目神色一正 到了决赛才用Mega进化 藏得太深了呀 陆老师 白光逐渐散去 Mega水剑龟背后巨大的炮管悠悠泛光 恍如揪积兵器 延伸过Mega水剑龟的脑袋 卡咪 Mega水剑龟低幅身躯 左右臂的两门发射器 像是手持的冲锋枪 鹅角凸起 双瞳泛起星红 那门粗壮的炮台 具有十足的压迫感 令看台的观众默然噤声 Mega水剑龟的特性 超级发射器 可以增幅波动类的招式 青绿抱着手臂 沉声道 这对陆老师的水剑龟而言 是个不小的助力 另外一侧 真似正正诗神 感知到一股遥不可及的力量 亚璇压低身世帽 眼神深邃 无论是陆卡利欧 还是水剑龟 他们都象征着一位 波倒使者的勇气 坚毅与强大 陆卡利欧红彤伶伶俐 望向涌动波动的Mega水剑龟 嘴角勾起兴奋笑容 这位曾经携手的战友 寄予厚望的后辈 此刻已成长为 一位强大的波倒使者 与之相对 自己也只能用最顽强的斗志 予以回击 小致陆卡利欧背对小致 你会和亚狼 陆也一样 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波倒勇者 所以现在 陆卡利欧红彤坚毅 如狼般的面容冷峻 脑后的黑色毛发迎风摇曳 我们并肩战斗 上吧 陆卡利欧 小致大声咆哮 与亚狼一致的波倒化作光线 涌入陆卡利欧体内 使用波导弹 波倒 与我同在 陆卡利欧低贺一声 恍如当时与亚狼一起战斗的景象 但现在 他结识到了新的朋友 重燃起对战斗与胜利的渴望 湛蓝色的波动 涌入陆卡利欧的两掌中央 璀璨的波导弹正在汇聚 一如昔日拯救世界树的景象 水剑龟同样凝视像陆卡利欧 眼神微动 卡捏 水剑龟 使用波导弹 陆也到 水剑龟低伏前身 眼神嗡得泛起星红 背部的巨型炮管 汇聚璨的爆炸性能量 不同于满怀杀气的恶之波动 这仅仅是纯白色 包含毁灭性力量的巨大光团 对战场地左右两侧 掀起一蓝一白两股气浪 下一刻 波导弹画作两道光束 骤然宣泄而出 轰 光芒映照了观众的脸庞 瞳孔震动 这场对战 几近是本届灵蓝大会 最激烈的强强对决 白色光柱与湛蓝色光柱 轰撞在一起 爆炸剧烈 这正是水剑龟的超级发射器 如同重装坦克 战争要塞 轰隆隆 爆炸撼动整座场馆 白色光柱继续向前呼啸而去 路卡丽欧猛地睁大双眼 轰 光炮正中路卡丽欧 身形在白盲中微微颤抖 硝烟散去 路卡丽欧低垂脑袋 浑身散着黑烟 场馆一片寂静 众人聚焦于场馆中央 谁 赢了 这也太强了 对波直接穿了 意识朦胧间 路卡丽欧转身看向小智 她的身影似乎与亚狼叠合 隐约传来熟悉的呼唤 路卡丽欧 战亦如潮水般退却 紧紧留下满怀欣慰的疲倦 路卡丽欧勾起笑容 这一次 我陪你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咚 路卡丽欧丧失战斗能力 裁判看向倒地的路卡丽欧 挥舞旗帜 散去的硝烟中 浮现Mega水剑龟的身形 爆炸的余波裹鞋碎石飞剑向塔 金属炮台满是细小的刮痕 水剑龟面色一紧 卡捏 要糟要糟要糟 场馆煞时间沸腾 整个直播间弹幕刷屏 什么叫灵蓝大会冠军的含金量 一穿三 决赛一穿三 这路卡丽欧真猛啊 说是小带没问题吧 这把 这把规规通天带 小智取出临时存放的精灵球 将路卡丽欧收回其中 谢谢你 路卡丽欧 小智微笑道 即便冒着失败的风险 我也会一直战斗下去 因为 我的目标是 成为最强的宝可梦大师 上吧 喷火龙 小智猛然致出精灵球 眼神闪烁 拜托了 喷火龙 去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哦嗯 白光中 浮现煽动双翼的喷火龙 朝天喷涌出一团火焰 嚣张地在场馆上空盘旋 哦 小智的喷火龙培育得不错啊 赤红在聊天群里道 那是我帮忙培育的 清律淡淡地说 是小鬼头的喷火龙A 场馆四周 三人组悄悄讨论道 想起了不愉快的回忆啊喵 好讨厌的感觉啊 哦哦 望向喷火龙 场馆一片哗然 西罗那坐在冠军席位 看向场地上的路野 是手下留情 还是竭尽全力 答案只有一个 那是来自冠军 绝不会败北的骄傲 法兰西 可 卡洛斯冠军倒是经常败北 路野看向桀骜不逊的老喷 默默吐槽道 小智选手 派出了他的最后一只宝可梦 喷火龙 解说原道 东 喷火龙两脚落地 明示向水剑龟 吼嗯 水剑龟审视喷火龙 嘴角民起 卡捏 这么说 你很勇咯 最终是喷火龙和水剑龟的决战 大木博士双目放光 笑道 是一场速敌对决啊 小智的训练家水平 还有带提升 不过 清律摊手 略显无奈地叹息道 羁绊吗 真是令人头疼的东西 路野的目光看向喷火龙 老喷的双目清澈 全无傲慢与自负 一年前 自己曾与小智有过一场对决 小智与老喷的实力 在这一年间有了显著提升 不过可能到了下个地区 就又等级清零了 无论如何 能见到全力以赴的老喷 陆老师还是相当欣慰 对战开始 裁判的哨声响起 陆老师摇了摇头 指挥道 水剑龟 使用水枪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7章 灵兰大会夺冠 卡捏 超级水剑龟 双目星红 炮台与两侧手臂的炮管旗 射出三道水流 汇聚成粗壮的水炮 如雷鸣般闷声冲向 喷火龙 场管四周 观众们神色一紧 你管这个叫高压水炮我都信 陆老师 你家水剑龟一回合 为什么能打三下 超级水剑龟一回合打三下 那超级巨水剑龟 一回合岂不是要打三十一下 小致 喷火龙 飞到高空 喷 喷火龙煽动双翼 直入云霄 水柱轰击至地面 碎石飞溅 调高炮台不依不饶地轰向喷火龙 老喷的双目中 划过一丝忌惮 煽动双翼 劈砍出锋利的空气盏 倒到锋刃与水柱 喷得发生碰撞 水雾四散 喷 朝向威力削减后的水柱 喷火龙的力爪泛起凌厉白芒 将水柱迎面劈成两截 精彩的表现 解说员大声道 小致选手的喷火龙 迎面劈开了水 水枪 直播间内刷过一连串的弹幕 你是想说水炮 对吧 这都能劈开 这只喷火龙有点东西啊 小致钻拳道 上吧 喷火龙 好嗯 下一刻 喷火龙怒声咆哮 凌空俯冲而下 悍然冲撞向水剑龟 一切战术转突脸 这是小致的最强傲义 清律细不可查地皱起眉头 忽然一正 对准喷火龙 路也道 使用全力水枪 黑区区的超级大炮 瞄准俯冲而来的喷火龙 势在必得的蓄力一击 化作席卷的水流 从炮管轰的发射 老喷扬起嘴角 锋利的眼神 与小致合二为一 就是现在 小致大吼道 使用燃劲 燃劲具有消除自身属性的效果 同时也能令属性克制失效 从天坠机的喷火龙 与燃劲爆炸的威力叠加在一起 即便是水剑龟 想必也很不好受 难得的表现 清律抿起嘴角 汗手道 好嗯 喷火龙身躯 升起熊熊燃烧的火焰 如同一颗从天而坠的陨石 迎头撞向发射的汹涌水柱 轰隆隆 喷火龙撞向水柱 爆炸声响起 观众们神色紧张 呲呲 生腾的白雾中 喷火龙眼神锋利 从白雾冲出 继续扇翅撞向水剑龟 抓住它 然后扔出去 鹿野眼神一鸣 波导之力的锁敌效果 在这一刻彰显无遗 卡蜜 水剑龟心红的目光 牢牢锁定 从云霄俯冲而来的喷火龙 单臂疏地如铁钳般身处 观众们神色一静 那你 这也能抓得住 杰哥不要啊杰哥 砰 覆盖水流的一拳 冻穿了喷火龙生腾的火焰 牢牢扼住喷火龙的脖梗 水剑龟是大力尘 轮圆的一记扔甩 使用水枪 鹿野道 好嗯 喷火龙狼狈地甩至半空 摇头清醒后 勉强煽动双翼 汹涌而至的水柱 轰至喷火龙的后背 轰得响起爆炸 升腾起的烟雾中 长管一片道西凉气的嘶声 苗 苗了 行云流水 瞬间爆炸 完成单杀 陆老师并不那么乐观 超客之力 感知到老喷熊熊燃烧的战役 散去的烟雾中 伤痕累累的喷火龙 善意悬停在空中 双目凛冽 稍稍活动搏梗 吼嗯 四面看台一阵阵动 你这是带了气腰的喷火龙 猛火 这是祖传的猛火 至喷 打宝宝我明知开眼 打冠军我重拳出击 喷火龙 小智转了转茂言 大声道 抱住水见规 吼嗯 喷火龙爆发惊人的速度 俯冲化作白光 冲至Mega水见规身前 两爪搭住水见规的肩部 陆也微微皱眉 用超客之力感应到 收点力气 使用水流裂破 小智还是一如既往的莽撞 陆老师眼神微闪 但比起直尖秒杀 或许这会是更好的指导 近距离的一发重拳 砸向喷火龙的脸庞 砰 喷火龙尾部的火焰熊熊燃烧 牢牢拽住水见规的肩部 吼嗯 无属性下的喷火龙 强行承受住这击重拳 双目跃动成黄色火焰 喷火龙 小智攥紧拳头 大吼道 地球上头 吼嗯 喷火龙怒声咆哮 紧紧锁住水见规 善意飞往高空 观众们纷纷仰头 目光流露一丝惊诧 是喷火龙锁住了水见规 不 依我看 是水见规锁住了喷火龙 吼嗯 喷火龙吞声咆哮 拽住水见规 两者同时头朝向地面砸去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弹幕直接握槽刷屏 所以 西罗娜看向场地中央的陆也 淡雅一笑 明明嘴上说着严苛 最后还是对小智收了手 这位老师 对宝可梦与训练家 有着自己独特的温柔 陆也仰望从天而坠的两只宝可梦 余光瞥见满脸认真的小智 陆老师开始心疼自己的商药费 水见规 陆也指挥道 缩入壳中 轰隆隆 两只宝可梦同时坠落 地面洞开大坑 碎开珠网式的裂痕 负责场地修缮的雾松 心头一颤 为什么加班的总是我 沉烟散去 大坑中央留下一个深灰色龟壳 满体鳞伤的老喷 吼嗯 喷火龙大口喘息粗气 尾部的火焰忽明忽暗 死死盯住龟壳 水见规缓缓从龟壳探出身 在一阵生腾的白光中 他的MAGA形态逐渐退却 卡咪 水见规连战四场 表情平静 龟壳碎开细小的裂痕 一道道的刮伤 他只是像双目锋利的喷火龙 微微汗手 卡咪 吼嗯 喷火龙嘴角勾起狠力的笑容 鼻子喷出两道烟雾 咚 旋即喷火龙到地不起 满脸骄傲与自负 一片寂静无声的场馆中 撕 徒留下牙银生腾的陆老师 逐渐流露笑容的小智 本届玲蓝大会的冠军诞生了 裁判挥舞旗帜 他正是 煞时间 全场欢呼声爆发 难以遏制的热情沸腾 陆老师 龟龟牛逼 能打能抗能对波 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破壳蒙 小智浮起半昏迷的喷火龙 看到了吗 喷火龙 水剑龟的mega形态被咱们打散了 小智单肩扶着喷火龙 朝空气 酥酥挥拳 咧嘴笑着 眼神专注到 下界 下下界 反正没有夺冠 我们就一直变强下去 好 喷火龙睁开双眼 瞪了小智一眼 一道火焰将小智烧成黑炭 玄机扭过头去 好嗯 陆也站在欢呼声沸腾的场馆中 后背天空升起漫天的烟火 与水剑龟并肩站在一起 看向扶着喷火龙 笑容阳光 全无阴霾的小智 陆也心中忽然一动 宝可梦对战就是这样 总会有胜有负 留有遗憾 那些不断努力 不断抗争的训练家 往往也是最接近失败的训练家 这条道路无疑是残酷的 但是 倘若为了避免结束 也就避免了一切的开始 陆也凝视小智 目光与望过来的小智 互相触及 逐渐流露笑意 你成长了 小智 小智身躯一颤 压抑住的沮丧涌上心头 最终只是抽了两下鼻子 用力点头道 嗯 去迎接你的冠军吧 就在不久的将来 陆也仰视升起的焰火 这场凌兰大会正落下帷幕 象征训练家精神的圣火 正熊熊燃烧 未来 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陆也微笑地说 小智深吸一口气 转了转帽檐 手背失去眼角的泪水 目光灼灼地望了过来 我一定 一定 会成为宝可梦大师 皮卡皮 皮卡丘跃上小智的肩膀 亲力蹭着小智的脸颊 陆老师猛地愣了一下 好家伙 你这就满血复活了 不愧是你呀 皮卡丘 卡咪 下话线 水剑龟将几根回复冰死状态的 复活草 地向小智 给我的 小智 西罗纳一袭黑色风衣 面带微笑 伸手将奖牌挂向低下头的陆也 你刚刚对小智说了什么 他复耳询问 吐气如蓝 一些勉励的话 让他不要灰心丧气 陆也无奈一笑 不过他的心态很好 感觉是我的话多余了 西罗纳稍稍耸肩 略显调皮地后退半步 陆也凝视像精巧娇嫩的耳垂 他面色如常 将奖杯地向陆也手中 笑隐隐地弯起眼角 旋即转身 西罗纳看向镜头 神色雍容高贵 陆也见到他金发长发下的细腻雪景 升起淡淡的飞红 请看这里喵 喵喵伪装成记者 拿着摄影机 请大会冠军和宝可梦合影留念 小次郎举着打光板道 五脏拿着麦克风 笑道 做成签名照的话 一定会大卖欧霍霍 你们的心声都已经说出来了呀 不过反正都是自己人的生意 陆也倾刻一声 看了西罗纳一眼 他向旁让出半步 轻轻侧头 示意这是私人实践 至于小智 他正和烈焰猴 蜥蜴王 卡比兽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 陆也深深意识到 小智永远常人难及的毅力 呃 还有毕力 不过眼下 是属于自己的冠军环节 大家 出来吧 陆也智出京灵球 一共八只宝可梦 骆托母此刻正哭丧道 骆托母没有出场 骆托 你要负责开直播间 陆也安慰道 下次 下次一定 棕毛飘逸 鹦鹉不凡的风速狗 站在队伍最后方 自信昂首 熬屋 水剑龟不知何时捡起了墨镜 检查后 沉稳地戴上 卡捏 下画线 仙子衣布牵着陆也的手臂 身旁是满脸拘紧的右肌拉斯 兴高采烈的波克比 本场凌兰大会的MVP 将在水剑龟与葱油兵肩角处 陆老师摸着下巴 看了眼额头冒汗的龟龟 龟龟似乎很害怕暴露实力啊 陆也心情微妙 最终还是颁给了进步卓越的鸭鸭 加油努力 陆也看向站在C位 手持剑盾的葱油兵 这是对你的勉励 嘎 Sigma 这个MVP 不要也罢呀 看这里 说给喵金碧喵 喵喵瞇着单边眼睛 手捧相机 陆也 这是什么奇怪的台词啊 快 快看镜头 喵喵手忙脚乱倒 已经设了定时了庙 耿鬼正藏在影子里 等到快门按下时 一记舌田 甩向陆老师 口接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8章 新的树果 新的精灵球 灵兰大会落下帷幕 赛后的讨论依旧热烈 熬战四场 麦盖进化后 宛若战争要塞的水剑龟 成为水友们的焦点 超级发射器 呈超级反应堆 达克多的达克莱伊 能顶住这一发水泡吗 十年老粉 陆老师带的真是水枪 毋庸置疑 无论是坚毅不屈的烈焰猴 亦或从天坠机的老喷 都打出了大会决赛的水平 首次亮相的陆卡利欧 更是将这场灵兰大会的战斗水准 拔高了一大截 用论坛水友的话来说 小智选手赛出了水平 赛出了风采 可陆老师的规规实在太稳健了 不光开激流和烈焰猴对拳 Mega特性超级发射器 更是把擅长波导弹的陆卡利欧给轰穿了 本届灵兰大会的淘汰选手们纷纷落泪 咱们输得不愿哪 前有神兽男 后有真心人 夺冠的是位打法稳健的冠军 智喷 误误 我的智喷 哦哦 算上这届大会 小智作为四届灵贯的老将 同样有着自己的粉丝 但不可否认 小智的指挥水平 对比起真似都上讯一筹 如地球上头盲脸的战术 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但也必须承受相应风险 贴身的情况下 假如规规认真一拳 恐怕老喷连山翅起飞的机会都没有 输给陆老师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能汲取到宝贵的经验 提升自身的训练家等级 陆老师陷入沉吟 神奥地区的小智 还尚显青涩 对内更缺乏重要的Megaway 不知道等到了卡洛斯 和忍挖地结羁绊后 能不能打过艾兰的Xpen 到那个时候 自己估计已经和萌萌达 在卡洛斯度蜜月滑掉 找石板了 得打听打听住哪了 我记得帅哥刑警 在密阿雷是有个事务所 路也摸着下巴 表情逐渐微妙 还得再避开那群施工队才行 夜色渐浓 陆兰岛升起绚烂的烟火 游客们仍驻足岛上 欣赏这场烟火盛典 这场烟火象征着陆兰大会的闭幕 与此同时 在三天后 陆兰岛即将召开冠军联赛 冠军联赛只有成为 大会冠军的训练家 才有资格参加 大会冠军可以任选四天王 任意一席进行挑战 获胜后 可选择是否接任天王 或是继续向联盟冠军发起挑战 假如成功获胜 该名大会冠军 就将成为联盟新任的冠军 爱丽丝就是这样战胜了阿代克 当然也有像大吴和米可丽那样 退位并转让冠军的机制 大会冠军和联盟冠军的 含金量天差地别 每年都有一位大会冠军诞生 但成为天王 联盟冠军的寥寥无几 更多的大会冠军 倒在了关东柯拿的铁甲背 神奥大业的烈焰猴 之前 在动画中 即便是成为大会冠军的达克多 最终也未能战胜四天王中的大业 这足以彰显四天王的实力 从侧面来说 出道集登顶大会 干脆联盟冠军阿度的赤红 天赋和实力何其恐怖 小智在动画中 直到阿罗拉地区 才拿到自己的第一个大会冠军 而由于阿罗拉才召开第一届联盟大会 因此小智直接成为阿罗拉的联盟冠军 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轻定的嫌疑 路也摇了摇头 暂时返回陵兰岛的住处 卡蜜 下化线 水剑龟取出此前在小兰那儿购买的全副药 往龟壳上喷洒 仿佛持续亮起红色的 加一 随后 水剑龟回头看向赠光发亮 金属光泽的龟壳 嘴角裂起 卡蜜 路也 众所周知 关东玉三家妙蛙花和喷火龙 都是复合属性 那我家的龟龟 水加钢复合 也是相当合理的吧 路也看向习惯用波导检查毒素的龟龟 低声道 刚系还不吃毒呢 灵兰大会的奖励 原是和石鹰大会一样的火焰鸟羽毛 路老师由于有更高级的红色之语 协商之后 换成了黑金探坑出土的硬石头 硬石头能够增强岩石系招式的威力 凭这批奖励所得 至少能维持到幼基拉斯 净化成沙基拉斯 此外 许久未有动静的系统 也传来提示音 丁 大型任务神奥联盟完成 任务进度 三分之三 任务目标 于神奥联盟林兰大会中 夺得冠军 任务奖励 贵重球星号一 金珠星号一 橙色品质树果星号一 路也愣了一下 我还有这么个玩意儿 路老师记得德文公司的计划 就能通过无限能源将物体传递向平行时空 感觉和这玩意儿的原理有些类似 路也 不过为什么又是树果呀 因为美食博主家里不能缺少食材是吗 随机抽取到的树果名为莲普果 又叫抗格果 是种以莲物为原型的树果品类 莲普果 在受到效果绝佳的格斗属性招式攻击时 可令其威力削弱 果肉中富含发热成分而显辛辣 在寒冷地区不可或缺 辛辣 路也眼睛一亮 晚上是不是还要聚餐来着 路老师干咳一声 终归还是得让冠军下厨吗 辛辣不是关键 辛辣天森化掉 抗格斗才是关键 老班四倍弱格 从小喂食抗格果 或多或少能增加点抗打击能力 毕竟身为沙漠暴君 假如被别人一发音速全秒了 实在不像话 路也对比了眼辣度 龙火果的辣度是30 抗格果的辣度是15 嗯 还是有点辣 不过调整一下口味 也能喂给又基拉斯吃 路老师瞄了眼安静歪头 看播客笔打游戏的又基拉斯 珍稀树果 高品质矿石 初始之间地砖化掉 赤红培育卡比兽 都未必能有你这待遇 连蒲果在解锁后 以后直接就能在系统里兑换了 路老师忽然期待起抗水果 抗草果 毕竟老班的抗性实在辣机 未点下去总没有坏处 此外的奖励 金珠是个奢侈的装饰品 纯金的大金珠 金德黄眼 亮瞎路老师的眼镜 卡捏 下画线 水箭规盯向这颗大金珠 检测并非炸弹后 推幅墨镜 若是以后破产 凭此物可东山再起 徐徐图治 最后一件奖励 是一颗特殊的精灵球 名叫贵重球 贵重球通体红色 中间凹槽镶嵌黑金纹路 极其珍贵 堪称精灵球工厂的压箱底 希尔佛公司推出了大师球 德文公司争锋相对 无奈计不如人 仅仅推出了豪华球 这两者一个偏向捕获率 一个偏向亲密度 至于贵重球 除了贵重和装逼 再无半点用处 庸俗 路也赤声道 怀揣批判的心态 将贵重球揣进腰侧 不过话说回来 往往只有换只宝可梦 才有资格装进贵重球 进行官方配信 陆老师再度低头 打量深红色剔透的贵重球 神色逐渐易紧 路也 你包藏货心啊 口节 耿鬼正站在空调底下 张大嘴巴吹凉风 恰机嘟一 波克比 趴拉 拆开大号鼠片 递向右基拉斯 右基拉斯张大嘴巴 一头埋向包装袋 在抬起头时满脸碎渣 忧机 波克比神色一正 眨巴眨巴眼睛 点起小脚跳下沙发 又去给自己拿了一包 路老师平复心情 将冠军奖杯摆在橱柜上 抚摸仙子一步雪白的几倍 仙子一步正直高气昂的脉步 忽然被手掌按住几倍 低伏前肢 神色粪粪 不一 路也习以为常 琢磨到晚上和竹篮一块去聚餐好了 顺带看看傻东西的状况 倒在决赛 傻东西难免有些失落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等到他再合众输给虎彻大神 会更加失落 虎彻何许人也 利欧路宾死进化一川三 堪称三国第一上将攀凤 冠军遇上虎彻都得跪 何况是傻东西小智 大悟 聊天群内 赤红正安慰小智 没事的 来年再站吧 遇上的毕竟是陆老师 清绿淡淡道 表现得很不错了 小智得到来自清绿的称赞 双目放光 用力点头道 我会继续加油的 树叶有专攻 阿金擦擦鼻尖 咧嘴笑道 小智老弟擅长得和我一样 都是野外对战吗 阿渡慢悠悠道 正规对战 你恐怕还会输给小智 嗯 小爷只是没参加联盟大会 阿金分辨道 其实是因为 急不齐八枚徽章 小银戳穿道 所以参加不了大会 喂 你偷徽章参赛 也好不到哪儿去吧 接下去又是金银 两人的半嘴环节 有水晶慌忙打圆场 陆老师微微一愣 金老五连到管站都打不过去吗 想来也是那批成都的管主 见到阿金恨不得下死守啊 三天后就是冠军联赛了 大叶换了个话题 攥紧拳头 双目燃烧火焰 陆老师决定好挑选哪位天王做对手了吗 神奥四天王中 大叶虽是近年才当选 但实力一跃至第二席 最弱的是第四席重系天王阿柳 其次是菊野婆婆 最强最称职的第一席 正是超能系天王悟松 还没决定参不参赛呢 陆也回答 打宝宝杯就全力以赴了 打天王杯 岂不是要摇大哥来帮忙 不过 达克莱伊容易把悟松打自闭 圣主王苏醒的话 神代又要落泪了 哦 那我等着 尽管会被暴打 但大叶依旧期待着与陆老师全力一战 火系训练家就是容易出这样的热血笨蛋 萌火也是最容易暴肿的特性 陆也轻叹一声 累了 打完大师兄和老喷已经累了 不想再和会暴肿的完了 真参赛的话 菊野婆婆快退休了 已经很少见她接受挑战 那就只有从阿柳和悟松之中选择 陆也摸着下巴 陷入私存 悟松呼出一口气 推幅平光镜 认真到 我随时接受挑战 可算让我等到陆老师上门挑战了 赶紧放工 回家看书 喝点亮亮的beer OK 晚上七点 夏夜闷热 海面微微泛光 缠鸣不断 陵兰岛是座覆盖森林的岛屿 中心是灯火通明的神奥联盟与大会场馆 陆续有观众乘船离开 也有人专程赶来 为的就是冠军联赛 西罗那处理完事务 回到联盟的住处 准备换下那身黑色风衣 实在太热了 想吃冰淇淋 西罗那轻轻叹息 推门而入 清凉的空调风迎面吹拂 西罗那惬意地眯起眼睛 晚上去和大木博士他们聚餐吗 陆也起身 略显骄傲道 我来下厨 刚拿到大会冠军 就亲自下厨 西罗那抱着手臂 先手搁在下汗 哑然道 打宝宝杯 只是兴趣爱好 陆也道 我陆某 又何尝不想当一位食神 有冰淇淋吗 有 走吧 西罗那弯起眼角 在萌萌哒上楼换衣服的时间 卡奥 民警号 猎咬路沙枪枪磨立着两把镰刀 闭腻着陆也 似乎有些不满 陆卡利欧倒是抱着手臂 闭目已靠在墙角 待了这么久 他都熟悉陆也的拨导了 口节 斜杠耿鬼大咧咧地递给猎咬路沙 一瓶冰阔落 卡奥 猎咬路沙额脚滑过一滴冷汗 纠结得盯向冰阔落 两只镰刀手足无措 最后 猎咬路沙半趴在茶几 戳引玻璃杯的吸管 神色惬意 卡奥 陆也抱着手臂 微皱眉头 正在思考今晚的菜谱 身为远跃时节的首席 陆某人曾以腊胃征服 总率制切先左胃门 诶 没有这档子是吗 等了半小时 陆老师猛地回想起来 面对衣柜 萌萌哒也有选择困难症 陆卡利欧 陆也道 上去看一看 陆卡 陆卡利欧微微汗手 从墙壁离身 向楼梯走去 猛地一震 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指挥 陆卡 陆卡利欧又赌气般走下楼梯 以靠回墙壁 陆也 那我自己上去了 陆卡利欧纠结片刻 将硬帝点了点头 陆卡 陆也撇嘴一笑 小样 和我玩心理战术 手机屏幕亮起 西罗娜 还没决定 陆老师 我亲手帮你挑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09章 未来的目标 决定了吗 西罗娜坐在床檐 视线看向陆也 这位选择困难的冠军 衣柜里大多是同款式的黑色风衣 简约的蓝色衬衫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款式 从设计感就能看出价格不菲 陆也抱着手臂 手扶下汗 上下审视竹篮 最终轻叹道 我觉得都一样 在西罗娜 眯起那双危险的双眸前 陆也补充道 都一样好看 态度敷衍 西罗娜挽了下金发 淡淡地说 花叶地的颜色有五种 但永恒之花 无论如何都只有一种 陆也说 竹篮就像永恒之花一样美丽 勉强合格了 西罗娜轻轻抿起嘴角 话说回来 陆也环顾房间 散落一地的书籍和资料 为什么又变这么乱了 哎呀 西罗娜侧躺在柔软的床上 抵住枕头 道 因为资料之类的东西 完全没有整理吗 那就穿这件吧 陆也将衣架递过来 顺带道 耿鬼 影子分身 口结 耿鬼应声从影子里跳出 兴高采烈地收拾起房间 西罗娜抱着递过来的白衬衫 已经见了很多次 他依旧目光好奇 注视动作如风的紫色小胖子 点了 家务技能的宝可梦不是没有 像是爱管事 吉利弹 都是可靠的小管家 不过宝可梦会和训练家愈发相像 猎咬露莎擅长战斗 但生活领域 怎么也不可能强过耿鬼 这样也挺不错 西罗娜侧躺在床上 注视神色无奈的陆也 扬起浅浅的笑容 赶快起床 陆也顺手将三角茶几上的替身玩偶 扔向西罗娜 咱们已经迟到了 西罗娜伸出雪白纤细的手腕接住玩偶 灰眸炼宴高贵 旋即摊臂躺在床上 撒娇般道 我不想出门了 那就没有冰淇淋了 你先出去 我换身衣服 西罗娜立刻起身 将筋发挽至耳后 干练道 我再就不能换了 陆也理直气壮 又不是没见过 西罗娜笑意吟吟 伸手示意陆老师出去 口接 耿鬼插腰站在西罗娜旁边 同仇敌忾 陆也 都一样 反正超客之力可以感应到屋内 怎么会有人这么用超客之力啊 西罗娜服额轻叹 陆也 诺 现在你见到了 西罗娜将替身玩偶砸了过来 陆也正好关上门 咚 陆也看向身旁的耿鬼 诧然道 你怎么也被赶出来了 耿鬼扒眼皮土舌头做了个鬼脸 然后两只短手捧腹 呲牙一笑 口接 西罗娜换了一身干练的白色衬衣 黑色阔腿裤衬托出完美的腰身笔 脚下一双黑色的高跟凉鞋 金发两侧 别着黑金发式 胸前凹凸有致的曲线中央 一枚水滴状的挂坠 走吧 西罗娜微微一笑 挽住陆也手臂 手肘处传来疑你 陆也略显意外 告诉大木博士他们 反正 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了 西罗娜轻声说 精致的脸颊微微泛红 我永远喜欢西罗娜 陆也正色道 嗯 还有竹篮 萌萌哒 白菜 像爆菜鸣 做菜和相声都是我的老本行 训练家 竹篮问 谁是训练家 陆也刹然地反问 陆也和西罗娜 竹篮微笑地回答 猎咬陆沙搭了肩膀 懒洋洋跟在两人身后 轻叹一声 咔嗷 刚喝了碳酸饮料 今晚感觉吃不下了 口结 耿鬼呲牙一笑 甩来一记舌舔 正好命中陆老师的侧脸 训练家是我耿鬼的 夜幕笼罩 繁星点缀 聚餐在陆兰岛上的一间 高级餐厅举行 留在岛上的群成员 大多参加 马志士驾驶水流号 回去再客了 暂时返回不了陆兰岛 乌松本来还要筹备 三天后的冠军联赛 硬是被阿柳和大叶拽了过来 放开 乌松紧张到 财政支出表还没有做完啊 不要这么辛苦了 阿柳笑嘻嘻地说 今晚由陆老师亲自下厨 大叶挠着爆炸头 咧嘴道 没准等冠军联赛结束 就不用加班了 乌松正脱两人的手臂 胆了胆久红西装上的灰 推幅平光镜 陷入沉默 假如迎战陆老师 自己的胜率极其渺茫 但这 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乌松摇了摇头 看向眼前的餐厅 就是这里了吗 是的 大叶低头看向手机 陆老师说他马上就到 餐厅内 阿金正在向小智约战 小老弟 来不来打扑克牌 小智连连摆手 我 我不会这个 则 阿金嘖舌一声 无视了大木博士的用力咳嗽 直到青绿冷漠的眼神瞥过来 阿金这才发动危险预知特性 将扑克牌收了回去 阿密一袭白色连衣裙 半蹲在地 正在轻轻抚摸小智的皮卡丘 皮卡 皮卡丘 惬意地眯起眼镜 两米多高的细巴 独自坐在一旁 默默咀嚼着愤怒馒头 他对聚餐没有兴趣 不过听说今晚青绿和大夜也会来 恐怕会有机会和他们对战一场 为了照顾到众人宝可梦的饮食 身为培育之人的青绿 特制了宝可梦食物 此刻 小智的几只主力正埋头盆中 大快朵移 除了一只眼神深邃的陆卡丽欧 正站在一旁 看向小智道 我该回去了 小智 不能留下来吗 小智挽留道 陆卡丽欧微微一笑 环顾小智的宝可梦 道 你的宝可梦们 邂逅了一位优秀的训练家 而我也一样 与小智并肩作战 已经满足了陆卡丽欧的一桩心愿 而现在 他也该返回欧鲁德朗城 继续守护世界之术 小智深吸一口气 目光闪烁 露出笑容 谢谢你 陆卡丽欧 那笑容与亚郎重合 陆卡丽欧猛地一震 逐渐露出笑容 轻轻汗手 一阵熟悉的波导传来 陆卡丽欧抬头望去 正好见到走进门来的陆老师 来迟了 陆也倩然地笑道 我还找了三个帮手 和我一块下厨 在他身后 钻出三个脑袋 齐声道 打扰了喵 小智认出三人组的制服 睁大双眼道 火箭队 陆卡丽欧做出迎战的准备 陆也赶忙道 他们是这届灵蓝大会的记者 我邀请过来的 可恶的小鬼头 我们可是在现场 为你加过油袋 三人组气嚷嚷道 抱歉 小智挠头善笑道 是我太紧张了 我先去下厨 陆也看向身旁的西罗娜 料理很快就能准备好 西罗娜轻轻点头 眼神中透露询问 冰淇淋当然也有 陆也哑然笑道 神奥三位天王 阿柳 大叶 雾松的视线 在两人脸上来回环顾 他们 阿柳的呆毛 轻轻摇晃 这时 大叶挠了挠火红爆炸头 雾松推幅平光镜 正欲开口 旁边靠过来的阿金 大声道 在一起了 在场众人的目光 汇聚过来 正好落向中央的陆老师和西罗娜 很意外 西罗娜轻轻侧头 目光落向神奥三天王 三位天王齐齐摇头 早在陆老师抵达神奥的时候 就是由西罗娜亲自迎接 再加上灵兰大会时期 两人一直住在一起 这几乎已经是半公开的关系 此刻无非是多了个缓解 大木博士等人 大木博士等人倒也没有太过诧异 毕竟去年圣诞节 他俩就是一起度过的 青绿抱着手臂 陷入沉吟 原来小兰的猜测 没有出错吗 那是当然 小兰得意道 你和赤红都是两块木头 怎么看得出来 两只六V宝可梦 培育出来的后代也是 嗯嗯 阿金尚未说完 就被小银从后捂嘴 拖到一旁 克里斯塔尔微红脸颊 无奈笑道 大家不要理会阿金就好 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小智挠挠头 看向身旁的西巴 是指两位冠军一起训练吗 西巴嚼着馒头 含糊道 差不多 幸好柯拿姐没在这里 小兰拖着腮 轻声道 否则又要受刺激了 插曲过后 陆老师和三人组下厨 准备今晚的料理 三人组的厨艺有目共睹 喵喵更是在拉面店中进修过 一度被店主邀请留下来 不过为了三人组共同的梦想 喵喵最终还是回到了队伍 今天做什么料理 喵喵喵看向干部 用这个 陆也将火红发亮的龙火果递给喵喵 这 这 会不会太辣了喵 喵喵吞咽口水 每个人单独做一碗红油凉面 陆也露出和善的笑容 还有 阿金的那份 由我来准备 餐厅内留有单独的活动空间 足以容纳众人的宝可梦 除了大钢蛇这种体型过大的 大多都被派了出来 好 嗯 小智的喷火龙 站在轻绿的喷火龙前 两手插腰 鼻子喷出两道浓烟 咱俩出去笔划笔划 好 轻绿的喷火龙眼神僻拟 嘴角勾起弧度 虽然实力尚弱 不过勇气可加 卡捏 下化线水剑龙和小兰的水剑龙站在一起 在水剑龙的仔细审视下 小龙瑟瑟发抖 最终融化成了百变怪 卡捏 水剑龙看向逃离的百变怪 推幅墨镜 雕虫小记 波克比 皮卡 又基拉斯 站在张开双臂的皮卡丘身后 皮卡丘身前 波克太郎扮演老鹰 眼神凶利 波克 皮卡 皮卡丘额头划过汗滴 悄悄后退半步 恰机嘟一 波克比使用了帮助 见到乐在其中的波克比 波克太郎顿时变脸 波克 皮卡 皮卡丘像各保姆般 无奈地叹了口气 夜色渐晚 陆老师的料理制作完成 由耿鬼施展影子分身 进行摆盘 长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 炭烤香肠 烟熏尾巴 清炒迅菇 都是煎炖中的常见食材 主食是夏日清凉爽口的红油凉面 黄瓜丝 花生碎 嫩豆芽 鲜亮的红油浸润面条 散发阵阵诱人的辣味 只是看起来辣 路也道 味道还是挺爽口的 阿金 阿金 爬地两掌 何时 我开动了 餐厅内 响起一阵 稀流声 嗯 味道很不错 青绿双目一亮 称赞道 这趟神奥之旅 不需此行了 大木博士 哈哈笑道 阿金辣得满脸通红 抬头环顾 你们都不辣的吗 我觉得还可以 小银淡淡地答道 阿金面色古怪 筷子却一刻没有停下 畅快地痛饮一口冰镇干果汁 呼 陆老师的厨艺 已经可以去开主厨餐厅了 小兰道 我也有这个打算 陆野沉吟片刻 与西罗娜对视一眼 旋即道 之后可能会开一间咖啡店 西罗娜微微一笑 那是两人在许久之前的约定 距离时限也近在咫尺 到时候我一定来光顾 阿金大声道 小银 你分明就是想去蹭吃蹭喝 那也是一种光顾的形式 阿金昂首道 小智挠了挠头 看向大木博士 认真道 我打算向合众联盟 发起挑战 当然没问题 大木博士笑道 我会联系红豆山博士 替你完成登记的 陆老师略显压然 小智终究还是 要去合众联盟挑战 毕竟合众联盟 还有全新的羁绊在等着她 我在合众联盟 也有认识的训练家 西罗娜微微一笑 或许也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小智 真的吗 小智双目放光 谢谢西罗娜前辈 小智的下一站 去挑战合众联盟 自己对合众大会 没什么兴趣 陆老师陷入沉吟 还是先去一趟卡洛斯 开间咖啡馆养老 顺带找一找石板 那你还参加三天后的冠军联赛吗 陆老师 阿柳好奇地问 陆也 参加 考虑到实力不断提升 这届林蓝大会 恐怕是自己联盟大会的终点 毕竟挑战联盟大会的收益 对自己而言越来越少 得考虑向天王和冠军下手了 从今往后 参加冠军联赛成 爆打宝宝杯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0章 回忆是珍珠 友情是钻石 夜色渐浓 聚会最后 大牧博士提议大家一起合照 无论是邂逅 战斗 羁绊 大牧博士笑着说 这些都会成为珍珠般的回忆呢 小智看向烈焰猴 正好与他的目光交汇 烈焰猴的林甲燃烧火焰 低声道 乌尔 能与小智相遇 或许是他最幸运的事情 路卡丽欧闭上双目 回忆起昔日的主人亚郎 回忆起与两连进化的杰尼龟 共同拯救世界之术 那些回忆仍如珍珠般璀璨 路也与希罗娜站在一起 低声道 感觉有点离别的情绪 每届联盟大会都是这样 希罗娜淡淡一笑 轻声回答道 因为象征着一年的旅程 至此结束 路老师微微一正 无论是真似还是小智 亦或无数的训练家 他们的目标都是极其八枚徽章 挑战联盟大会 有些训练家倒在了徽章的门槛前 有些则在大会的预选赛惨遭淘汰 但无论如何 未来总会有全新的道路 因为这世上仍有无数的宝可梦 无数的冒险 在等待着他们 至于我自己 路也看了眼希罗娜精致的侧脸 缓缓低头 注视掌心缩小后的八枚精灵球 能和萌萌哒 小家伙们一起度过平淡的日常 已经足够 我 路老师 想要过上平静的生活 来合影吧 骆托 骆托母图鉴飞到众人面前 欢快道 喵喵 喵的摄影技术也很棒 喵 好了好了 小次郎笑着搭住喵喵肩膀 快来一起拍照吧 果然翁碰的一声 跳出精灵球 高声敬礼道 缩南斯 宝可梦世界除了训练家 护林员等战斗职业 画家 小说家 摄影师亦不在少数 合众幽灵系天王晚龙 便是著名小说家 著作由蜜阿雷市出版社发行 深受柯拿姐追捧 至于摄影师 正是卡洛斯重细馆主 紫罗兰的主页 陆老师记得世界变动前 宝可梦随月拍正要发售 还挺想玩一玩的 看这里 骆托 咔嚓 骆托母图鉴的摄像头亮起闪光 众人一阵嚷嚷 我都还没说好刘海啊 阿金掏出随身携带的梳子 整理黑色刘海 没人会看你的了 阿金 克里斯塔尔在旁无奈叹气 小致向后转头 看见轻绿将手搭在自己肩上 轻绿是否 再去合众前 先来长盘道馆修行 轻绿目视前方 淡淡道 不许迟道 小致愣了一下 点头笑道 没问题 稀巴庞大的身躯 站在最后方 脚着陆老师特制的馒头 眼中精芒一线 虽然不如愤怒馒头 但已是难得的佳品 稀巴 阿妩 希罗那一袭白色衬衣 笑意吟吟 金发垂落 眼角弯成月牙 陆也看了他一眼 又望向前排站C位的大木博士 喊道 大木博士 你来喊开始吧 哦 没问题 大木博士皱文舒展 暴毙汉手道 开始吧 洛托姆 咔嚓 洛托姆 已经上传到群聊天文件了 洛托 群聊天 那是什么 希罗那看向陆也 好奇地问 陆老师恍然地一拍额头 之前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眼下的关系 也该把萌萌哒拉进聊天群了 这波呀 这波是打通神奥 解锁了SSR的人物图鉴 我拉你进群 陆也低头拿出手机 群成员白菜冰淇淋加入聊天群 小黄 欢迎欢迎 阿渡差一道 三个地区的冠军都入群了 米可丽撩开绿色长发 打去道 请问这里是世界锦标赛线下讨论组吗 大无笑道 或者说 下届市锦赛 不用另外建群了 丹地和陆老师也是熟识 入群也就打个招呼的事 大无环抱双臂 天蓝色眼睛深邃如宝石 暗存道 参加下届世界锦标赛 或许会比收集藏品 更有意思呢 毕竟 我对第一的席位 也很感兴趣 大无扬起自信的微笑 继续挥动矿工稿 挖矿去了 陆老师 你们参加吧 我对世界锦标赛不感兴趣 西罗那玩耳道 我也猜到这个回答了 陆老师眉毛一扬 打通宝宝杯就算赢 路比搓着下巴 挑眉道 米可丽师傅 你什么时候把师娘拉进来 这样群里又多一对情侣了 我和沙菲亚 陆老师和西罗那冠军 赤前辈和小黄前辈 不知道进展如何 想来也应该快了吧 柯拿满脸茫然 哟 沙菲亚惊讶道 诶 柯拿姐姐还不知道吗 早在七夕的基拉奇事件时 陆比和沙菲亚 就猜测过这两位冠军的关系 现在看来 两人的进展 已经快要官宣了 柯拿 知道什么 阿金福额得意道 不会吧 不会我不是 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群成员 阿金被群管理 柯拿禁言一天 阿渡环抱双臂 若有所思 你们这么说的话 我似乎也知道了 柯拿 有些事情 小蓝轻声道 柯拿姐 还是不要知道为好 柯拿 哦哦 众人的合照 众人的合照 已经上传至群相册 与关都地区的合照 放在一起 小银浏览着这张合照 依旧绷着脸庞 目光微微闪烁 她将这张相片保存下来 打开对话框 点击发送按钮 图片加载进度 百分之一百 走吧 该回去了 阿金摇摇朝她招手 小银关掉手机 两手插兜 缓步走去 来了 灵蓝岛夜色笼罩 众人走在返程的途中 隐约响起音香稀柔和的歌声 口节 耿鬼呲牙一笑 从口袋里摸出麦克风 陆老师脸色一变 喵喵 使用挑衅 喵喵几乎落下泪来 喵不会这招啊喵 骆托姆 戏法 戏法 交换双方持有的道具 口节 耿鬼低头看向手中的讲究围巾 无奈地耸了耸肩 口节 那就下回再唱给大家听吧 火箭队 心岛基地 男人正坐在沙发 手掌妈撒膝头的猫老大 喵呜喵老大在地毯上露出肚皮 熟料 男人的注意力 正集中在投影屏幕的相片上 凝望照片中的红发少年 板木心底涌现一丝柔和 这是由小银亲自发给板木的照片 经过米基纳事件 两人的关系已然冰势 但小银并不愿意接手 这个全新的火箭队 火箭队对板木而言 又是无法割舍的存在 是时候了呀 板木已靠在沙发背 皱纹舒展 喃喃自语 当他拨通真鸟的联络时 声音沙哑低沉 宛如一位地下教父 真鸟 替我联络导师 没问题 真鸟恭声回答 已经是深夜 原以为陆老师明天 才会看到这则来电 未曾想他很快接通 略显意外道 真鸟 真鸟 是板木老大要与您联络 奖金什么的就不用了 随便来几个小目标就行 陆也连连摆手 真鸟 可能是比奖金更重要的事 听着真鸟深沉的语气 陆老师心头一紧 莫非板木老大就伤复发 马上要挂了 那我的年终奖咋办 陆也 速速转接 嘟嘟 陆也许久未见了 立体投影当中 板木交叠双腿 低沉地道 见板木不像有事 陆也点了点头 具体什么事 上次一别 我仔细考虑了很久 板木沉吟半赏 房间寂静无声 他低声问道 你有意愿 接管这个全新的火箭队吗 陆也 陆也 时 吗 我没听清 有你 成为这个火箭队的领袖 板木沙哑道 接管这个 彩虹火箭队 陆老师神色复杂 合着你是着急退休 想回去带孩子了 彩虹火箭队这个名号 陆老师在提出彩虹计划时 就曾考虑过 板木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名字 并且把究极邪恶组织转变成了儿子去哪节目组 此刻听到板木的邀请 陆老师并无太过意外 我觉得现在这个职务挺好的 陆也道 你也知道 我比较喜欢自由 并不要求你立刻做出决定 板木低头抚摸猫老大 低声道 我只是表明我的态度 经过米基纳事件 陆老师对板木老大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对待信任的人毫无保留 就像板木曾亲自栽培赤虹那样 陆也陷入沉吟 这真是要卸任的节奏啊 不是比可取而代之 是压根没有其他候选人了 然而 火箭队首领这个位置 恐怕只有板木老大最为合适 我会考虑的 陆也便向婉拒了邀请 玄机好奇道 那您还去合众搞事 可展开行动吗 板木并不忌讳 但弹道 制定了暂时的行动方针 名为暴风雨计划 陆老师一愣 在动画BW中 板木只派成为干部的三人组 在合众地区抓捕三云神 这个计划被命名为暴风雨 并且是由板木亲自执行 抓神兽的暴风雨计划 板木 不 只在恶劣天气 也能保证物流系统的正常流通与运行 所以名为暴风雨计划 陆也 真有你的呀 板木老大 6月5日 周六 灵兰大会落下帷幕 冠军联赛即将打响 官方论坛的一则帖子 成为当天最热门的话题 大会冠军陆也 宣布参加冠军联赛 来了 陆老师带着他的宝宝阵容走来了 一年时间 新队伍就成行了 恐怖如斯 这套阵容不摇人的话 打西罗那冠军 还是有难度的吧 打完天王 不一定会挑战冠军啊 对啊 说不定是求婚呢 楼上不对劲 插个言 回来把你断头钱了 相较于联盟大会 冠军联赛的含金量无疑更高 赛制也相对严格 冠军联赛采用六选四的单打模式 容许轮换与MAGA进化 但禁止回复道具 这恐怕是对龟龟的史诗级削弱 不过龟龟刚打完决赛 可以让耿鬼或者仙子一部出战 关于具体挑战四天王的哪一席 陆老师也征求了 希罗娜的建议 你对地面戏很了解 希罗娜私存地说 菊野婆婆恰好要退休了 挑战她也顺乎情理 陆爷 可我并不会在神奥联盟留任天王 希罗娜一正 先手抵住下巴 轻声道 也就是说 悟松即便输了也没有关系 陆爷 谢谢你 悟松 将来结婚 我必请你喝喜酒 身为神奥联盟的最强天王 悟松在挑战冠军席位时 曾击败希罗娜的两只宝可梦 最终赋于烈咬露莎 挑战悟松是个双赢的选择 他可以暂时不加班 耿鬼也可以出来活动活动 至于记在小本本上的大叶 来日方长 有机会夫妻双打 连带着四代木电刺一块奏 陆老师挑战悟松 大叶两手捧脸 惨叫道 为什么不挑战我 身为火系天王 大叶有着极为强烈的斗志 倘若被陆老师挑战 大叶会比陆老师本人还要开心 挑战我吗 悟松一身酒红色西装 推服平光镜 嘴角勾起淡淡的笑容 身为神奥的最强天王 悟松同样有着对于战斗的渴望 这一点 从他多次参加冠军联赛 挑战西罗那就可见一二 倘若没有这份心态 悟松也不可能坚持加班化掉 也不可能成为天王的第四席 悟松推服眼镜 金光一线 赢了像联盟批架 输了当场退休 与陆老师对战 无论输赢 我都不亏 当天下午 陆老师挑战超能戏天王悟松的消息 不静而走 上来直接挑最强的 神奥的最强天王 说是青少年杯不过分吧 陆老师和悟松天王都擅长战术 这场或许会演变为戏法空间的博弈 快进到才影灭歌 耿鬼玩它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1章 怎么会有这么脏的训练家 和悟松的比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 在这之前 训练与摸鱼计划照常进行 陆爷躺在沙发上 翻看碗龙著作的小说打发时间 雪白的仙子衣布 蹲坐在沙发一侧 夏日的困倦逐渐上涌 微微眯起湛蓝眼瞳 不一 单手拿住书籍 陆爷的视线在书页游走 伸手搓捏仙子衣布的粉嫩耳朵 他轻声念叨 娇小却坚强的宝可梦 抬头仰望他的训练家 却看到动摇的种子正生根发芽 他们的对手 前所未有的强大 宝可梦用轻柔的叫声 安抚他的训练家 战斗开始了 独至这里 陆爷心头微动 娇小却坚强的宝可梦 他回想起与衣布的初次碰面 稍稍低头 目光与抬头仰望的仙子衣布交汇 不一 警号 陆爷 抱歉 手劲大了 不一欧欧仙子衣布侧过脑袋 表示原谅你这次 把书背朝上摊在胸口 陆爷注视仙子衣布的断带 忽然生出念头 想打个死劫试试 陆老师抿了抿嘴 可惜自己没有超级真心人的体质 否则 徒手接仙子衣布的钢尾 再来一记地球上头举高高 余光落相蹲在空调下 收连羽翼的葱油冰 陆爷 葱油饼 过来一下 嘎 葱油冰把剑盾放在一旁 慢悠悠地走过来 陆爷俯身摸了摸鸭头 压压地脖梗缩了缩 不解道 嘎 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 陆爷咧嘴一笑 嘎 葱油冰浑身一颤 总感觉你话里有话呀 嘎 我去训练了 葱油冰抄起剑盾 匆忙赶向屋外 陆爷微微一愣 喊道 当心中暑 嘎 Sidman 葱油冰几杯一寒 难道中暑后会发生什么事吗 到底出不出门呢 实在太难了呀 压压最终还是出门 直到水剑龟训练兵系招式去了 年轻的大葱压尚未意识到 世上每一根大葱都早早标好了价码 东方有道名菜 叫冰镇压 剑盾真神 呈应急食材 陆爷继续看书 恰计都一 波克比从房间跑到厨房 用念力打开上层的冰箱 取出大瓶可乐后 又用念力合上 脸颊贴着冰凉的大瓶可乐 波克比一脸惬意 都一 幽姬 又姬拉斯眼神专注 正在搭波克比完剩下的姬木 把姬木搁在最上层 又姬拉斯松了口气 幽姬 陆爷看在眼里 丢出一块硬石头 接住 又姬拉斯 又姬拉斯忽然扭头 飞身一扑 叼住硬石头 嘎嘣嘎嘣咀嘎咀嚼咀嚼起来 幽姬 陆爷 准神幼崽还挺好玩的 这些硬石头数量不少 是灵篮大会的冠军奖励 能作为又姬拉斯的口粮 再结合之前抽到的抗斗果 又姬拉斯的特制伙食大功告成 味道与营养兼具 足够支撑到准神幼崽完成进化 在杀姬拉斯期间 他将不会再摄取任何矿物 届时陆老师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不过等到进化成班姬拉斯 就又得头疼火石了 陆爷揉了揉额头 难怪馆主 天王 冠军往往都有自己的副业 毕竟除了打怪练级以外 课金培育也是不可或缺的 敖屋 风速狗鬃毛后蜜 趴在地上 大尾巴一摇一晃 哈着舌头 进入战斗状态后 是头雄狮 平时是一只帅气且睿智的二哈 由大狗勾带娃 波克比和又姬拉斯 有时也会跟着吐出舌头 都一 陆爷 这实在太可爱了 陆老师倾咳一声 从沙发上起身 将婉龙的小说塞回书柜 书柜上都是西罗那的藏书 除了婉龙的小说 还有有各种神奥历史与神话研究 视线从书籍上扫过 陆老师忽然想起昨天 板木老大准备让位的那番话 就像大舞把冠军之位 转交给米可丽 那并非懈怠 并非沮丧 只是有更值得追求的事物 并且觉得对方值得托付 当老大是不可能当的 只能幕后出点主义这样子 陆也喃喃自语 抬头望天 暴风雨计划 隔绝异常天气的影响 慢着 老大不会真去整一只德尔塔气流的裂空座吧 陆老师面色古怪 应该是自己多虑了 此外 根据真鸟提交的人士调动书 鉴于五脏 小次郎 喵喵在米吉娜的出色表现 提拔他们为小队长 直接等同于低级干部 这个晋升与动画剧情相符合 神奥地区后 三人组便换上了黑色制服 晋级干部 后来又降职了 目前三人组还是光感司令 手底下没有其他员工 努力工作的话 有希望成为高级干部 地位等同于三干部 陆老师神色微妙 从前的三干部 纳兹 阿菊 马智氏 现在的三干部 五脏 小次郎 喵喵 这是强壮柴犬 与瘦弱柴犬的对比吗 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呀 灵兰岛 藏书馆 务松穿着酒红色西装 交叠双腿 戴着淡紫色的眼镜 快速翻阅手中的精装书 阅读是务松最大的兴趣爱好 前段时间忙于工作 此刻为了备战冠军联赛 总算有了空下 他 务松和尚书籍吐出一口气 呼 看完了 身为超能系天王 务松掌握了快速阅读与过目不忘的能力 所谓快速阅读 能与量子波动读书法相媲美 比起掌控念力的加德利亚 具有预言能力的葛吉花 务松的能力稍显逊色 但对于擅长战术的训练家 这些能力却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研究陆老师的战术体系吧 务松拿起纸笔 低声自语 那只梗鬼需要特别注意 催眠的话可以用梦话予以回击 如果是灭歌 那就得用轮换语挑衅进行针对 倘若陆老师追求快功 用戏法空间 务松额上布满冷汗 粪笔集书 写了满满一整页 最终 务松靠在椅背 摘下眼镜 擦了擦额汗 完全没有办法针对啊 鬼知道陆老师究竟会掏出什么战术 以耿鬼为核心的战术 实在太多了 催眠 剧毒 灭歌 控诉洞风 高速影子球 务松心底生出一丝绝望 趴得将笔拍在桌上 关键在于 这些陆老师都运用自如 甚至每一期都做了教学视频 务松 怎么会有耿鬼这么脏的破壳萌 怎么会有陆老师这么脏的训练家 阿金等人还留在陵兰岛 准备看完天王赛后再离开 大木博士和清律因为有研究工作 提前乘坐轮船返回关东 一块烧上了花子阿姨与小智 陵兰岛的港口 雪白的轮渡即将驶离 悠长的气笛响起 陆老师再见 小智趴在甲板栏杆上用力招手 阿金前辈再见 这小子还挺有活力的嘛 阿金搓着下巴道 也许下届的合众贵员大会 小智就能夺冠了呢 克里斯坦两手提包 站在一旁微笑道 陆老师抬头望天 道理我都懂 BW地区的皮卡丘 可是影帝加批滑艇啊 莫非合众是宝可梦好莱坞的发源地 皮卡丘也入乡随俗 那资解之前 是不是还在合众拍过电影 小蓝头戴阳帽 欠身好奇地问 小银穿着黑红色上衣 站在一旁 漠然无语 当着大家的面叫 那资解 私底吓一口一个老女人 从特效和配乐来说 是一部烂片 陆也抱着手臂 众肯地评价道 剧情也一样 那资出演的电影 名为魔法国度的神奇之门 那资饰演反派女巫 名字和剧情的槽点实在太多 不过莫名受到观众追捧 那资也得以从火箭队成员 转型成电影明星 倒是和五脏的梦想有点类似 可能因为 主演本身就没啥演技 把阿金摊守到 陆也愣了一下 幸亏你在聊天群里被禁言了 否则神仙难救 下午 陆也找到仍在努力摆摊的三人组 来到僻静的角落 向他们宣布了人事调动 咱们成为小队长 五脏声音发颤 三个人 小次郎咽了口唾沫 全 全部晋升 喵喵眼巴巴的抬头望向干部 是真的吗 喵 陆老师点了点头 三人组猛的一震 太棒了呀 喵 梦梅嘎 咱们这段时间的努力 没有白费 陆也 好了 别把其他人引过来 是 明明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动 光是头衔的晋升 就足以让他们感动 陆老师觉得没有比他们更方便忽悠 可 更称职的员工了 陆也 加油努力 继续挣取经费 未来甚至可能晋级三干部 潘科技的三人组和物流公司火箭队 嗯 专业对口了 三人组抱在一块 勤住眼泪 好棒的感觉啊 哦哦 缩南斯 六月六日 周日 凌兰大会的主会馆 陆老师与物松的对战即将打响 砰砰砰 绚烂的烟火绽放 航拍器盘旋在场馆上空 汹涌的人潮涌入场馆 三人组拿出燃烧般的热情 招揽顾客 有伸舌头的耿鬼玩偶窝 喵 还有仙子衣布的耳朵头饰 非常可爱 陆老师待在选手休息室 看向大屏幕的转播 略显差一道 观众居然这么多 工作人员笑道 得益于您的人气 这届冠军联赛的关注度 不亚于凌兰大会决赛呢 冠军联赛 已然是水准最高的对战表演之一 陆老师与物松又均是高人气选手 强强对决 极大调动了观众们的热情 陆老师加油 物松 物松 场馆的欢呼声传进休息室 陆老师惊讶于这场对战的观赛人数 隐隐升起一丝期待 其他谁有赛都可以输 这场必须要赢 大屏幕上 正在转播物松登场的画面 人生顶沸的场馆 物松脚踏皮鞋 手持书籍 缓缓从选手通道走出 阳光洒落在他淡紫色的眼镜上 他 他合拢书籍稍稍抬头 向空拍骆托姆露出淡淡的微笑 煞时间 场馆陷入沸腾 物松的人气还挺高 潮水般的欢呼声中 小兰向阿密复而道 阿密微微一笑 轻声回道 因为物松在此前的冠军联赛 表现都很出色 吸引了不少关注呢 二层的观赛席 西罗那交叠双腿 一身雍容的黑色风衣 黑绒警示 目光注视向对战场地 欢呼声更为热烈与真实 主持人激情四射的声音 回荡在场馆 接下来 有请灵兰大会冠军 陆野 设置模式以启动 骆托 画面当中 Rack的红点闪烁 朝天仰拍 陆野的背朝镜头 正向沸腾的场馆迈步而出 手机骆托母盘旋在四周 直播间的水友们 第一时间涌入 来了 第一视角 陆老师不打宝宝杯了 哭腔 区区天王赛 岂不是打宝宝 陆宝给也杀 陆野走出长长的选手通道 阳光照耀 四面看台的观众 煞时间爆发欢呼 站在声浪的中心 陆野看向身前站定的悟松 忽然有些不真实感 一年前 自己在电视节目中 看到了悟松 VS西罗那的冠军联赛 一年后 自己已然站在这里 向神奥联盟最强的天王 发起挑战 咚 咚 并不急促的心跳声 陆野已经平静地 接受这一切 正如手中的 精灵球那般真实 当训练家与宝可梦 心意相通之时 光辉璀璨的战斗 便展开了 悟松单臂抱胸 托付近况 微笑地说 什么 我刚刚读到的一篇小说 悟松耸了耸肩 再不抓紧时间 可能没机会看了 不 悟松改口 淡然地笑了笑 或许以后 会有更多的时间 陆野 我没打算接任天王的位置 悟松猛地一愣 没 没打算接任 之前忘告诉你了 陆野嵌然地道 过段时间 我打算去卡洛斯旅行 悟松伸出颤抖的手 推幅近况 合着到头来 接受陆老师的挑战 也是加班的其中一环 星号 赶紧的 悟松啪的扶住额头 身影扳道 赶快开始对战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2章 你也很懂宝可梦对战吗 阳光照耀 主场馆四面看台的观众们 齐齐呐喊 震耳欲聋 助力的大屏幕上 陆野与悟松 分别亮起四枚精灵球 冠军联赛 采用六选四的单打模式 同样限制招式数目 战术选择 便显得至关重要 悟松的酒红色西装 在阳光下发亮 他左手拿书单臂抱胸 右手扶着淡紫色平光镜 努力平复窜生的血压 冷静 冷静 这肯定是垃圾化战术 我不能被陆老师干扰 四周震耳欲聋的欢呼 仿佛消失 悟松调整呼吸 逐渐浮现淡淡的微笑 这就是被大木博士 称作战术之人的训练家吗 抱歉 我已识破这个战术 陆也试探地问 那你回去 是不是还得加班 悟松笑容一僵 陆老师在和悟松天王聊什么 喧闹得观赛席 阿金浩奇地挠了挠头 可能是韩轩 小银回答道 是我的错觉吗 西八抱着剑朔手臂 微眯双眼 作为格斗家的西八 对于虚无缥缈的气极为敏感 对于超能力者而言 这气指的是精神力 而用波导使者的说法 那是存余万物的波导 西八敏锐觉察到 了无松状态的下降 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西八低声道 难道是陆老师的心理攻势成功奏效 陆老师只是礼貌性地询问一番 类似于宁吃了吗 这样日常的寒暄 垃圾化 战术自动生效 这恐怕正是战术之人的固有能力 四面看台的欢呼涌向对战场地 谁友们挥动着大葱造型的拉拉棒 雾松的粉丝们挥舞横幅 陆老师加油啊 喵 三人组挂着售货篮 站在看台栏杆旁 手作画筒撞呐喊 在观众诧异的目光中 果然翁膨地跳出精灵球 敬礼道 缩南斯 裁判来回环顾雾松与陆也 用眼神询问 是否准备就绪 陆也轻轻点头 口节耿鬼并不首发登场 从影子里欢快跳到陆老师身旁 呲牙一笑 谁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雾松凝望向陆也 紫色平光镜折射光泽 恢复理智与信念 作为神奥的最强天王 他现身于猎人倔的缉拿行动 天关山的野生精灵暴动事件 他阅读量丰富 学识渊博 对擅长战术的陆老师满怀敬意 但同样的 在精灵对战之时 即便是学者也必须竭力迎战 斗志燃烧 雾松优雅站定 轻轻汗手 请双方做好准备 裁判高高举起旗帜 迅速挥落 对战开始 雾松推幅平光镜 轻巧至出京灵球 球盖打开 砰地飞出一道白光 去吧 青铜中 白光飞至对战场地 浮现出花纹繁杂的青铜中 终身泛着青铜的古老光泽 横梁如手臂般张开 漂浮在场地上 双目泛着淡淡的红光 雾松的招牌宝可梦之一 青铜中 他的青铜中极其擅长戏法空间 由于戏法空间改变了范围内的空间流速 迟缓的精灵反而能更快行动 对于身躯沉重的青铜中而言 戏法空间无疑是最佳的控场手段 雾松的青铜中 对于重力的掌握同样炉火纯青 重力控制下的宝可梦难以避闪催眠光束 会被青铜中轻松催眠 雾松正是凭借这招在天王杯中无往不利 换句话说 雾松的战术打法与陆老师极为相似 均是控场家恶心对手的对战风格 直播间飞过一连串的弹幕 开始素质起来了 雾松也是个老脏套路玩家了 什么脏套路 这分明是对战党的对决 笑 青铜中漂浮在场地 同一刻 陆老师的精灵球制出 场地一时间闪闪发亮 恰基督一 哦 哦 波克比青银落地 摊开小手 阿金正想说什么 波克太郎已经出现在他身旁 波克太郎很照顾妹妹呢 阿密一身白色连衣裙 端坐在旁 浅笑地说 波克星号星号 波克太郎伸出短翅膀挠头 阿金 我 波克 敏 波克太郎扭过头 阿金 X 场馆响起整齐划一的AWSL 雾松见到登场的波克笔 细不可查地皱起眉头 波克笔的速度甚至比青铜中更慢 等同于直接堵死了戏法空间的可行性 而且 陆老师或许是想借助波克笔的短途接力战术 强化其他的进攻手 那未免也太小瞧我了 雾松扬起嘴角 身壁道 青铜中 地震 直播间顿时陷入哗然 你个超能系天王 起手来个地震 扩大打击面 这很合理 东 青铜中从天而降 如同重砸坠地的钢铁 地面顿时开裂下陷 剧烈地震波荡向波克笔的方位 好似怒吼的猛兽 震起漫天的碎石与灰尘 波克笔 守住 路也指挥道 都一 地震轻压而来 波克笔站在摇摇欲坠的地面 像站在一夜偏周 于是闭目握紧小手 但壳四周亮起翠绿色的屏障 轰隆隆 尘埃漫天飞舞 场馆震动 观众们平住呼吸 看向震荡的场地 地面珠网般破损 波克笔站在尘烟散去的中央 安然无恙地挥动小手 恰机都一 星号 波克 波克太郎松开扼住阿金的翅膀 常常松了口气 阿金转头对小银道 波克笔要是输了 我可能会死 小银赞同道 你肯定会死 尘烟鸟鸟散去 路也微微一正 男言好奇 遥遥对悟松道 场地维修 待会还得你来负责 文言 悟松默默用超能力 屏蔽了陆老师的语音 此刻有战报的话 一定会显示出刺眼的红字 悟松退出了聊天室 看到悟松的神色 陆老师有些感慨 悟松和自己一样 都是有故事的男人啊 青铜中重新漂浮而起 双目泛起淡淡的红光 精神强烈化作淡粉色光芒 铺天盖地弥漫像波克笔 波克笔一边向角落缩去 一边揉了揉困倦的眼睛 都一 星号 Omega Q 这正是方才陆也 通过超课之力传递的指挥 波克笔 使用哈欠 哈欠具有延迟催眠的效果 并且是百分百成功催眠 这个招式极为隐蔽 瞒过了所有观众的双眼 解说员浑然不觉 激情四射道 青铜中的精神强念 笼罩住了波克笔 都一 波克笔沐浴在粉色光团中握紧 净化灰时 小脸流淌过一滴汗住 好在仅持续片刻 波克笔画做一道红光挣脱念力束缚 直接返回向精灵球 陆也 接力 已经没有机会强化 不过哈欠成功埋下了伏笔 阿金得意地暴毙道 陆老师这个战术 还是我教的 小银 小蓝 阿蜜浅浅一笑 阿金也有擅长的战术呢 悟松在继续追击与冥想强化间犹豫 突然一震 感知到青铜中身上异常的能量波动 催眠术 青铜中是什么时候中的 想到方才地震掀起扬烟的间隙 悟松几倍微微发寒 这是波克比的哈欠招式 波克比已然化作红光飞回了精灵球 在陆也置出精灵球的片刻 悟松凝视向青铜中 深深皱起眉头 现在来得及轮换吗 还是赌一回 用打击面更大的地震 先读陆老师的轮换 机会转瞬即逝 青铜中的困意逐渐上涌 悟松单手扶住眼镜 喝声道 青铜中 催眠术 嗡 青铜中屏住最后一丝清醒 终身复杂的花纹隐隐发亮 双目涌动占蓝色的光芒 化作一道飞出的光束 那道光束预判般 飞向精灵球的落点 白光逐渐退却 陆老师轮换的宝可梦正要登场 悟松目光深邃 身为超能系天王的他 同样无比精通催眠战术 对待魔法 就要用魔法予以回击 弹幕内顿时打出一连串的问号 裸催也太素质了吧 命中率很低 但对手是陆老师 命中率就不低了 陆也眉毛一扬 悟松还挺懂宝可梦 对战的本质就是猜拳 催眠术也只有中或者不中两种可能 观众们平住呼吸 好似看向抛制而起 旋转下坠的硬币 解说员 陆老师轮换派上了 属性占优的风速狗 嗷呜 风速狗鬃毛飘逸 昂首呲牙 转瞬被湛蓝色的催眠光芒笼罩 众目睽睽下 风速狗的大脑袋一锤一锤 转瞬陷入了睡眠 悟松的催眠术成功命中 裸催也能中的吗 连波克比都就不了飞球吗 这不怪风速狗 内鬼竟是陆老师 当 在风速狗闭目低伏时 青铜中同样重重坠落在地 场地陷入一阵诡异的寂静 观众也跟着安静下来 希罗那注视向场地上的陆野 脑海内浮现出他昨晚研究战术时的景象 悟松是不是很擅长变化招式 陆野问 是的 他的青铜中 麒麟棋 催眠术都非常棘手 希罗那回答道 希罗那曾在冠军联赛与乌松对战 还是靠线级队友 猎咬陆莎才抓住机会成功平推 没有一锤定音的把握 希罗那也不会贸然派出猎咬陆莎 陆野 哦 那我尽量多带梦画好了 画面定格在他那谨慎的神色上 希罗那哑然地摇头 灰色同眸注视向僵持寂静的场地 忽然闪过一丝异彩 风宿狗 梦画 陆野高声道 雾松猛的一阵 梦画 只有处于睡眠状态才能生效 随即选择一个其他招式并使用 熬悟 睡梦中的风宿狗狠狠字牙 仿佛身处熊熊燃烧的火山 梦中的席多兰恩正喷涌蒸汽 缓缓从岩浆小静脉搏而下 高温蒸腾 斗志昂扬 风宿狗迈动脚健的四肢 棕毛向后掠动 浑身燃烧起橙色火焰 化作碾碎敌人的战车冲锋向前 怒声咆哮 闪焰冲锋 砰 睡眠下的青铜中猝不及防 硬抗下这几冲锋 浑身金属都蒸腾起 呲呲白气 终身深深向内凹陷 被风宿狗悍然撞飞 当 青铜中再次坠地 勉强恢复清醒 花纹暗淡无光 终身满是胶痕与灰烬 观众席寂静无声 尚未从这攻防转换中回过神 待到看清局势 场馆煞时震动 爆发热烈的欢呼 你敢催眠我风宿狗 智能匹配 梦画风宿狗都来了 陆老师知道自己脸黑 防疫手也是很合理的吧 站在观赛席的达克多 披着斗篷 撩开灰色长发 嘴角逐渐浮现意义不明的微笑 我就知道 达克多略显激动 对阴影中面色古怪的达克莱伊说道 陆老师肯定会戴这招 达克莱伊 我忽然觉得你追求打牌是个很合理的抉择 达克莱伊深沉道 乌松推幅眼镜 收回体力宾威的青铜中 神色如常 经由梦画施展的招式必定会缺乏精细 MISS是常有的事 因此乌松也有针对梦画的准备 但青铜中受到此前 波克比的限制 导致乌松的指挥空间极其有限 难缠啊 乌松低声喃喃 脸庞反倒浮现淡淡的笑容 正因如此 与陆老师交手 才会令人热血沸腾 乌松眼神闪烁 高声道 上吧 太阳一步 白光散去 身姿优雅高贵的太阳一步 站着猫步 尾巴末端的分叉轻轻摇曳 额上的红宝石闪烁剔透晶莹的光泽 乌松的太阳一步特性为同步 能够同步双方的异常状态 包括催眠 剧毒等 此外 太阳一步的速度极为灵巧 避闪的同时还能用额头的红宝石 释放精神力量进行回击 乌松本身的超能力与太阳一步同步 再度增幅了这只太阳一步的状态 一乌 太阳一步叫升空灵 额上的红宝石 璀璨泛光 下一刻 太阳一步轻盈跃起 汇聚着充盈的精神力量 精神力化作两道锋利的刀刃挥处 砰 砰 熬悟 睡眠状态下的风速狗 喷射一道火焰 被太阳一步轻盈避开 生生承受住精神力量 短短片刻 风速狗后背多出两道淋漓的伤痕 鹿野微微皱眉 风速狗的梦画没有摇出大声咆哮 否则还是可以等到催眠状态结束 虽然很亏 不过 既然是一步内战 总归得让大姐头上场 鹿野取出豪华球 收回风速狗 旋即将精灵球致出 去吧 仙子一步 砰 球盖打开 仙子一步脉动纤细的四肢高高跃至半空 观众们的视线被纷纷吸引 仙子一步落地 晃了晃断带雨蝴蝶结 眼神僻靡 不一 一五 太阳一步轻轻晃动分叉的尾巴 站着猫步 晶莹的双眼露出警惕的神色 勿松推扶平光镜 谨慎道 太阳一步 冥想 我记得 陆老师家的这只仙子一步 是双刀的打法 特防又极为惊人 总之 先让太阳一步进行强化 一五 太阳一步仰手乌轿 阳光会入他额头的红宝石 整个身躯闪着淡淡的光泽 猛然间 一道雪白的身姿跃出 仙子一步两侧的断带 仿佛两柄利剑 电光一闪 急速冲向太阳一步 悟松陡然一惊 近距离作战并不是太阳一步的强项 影子分身 悟松呵声道 使用暗影球 撒 刹那间 太阳一步分出隐隐绰绰的分身 将整个场地环绕 不一 仙子一步的电光一闪撕碎一道分身 骤然停下脚步 每只太阳一步都汇聚着太阳光线 额头的红宝石 剔透晶莹 逐渐出漆黑如墨的影子球 不一 你 仙子一步环顾四周 逐渐滋起锋利的小虎牙 假如分不清哪个是真身 那就全部打一遍再说 仙子一步 高音 路也指挥道 不一 仙子一步昂首乌叫 妖精皮肤加持着高音 晶莹的光泽伴随阴浪的震荡向四周扩散 将满屏的影子分身横扫一空 高音的震荡波及向本体 衣屋 太阳一步面露痛苦 红宝石汇聚的影子球依旧汹涌而出 轰 影子球正中仙子一步 爆炸震耳欲聋 场馆掀起漫天阳烟 超能系天王的王牌之一 太阳一步的影子球威力惊人 观众们嘴唇发干 有啤酒和冰镇干果汁啊喵三人组恰好经过 第二杯半价哦 生意顿时爆棚 小兰拖着腮 投去羡慕的目光 不用羡慕 阿金取出携带的运动饮料瓶 我自带了干果汁 不过只有一人份 哈哈 场地扬烟散去 雾松紧缩眉头 浓浓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他能觉察到 两只宝可梦的实力并不悬殊 可仙子一步具有特防上的优势 要么轮换 要么速战速决 路也同样意识到这点 仙子一步 暗影球 仙子一步站在爆炸正中心 雪白身躯不上胶痕 伤势不容乐观 但他的眼神却无比锋利 蝴蝶结前方 汇聚出澎湃的暗影球 暗影球不断盘旋 裹挟四周的气流 悍然飞向太阳一步 太阳一步 用精神强念拦住 雾松立刻倒 一雾 太阳一步的念力 试图将暗影球禁锢 砰 剧烈的爆炸 凭借属性克制 暗影球继续飞出 太阳一步额头的红宝石 亮起晶莹光泽 念力将削减后的暗影球抵消 同一时刻 仙子一步正从生腾的黑烟中 飞窜而出 不一 仙子一步身上亮起 终极冲击的璀璨光泽 锋利如尖刀的冲锋 好似突破天际的钻头 悟松表情一致 抿了下嘴 陆老师 你这配招戴得不合理呀 太阳一步瞳孔收缩 倒映出飞驰而来 身姿却优雅动人的仙子一步 哄 碰撞声响起太阳一步狼狈地向后飞去 仙子一步停下步伐 抬起脑袋 湛蓝色的圆瞳流露骄傲 场地一片寂静 咚 才盼望向倒地的太阳一步 挥动旗帜 太阳一步丧失战斗能力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3章 仙独和轮换是基本操作 悟松天王的太阳一步 失去战斗能力 解说原激情的声音在场馆回荡 双方的比分来到1比0 一步家族的内战 以骄傲的仙子一步 获胜而告终 观众们视线聚焦在场地 毫不吝啬地献出掌声与呐喊 什么叫妖镜皮肤啊 仙部着急 仙部高音 大姐头威武 妖镜皮肤特性的仙子一 不能改变一般戏 招式为妖镜属性 并加强该招式的威力 无论是全平衡扫的高音 亦或是单点拼杀的终极冲击 都完美展现了仙子一步的进攻性 在卡洛斯地区 仙子一步往往是出现在 童话绘本中的公主形象 高贵优雅 仙巧脆弱 但同样也有仙子一步 猛扑向敌人 用粉白色的缎带 进行狩猎的记载 正如泉水仙女 与瓦尔基里的差异 陆老师家的大姐头 正是将这种暴力打法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仙子一步晃了恍蝴蝶结 雪白身躯布着焦黑的伤痕 眼神却格外锋利 不一 悟松为这矛盾又融洽的一幕所打动 收回红宝石 暗淡的太阳一步 悟松单手插兜 仰头看向大屏幕 还算可以接受 悟松单手推幅浅紫色的平光镜 镜片反射亮光 尽管笔分是一比零 然而陆老师的三只宝可梦已经登场 分别是波克笔 风速狗 仙子一步 并且配招也暴露大半 待会我的指挥 就会容易许多 所以 需要格外警惕的 就只剩下陆老师尚未登场的那只宝可梦 雾松凝视向陆也 发觉掌心微微有些出汗 就像大无冠军的后场 必定是他那银白色的巨金怪 陆老师的话 那只宝可梦必定是耿鬼 可是 我真能先读到 陆老师和耿鬼的战术吗 雾松眉头紧锁 归根结底 还是赛前我未能解决的那个问题 剧毒 灭歌 催眠 陆老师的耿鬼不仅实力强劲 战术同样诡诀多变 大会冠军陆也先下一程 解说原道 双方的精灵已半数登场 比赛来到了白热化阶段 场馆响起热烈的助威声 雾松应该是要派上那个家伙了吧 二层观赛席 大叶抓了抓火红的爆炸头 西罗那靠坐在沙发 脖梗处雍容的黑容 轻轻汗手 尽管属性不占优势 但是雾松为数不多的物攻手 比较合理的选择 至于路野 西罗那目光注视 向场地上的黑发青年 嘴角浅浅勾起一丝弧度 经历过神奥地区如是多的事件 他的心态已成长得格外坚定 至于耿鬼的实力 或许待会就能一见分晓 仙子一步尽管在刚才的战斗中受伤不浅 但他出色的特防依旧难缠 雾松眼神一鸣 身臂至出高级球 去吧 爱陆雷朵 球盖砰地打开 其中飞出一道白光 落在对战场地 爱陆 爱陆雷朵的外观如同决斗势 双臂的肘刃闪烁寒芒 注重礼仪的朝向陆野汗手 陆野回忆注目里 微微一笑 陆老师的学生满冲 同样培育了一只爱陆雷朵 他像是弓手兼备 行动迅捷的见识 又像是忠诚的守护者 因此陆野本身对爱陆雷朵 也颇具好感 爱陆雷朵是由雄性齐鲁立安 经过觉醒时进化而成的哦 进化之人小蓝笑盈盈的科普 也有弓的沙奈朵 阿金暴毕点头道 弓沙奈朵能和母怪力一起负担 小银 你闭嘴 阿金 这话题明明很学术好吧 乌松大概摸透了陆老师的联防体系 爱陆雷朵面对敖战一场的仙子伊布 具有体能上的优势 仍在睡眠中的风速狗 显然也难以抵挡爱陆雷朵 及风骤雨般的进攻 雾松嘴角勾起淡淡的微笑 身臂喝声道 爱陆雷朵 精神利刃 嗡 爱陆雷朵双目亮起红光 胸口的心形突起 隐隐发亮 张开双臂的肘刀 大不留心向前突进 距离逼近之时 爱陆雷朵的肘刀 暴涨近一米的淡粉色光芒 精神利刃骤然劈砍 肉眼可见的锋利 观众们神色一紧 直播间的观众们 同样神色紧张 仙 仙不着急 说不着急 其实也着急 不一 仙子伊布低伏前肢 自起锋利的小虎牙 但面对精神利刃 仙子伊布正处于 终极冲击的僵直状态 难以回忌 一束红光突如其来 将仙子伊布收回精灵球 同一刻 陆老师的下枚精灵球致出 先读爱陆雷朵的进攻 并用连防守硬抗这招 关键时刻 陆老师的轮换成功奏效 直播间内爆发出一阵欢呼 等将之一过 大解头的终极冲击 爱陆雷朵十万条命接不起 仙布换下去了 换谁来抗伤害 来了 威吓风速狗 白光浮现 身躯庞大而可靠的风速狗 出现在场 尽管处于睡眠状态 威吓特性仍旧触发 风速狗于梦中发出警戒的咆哮 凶猛的威吓画作声浪 向四周荡开 嗷乌 雾松微微皱眉 尽管超级爱陆雷朵的特性精神力 不受威吓影响 但是遇上灭歌 Magic未显然白费 还是按照赛前的策略 先限制耿鬼再说 爱陆雷朵 雾松喝声道 继续战斗 爱陆雷朵眼神一鸣 双臂肘刃的光芒隐隐暗淡 精神利刃悍然展落 呲 风速狗背部划开一条淋漓的伤口 愤然怒吼 书弟睁开如猛虎般凌厉的双瞳 骆托姆恰好给到了特写 直播间一片震动 我擦 二哈帅起来了 催眠状态下居然秒醒 这是为了守护背后的战友 陆老师的队伍中 不乏水剑龟这样的暴力输出 也有刀刀会心 无视能力变化的破顿手葱油兵 但最为可靠 最具有安全感 当属忠诚与凶猛 集聚一身的风速狗 它此刻正如猛虎般爆发咆哮 风速狗恢复了清醒 解说员激动道 这会成为决定本场对战的胜负手吗 风速狗 陆野喝声道 喷射火焰 嗷呜 风速狗自开獠牙 橙黄色的火焰化作火柱汹涌而出 砰 火焰炸在爱陆雷朵交叠的碧刃上 热浪弥漫 爆炸硬生生将艾陆雷朵逼退 艾陆雷朵的攻势未知一致 观众席煞时间爆发欢呼 雾松深深皱眉 陆老师是先读到了我的轮换 并且提前做好了联防的准备吗 这种被看穿的感觉 未免也太难受了 乌松双目陡然一鸣 那就暂时忘却战术 用强弓来解决战斗 艾陆雷朵 乌松凛然道 继续 精神利刃 艾陆 艾陆雷朵交叠碧刃 迎着持续喷涌的火焰 大步向风速狗破进 距离靠近之时 碧刃劈出十字形的斩机 将火柱横刀窃碎 砰 爆炸声响起 艾陆雷朵并未犹豫 高举起的碧刃 升起粉色刀芒 疏地斩落 风速狗乌叶一声 驱起四肢 凌厉的双瞳 死死盯住艾陆雷朵 即便是悟松 也忍不住发症一瞬 连续承受住两个回合的精神利刃 风速狗不光肉的离谱 并且完全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风速狗愤然扑咬向艾陆雷朵 两者缠斗在一起 砰 砰 艾陆雷朵用臂刃连续抵挡 交织出密不透风的顿墙 观众们望向僵持不下的战局 情不自禁地平住呼吸 悟松单手插兜 神色凝重 战局看似均衡 风速狗的体力实则岌岌可危 如果可以的话 悟松真想让艾陆雷朵一发吸取拳 解决战斗 顺带能扩大体力优势 但是陆老师的后背还有一只无视格斗系的耿鬼 悟松不敢赌陆老师的轮换 这是携带梦画的局限性 二层观赛席 西罗纳低声道 为了保证进攻效率 陆野或许并没有给风速狗携带陈光 那也太冒险了吧 大叶发证道 西罗纳金发下的灰铜 注视向场地上的陆野 他相信着自己的指挥 并且信赖着自己的宝可梦 嗷呜 风速狗 拜托了 闪焰冲锋 陆野的超客之力化作心灵感应响起 生命之火在风速狗身上燃烧 亚麻色棕毛逐渐涌起汹涌的火焰 化作金色的火团 风速狗大不留心 猛然冲撞向爱陆雷朵 雾松瞳孔收缩 神色微微有些复杂 在这种宾威的体力下 居然还能施展出反伤严重的闪焰冲锋 所以我才讨厌和擅长火系 不按常理来的爆炸头战斗 阿T 大叶打了个喷嚏 陆老师的风速狗 生命力还真是旺盛啊 阿柳惊讶道 嘿嘿 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瞧火系宝可梦 这可是能创造奇迹的属性 大叶咧嘴笑道 生生不息的火焰 时刻燃烧的斗志 这正是大叶青睐火系的原因 砰 闪焰冲锋 悍然冲撞向爱陆雷朵的碧刃 碧刃一片焦黑 爱陆雷朵站定地面 向后离开一米多远 强大的反冲力 冬的撞击声清晰可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风速狗尚未倒下 灵力的双瞳 瞪向爱陆雷朵 薄梗畜的红色之雨 闪烁红光 谁有没一句 卧槽脱口而出 精准所写 风速狗的体力 已经有如风中残竹 我怀疑你这风速狗 是换了皮肤的炎地 场馆的一片震动当中 陆野注视向目录思索的悟松 先读起他的指挥 悟松在猜测我的轮换 而我读你这个回合 会摊一波爱陆雷朵的体力 因为爱陆雷朵是悟松的Megaway 是在限制住耿鬼的灭割后 可以推队的存在 耿鬼 做好轮换上场的准备 陆野队藏在阴影中的耿鬼道 口结 耿鬼无嘴窃笑 自信满满地点头 陆老师 这是要卖风速狗吗 阿柳呆毛摇晃 问西罗那道 这样就省下了轮换的时间吧 轮换固然有效 但是会浪费重要的指挥时间 对于训练家而言 每一秒钟都极其宝贵 尚未等阿柳回答 大叶道 风速狗已经做到了极限 继续流场反倒会卡住位置 既然是单打 卖掉风速狗也是合理的选择 西罗那沉吟不语 理性上 她认同阿柳和大叶的说法 残血的风速狗 能再套出爱陆雷朵的一个招式 都算赚到 但感情上 她不认为陆也会牺牲任何一位队友 即便那可以接受 陆老师放弃轮换了吗 乌松看向殊死一搏的风速狗 目光闪烁 很可惜 我的爱陆雷朵也掌握了回复招式 第一秒 乌松指挥道 使用吸取拳 第一秒 陆也的豪华球飞出红光 触及到风速狗 第二秒 爱陆雷朵的肘刀 泛起凌厉白芒 向前骤然挥出 第二秒 耿鬼从阴影中浮现 轮换上场 呲牙一笑 口结 砰 气浪荡开 爱陆雷朵的吸取拳 直接穿透了耿鬼的身去 格斗对幽灵无效 耿鬼毫发无伤 扒下眼皮 做出鬼脸 口结 这一幕发生得太过突然 观众们尚未回过神 这分秒之间的轮换 惊艳了在场的冠军与四天王 他 他 阿柳揭霸地说 陆老师在一直计算着 大叶面色古怪 是凑巧吧 不然也太bug了 我听闻 赤鱼板木 曾经有过分秒必争的对战 希罗那浅笑地说 当然 也有可能是凑巧 在赤鱼板木的巅峰对决中 赤鱼0.5S的优势绝杀板木 陆老师正是卡着悟松的指挥 同时派上了免疫吸取拳的耿鬼 陆老师将耿鬼轮换上场 解说员思声道 爱陆雷朵的吸取拳并没有生效 直到解说响起 整座场馆陷入震动 弹幕疯狂刷屏 甚至有火箭升起的礼物特效 这指挥也太花太帅了吧 花里花哨 遇上这种对手 我直接断开连接 人都看妈了 这就是陆老师的先读 乌松额上划过一丝冷汗 注视向面带微笑的陆爷 没有来的 乌松的背后生起一丝良意 这场比赛过后 怕是要继续加班了 不过 至少要竭尽全力 多休息几天才行 艾陆雷朵 乌松看向站在场地 向后拉开距离的紫色小胖子 凛然道 使用地震 艾陆 艾陆雷朵的肘刃 骤然砸向地面 以碎裂点为中心 剧烈的震荡波形成珠网 向四周扩散 碎石飞溅 掀起漫天阳尘 艾陆雷朵的实力 与进攻性 在这一刻彰显无疑 整座场馆隐隐震动 四周的观众神色紧张 斩击距离不够 地震来凑 地面戏双倍刻耿鬼啊 这怕是要被直接秒了 要是耿鬼的漂浮特性没被砍 陆也闭着眼睛就忙过去了 只可惜陆老师家的耿鬼 是诅咒之躯特性 好在也是能飞的 耿鬼使用重力 口节耿鬼朝天举起小手 通过控制重力 自身像个紫色气球般 向天空漂浮 地震飞起的碎石涌入其中 在强大的引力下 形成庞大的陨石 即将轻压而来 给人以强烈的恐惧与压迫感 卡拉 场地受到地震与重力的双重作用 猛地下陷 乌松正正地抬头 瞳孔收缩 费力地咽了口唾沫 陆老师 耿鬼的这招 它真的合理吗 口节 耿鬼高举陨石 嘴角咧至舌根 一个可爱又亲切的笑容 轰隆隆 陨石迎面而来 观众们干咽口水 冷汗沉沉 我忽然有点痛哭起来了 乌松天王你好残纳 回来吧 爱陆雷朵 千军一发之际 乌松收回爱陆雷朵 派上残血的青铜钟 青铜钟漂浮在场地 抬头望向轰隆而来的陨石 终身的花纹顿时黯淡 青铜钟 鸣 痛苦面具 青铜限定 哄 陨石轻压而来 场地中心凹陷下去 裂缝向四周蔓延 其间躺着饭圈圈眼的青铜钟 场馆雅雀无声 仍沉浸在陨石下坠的震撼当中 裁判发症片刻 在尖锐的耳鸣声中 挥舞旗帜 青 青铜钟失去战斗能力 嗡 屏幕上 雾松的两颗精灵球 暗淡下去 比分来到了2比0 寂静的场馆 煞时间沸腾 洛托姆好似人工智障 正在直播间内不断感谢 感谢火箭物流送上的超级火箭 骆托 老板大气 老板身体健康 老板理性消费 骆托 宝可梦会和训练家越来越像 这的确是不容智慧的真理 雾松单手插着酒红裤兜 轻叹一声 默默推幅紫色平光镜 还是和我赛前预想的那样 要么解决掉梗鬼 然后一路雷朵来平推 要么我躺平 被耿鬼一波平推带走 四周的观赛席 小银低声道 倘若解决掉耿鬼 陆老师的后背 没有谁能限制爱陆雷朵的吸取权 西八赞赏地看了眼小银 汗手道 的确 这也是方才陆老师选择轮换的原因 陆老师先读吸取权的指挥 太过亮眼 以至于西八现在仍在回味 并且想在无差别对战中 与陆老师约战一场 不过自己的名声好像不大好 上次就是下战帖把吃给坑了 西八用力咳嗽一声 阿金挠头道 啥意思 比分不是大优势吗 克里斯塔解释道 六选四的单打比赛 残局靠一只精灵 一穿三 一穿四 都很常见呢 阿金恍然 点头道 我看耿鬼 也是要一穿三了 小银 在场所有人里面 或许阿金才是最了解陆老师的 短暂的中场时间后 雾松天王派出了亮相的 第四只宝可梦 解说原道 雾松的后背 还有一只状态良好的爱陆雷朵 此刻 他制出高级球 白光中浮现一头类似长颈鹿 黄黑纹路的麒麟旗 哦 麒麟旗高扬前肢 发出柔和的乌叫 尾部的小脑袋 滋起牙齿 解说原道 麒麟旗是雾松天王的招牌精灵 曾在冠军联赛中 多次重创对手 阿金抱着手臂道 大木老 可 大木博士也有一只麒麟旗呢 克利斯塔 你刚刚明明就是想叫大木老头 乌松的麒麟 其特性为精神力 除了无惧威吓外 也能增强自身的精神力量 此外 麒麟旗的尾巴也具有思考能力 即便被对敌人也能发动进攻 路也对乌松的麒麟旗 印象颇深 据希罗娜所言 又是擅长催眠术的素质 宝可梦 路老师撇嘴一笑 连神奥冠军都是我的人 你拿什么和我斗 耿鬼 按黑洞 路也道 说是按黑洞 其实招式效果和影子球差不多 当初阿尔宙斯就是被这招给砸死的 和白羊阵达克莱伊的招式相类似 具有伤害效果 催眠概率反倒不如催眠术 口接 耿鬼漂浮在空中 狂暴的能量不断在手中汇聚 漆黑如墨的小型黑洞 疏地向麒麟旗砸去 按黑洞裹挟气流 声势庞大 稀巴微微一惊 路老师耿鬼的实力 能和举子婆婆的耿鬼媲美 不 已经远胜于幽灵系天王 小型黑洞汹涌而来 悟松主动放弃进攻 身臂倒 麒麟旗 自我激励 呜 麒麟旗扬起前肢 小鹿状的脑袋和尾部的小头 双目同时亮起蓝光 砰 小型黑洞轰然爆炸 整座场馆掀起浓浓的黑烟 观众们嘶得出声 迎战达克莱伊的时候 都没看出这小胖子 居然有这种实力 达克多撩开灰色长发 对达克莱伊深沉道 学霸考一百分 是因为满分只有一百分 就像耿鬼把你秒杀一样 达克莱伊 要不然你还是把我放生算了 滚滚的黑烟散去 场地中央的爆炸痕迹清晰可见 麒麟旗勉强站定 尾部小脑袋上的气势披带 悄然脱落 竭力保持住清醒 乌 以天王主力的水准 依旧险些被耿鬼秒杀 悟松凝视向陆老师 细不可查地轻叹一声 这是一位精通战术的冠军 而我能做的 也只有尽可能地发挥所长 乌松优雅地取出高级球 球中的爱陆雷朵 双目锋利如刀 麒麟旗 乌松双目一鸣 接力 阿金卧槽出生 你个浓眉大眼的乌松 也玩接力 西巴眯着眼睛道 方才的自我激励 就是为爱陆雷朵做准备吗 路也微微皱眉 本场对决中 首次体会到棘手 Mega爱陆雷朵不仅伤害惊人 速度同样出色 口节 耿鬼重新站在场地 双目星红 嘴角大大咧开 泛着兴奋的笑容 麒麟奇化作一道 红光飞回高级球 爱陆雷朵双刀凌厉 浑身的气势在攀高峰 已经是决胜的回合了 乌松优雅拿出 九红西装内兜的精装书 取下羽毛状的书签 一枚 晶莹剔透的药石正 镶嵌在羽毛尾部 光泽格外美丽 爱陆 爱陆雷朵胸口的心形 凸起闪烁红芒 浑身泛起璀璨的净化之光 白芒照耀场馆 爱陆雷朵 麦改进化 乌松身臂道 爱陆 爱陆雷朵昂首大叫 张开双臂 肘刀在净化之光的沐浴下 逐渐延长 化作红白相间的长刀 观众们面露震惊 场馆一片哗然 乌松天王 掏出了Mega进化 他还是第一次在冠军联赛上 被逼到这种程度 枪 光芒逐渐退却 爱陆雷朵向耿鬼展开双臂 背部雪白的披风迎风掠动 极帅气与优雅于一身 雪白而忠诚的战士 爱陆雷朵 路隐宁是Mega爱陆雷朵 难难道 我家的鸭鸭也不输给他的呀 嘎 Sidman纪念球中的鸭鸭偷乐出生 Mega进化的声势是如此浩大 华丽而振奋人心 场馆中的观众们 开始为爱陆雷朵和乌松而欢呼 乌松天王 爱陆雷朵加油 大屏幕聚焦向陆老师的个人特写 似乎想看看陆野此刻的神色 直播间的观众们一片骂声 导播是不是搞事 慢着 导播好像是自己人 神色淡然的青年微微一笑 缓缓朝天伸手 书地攥紧 整个场馆莫名地寂静下来 像是被扼住驳梗 又像是在强烈的期待中失声 手套镶嵌着一颗璀璨夺目的钥匙 此刻光滑流转 梗鬼 陆野的钥匙闪烁出耀眼的白芒 Mega进化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4章 迎战悟松 冠军联赛落幕 璀璨的进化之光在场馆中绽放 梗鬼伸出舌头 舌尖一颗光滑流转的进化石 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 口结 耀眼的白光将耿鬼笼罩 气浪向四周扩散 Mega爱陆雷朵的披风随之晃动 观众们或惊喜或不可思议 来了 耿鬼的Mega进化 陆老师的耿鬼也掌握了Maga进化 这是一位冠军的王牌 西巴眼神锐利 注视向进化之光笼罩的耿鬼 似乎想探明此颗耿鬼的实力 二层的落地窗旁 大叶和阿柳神色一顿 假如是我站在悟松的位置 我该如何应对陆老师的Mega耿鬼 西罗那扬起一抹浅笑 灰同注视向光滑逐渐散去的白色光简 那是曾庇护在训练家身前 与神灵对战的Mega耿鬼 在震动的场馆中 耿鬼的进化之光散去 显现出呲牙凝笑的超级耿鬼 浑身不满尖锐的道刺 底部升腾起暗红色的雾气 口接 Mega耿鬼的四肢浸在暗影当中 连接着一次元 额头正中睁开黄色的毒眼 头顶亮起象征Mega进化的红色标志 乌松神色凝重 单手插西装裤兜 轻轻推幅近况 冠军实力的Mega耿鬼吗 雾松低声道 相较西罗那的猎咬路杀 也不遑多让了 耿鬼吸收了来自白金宝珠碎片的能量 对于反物质的掌握炉火纯青 Mega进化后 无论是重力 还是一次元都能作为耿鬼的进攻手段 这是陆老师在经历神奥地区后 队伍中最强的宝可梦 曾单杀羊驼的Mega耿鬼 镜头恰好给到陆老师特写 陆也单手插兜 嘴角勾起淡淡的微笑 向镜头轻轻汗手 场馆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谁有每一阵卧槽出声 坏了 让陆老师装到了 Mega耿鬼是真地帅 强强对决 神奥天王赛的巅峰之战 口结 Mega耿鬼呲牙凝笑 舌尖的进化石已被藏之暗影 挥动长蛇 挑衅着Mega爱陆雷夺 爱陆 Mega爱陆雷夺张开红白相间的双臂长刀 眼神镇静 背部的雪白披风萨萨晃动 双方都选择了超级进化 解说员思声道 这或将成为决定战局的一场战斗 对战一触即发 陆也与悟松同时下达指挥 耿鬼 暗黑洞 爱陆雷夺 精神利刃 场地仍处于重力的笼罩之下 有可能触发暗黑洞的催眠效果 然而 艾陆雷夺在方才接力的状态加持下 浑身有如出鞘的利刃般锋利 双臂的长刀寒芒毕露 这是两位战术大师 用不同方式 为Mega宝可梦创造出的机会 一旦艾陆雷夺将耿鬼斩落 后续将入无人之境 反之 悟松或将在冠军联赛的舞台上 惨遭陆老师凌风 观众们神情激动 解说员呐喊道 战斗打响 耿鬼率先发动了进攻 口接 Mega耿鬼的四肢 浸在黑红色的雾气中 额头的黄色独眼汇聚漆黑狂暴的能量 化作一颗澎湃的黑色球体 席卷而出 艾陆 Mega艾陆雷夺的特性为精神力 大幅强化了艾陆雷夺的精神力量 胸口的心形凸起灼热发烫 嗡 艾陆雷夺的双刀 陡然暴涨 近一米的粉色光芒 迎着汹涌而来的小型黑洞 交叠双刀十字形 输地斩击 砰 爆炸声响起 黑烟滚滚 艾陆雷夺站在黑烟散去的中心 披风随之晃动 眼神锐利 毫发无伤 观众们 嘶得出声 方才近乎秒杀麒麟奇的暗黑洞 竟被如此轻而易举地化解 他 他把暗黑洞给披了 精神力刃 这是暴击了吧 悟松毕竟也是神奥的最强天王 这是刚刚自我激励的加持效果 西巴陈声道 倘若会心一击 即便是Mega耿鬼 同样难以招架 阿密两手搭在白色连衣裙上 轻声说 但是 陆老师的耿鬼 有速度优势吧 况且耿鬼的招式 还没完全展现出来呢 西巴抱起剑朔的双臂 沉默不语 陆老师之所以棘手 在于他那诡调多变的战术 换句话说 变化招式是这位冠军的重要仪仗 连我都知道陆老师的耿鬼 必定携带变化招式 以学识闻名的悟松 怎么会预料不到 接下去 西巴眯起双眼 就是双方的博弈了 赠 在悟松的指挥下 Mega爱陆雷朵 大不留心地向前奔跑 红白相间的两臂长刀 汇聚璀璨的精神力量 挥砍而来 寒芒一现 观众们神色一紧 以耿鬼的小身板 这一下怕是要直接重伤 口结 Mega耿鬼呲牙一笑 像自由泳般在阴影中滑水 甚至做出唤气的动作 动作迅速地向旁边避开 路也心情微妙 平时 小子胖子喜欢在影子里游泳 Mega进化后 必闪反到更方便了 卡拉 精神利刃斩击在地面 像切豆腐一般 展开一条刀痕 观众们纷纷咽了口唾沫 耿鬼与爱陆雷朵之间 两者互相克制 抓住机会 谁都有可能一击置敌 灵活鬼绝的Mega耿鬼 弓手兼备的Mega爱陆雷朵 两者像是在刀尖上舞蹈 观众们的额伤不满汉地 口结 Mega耿鬼必闪过精神利刃 滑到场地另一侧 同一时刻 脚下的阴影宛如有生命 像毒蛇般 从背后窜向爱陆雷朵 Mega耿鬼的特性 彩影 艾陆 艾陆雷朵疏地扭头 两条延长的阴影 从后飞快而来 牢牢攥住艾陆雷朵的脚踝 艾陆雷朵神色一紧 抬头望去 恰好望见Mega耿鬼 张开大大的嘴巴 像是嘲讽般晃动舌头 口结口结 Mega耿鬼的彩影成功奏效了 解说原道 两者的距离再度拉远 和游戏中上场即生效的彩影不同 通过延长影子来施展的彩影 甚至具有短暂禁锢的效果 这个效果转瞬即逝 但也足以给陆老师提供指挥空间 耿鬼 灭亡之歌 陆也的超课之力在耿鬼心中响起 物松轻闭双目 在彩影奏效的同一刻 心头升起危机感 要来了吗 那个我从赛前就一直防备的战术 在这种情况下 陆老师的指挥只会有一个 彩影 灭歌 物松成功先读出指挥 双目一鸣 身必喝声道 爱陆雷夺 挑衅 挑衅 使目标处于挑衅状态 短时间内无法使用变化招式 观众们愕然道 盲读陆老师的指挥 卧槽 好像让物松赌对了 你们玩战术的心都脏 口结 Mega 耿鬼美滋滋地张开大嘴 正打算一盏歌喉 余光忽然瞥见眼神闭靡的爱陆雷夺 爱陆 爱陆雷夺极为嚣张地摇了摇头 疏地甩开披风 旋即低沉身位 架起锋利的双刀 爱陆 Sigma Sigma 口结 Mega 耿鬼委屈地瞪起眼镜 上回聚餐不让我唱 这回也不让我唱 口结 景浩敏 耿鬼双目星红 嗡得绽放红光 那就不灭歌 直接把你杀了吧 还是得用进攻解决吗 陆也本想选择更稳妥的灭歌 然后正义地三打一 把思写的麒麟旗带走 但是物松的仙毒 的确出乎自己的意料 二层的落地窗旁 大叶挠着爆炸头 错愕道 物松 居然把陆老师都给预判了 看来多读些书 还是有好处的 马阿柳盘腿坐在地毯上 拖腮道 挑衅几乎封锁了 Mega耿鬼大半的招式 希罗那说 经希罗那一提醒 大叶和阿柳才回过神来 灭歌 重力 暗黑洞 全都无法在挑衅状态下使用 大叶面色古怪 但我觉得 那季暗黑洞已经算伤害招式了 陆也明示向挑衅状态下的Mega耿鬼 达克多能用红白球装神兽 小智能用大声咆哮解睡眠 那我的暗黑洞能打伤害 也是很合理的吧 不过 艾陆雷朵的进攻并不会这样轻易结束 物松望向场地上的Mega耿鬼 使出最后的杀招 艾陆雷朵使用地震 挑衅状态下 重力无法施展 Mega耿鬼必无可避 艾陆 艾陆雷朵的肘刀重砸向地面 剧烈的震荡掀起碎石 撼动整座场馆 如咆哮的猛兽 轻压向场地上的耿鬼 观众们目录震撼 为这声势浩大的地震所惊动 口接 Mega耿鬼迎着汹涌而来的地震 嘴角撇开笑容 借助反物质的力量 Mega耿鬼对异次元的掌握 即便不如奇拉蒂娜 却也能掌握一些精髓 正如奇拉蒂娜的专属招式 暗影前席 耿鬼同样能掌握这招式的简化版 名为前灵奇席 在施展前灵奇席后 耿鬼将进入暗影前席状态 将不受任何招式影响 换句话说 这就好似一大师的Q技能 无法被任何招式锁定 地震轻压而来 路也指挥道 耿鬼 前灵奇席 Mega耿鬼的下半身 本就隐藏在一次元之中 对前灵奇席的掌握更显娴熟 物松猛的一阵 在指挥下达的瞬息间 Mega耿鬼的身形消失在原处 势在必得的地震 竟然落空 徒留下岌岌可危 亟待修缮的场地 下一刻 Mega耿鬼从阴影中浮现 站在左右环顾的艾露雷朵背后 布满道次的紫色拳头 猛然挥出 口接 敏 三 砰 拳头砸向艾露雷朵的后背 艾露雷朵一个猎且 猛的回身迎敌 但Mega耿鬼的手中 已然汇聚起狂暴的黑洞 贴脸砸向艾露雷朵 哄 场馆一片寂静 仅能听见一片猴且滚动的声音 耿鬼 用 用拳头打人了 艾露雷朵那渣渣物房 恐怕前灵其袭真的会更好用 说是挑衅 其实还不如让耿鬼唱灭歌 艾露 浓浓的黑烟散去 艾露雷朵摒持住最后一丝清醒 用肘刀支撑 单膝跪在地面 口接 耿鬼从后扯了扯艾露雷朵的披风 友善地滋起牙齿 手中的暗黑洞不断盘旋 艾露 艾露雷朵神色复杂 身上亮起暗淡的白光 Mega进化随之解除 咚 随后 艾露雷朵明智地躺倒在地 泛起圈圈眼 悟松 为了不扩大场地损害 这恐怕是最合理的选择了 艾露雷朵 丧失战斗能力 裁判挥舞旗帜 嗡 大屏幕上 悟松的三枚精灵球暗淡下去 场馆煞时 坚响起欢呼声 整齐划一地加油助威 悟松仅剩下最后一支撕血的麒麟旗 本场的胜负已无悬念 让我们提前恭喜 在解说员讲解的期间 悟松派上最后一支麒麟旗 陆老师飞快倒 按黑洞 耿鬼毫不犹豫的高举小手 输地挥出狂暴的黑色气旋 像是已经被平推的高地 陆老师像个铁分奴似的拼命点煮水晶 大会冠军陆野 拿下本场冠军联赛的胜利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轰鸣声 麒麟旗失去战斗能力 裁判挥舞旗帜 本场获胜者是 大会冠军陆野 砰 砰 砰 场馆难以自恶地响起欢呼 场馆生起绚烂的烟花 这是在庆贺本场冠军联赛的胜者 他已经拥有了就任神奥天王的资格 并且是当之无愧的四天王最强者 整个直播间的弹幕出现卡顿 满屏的恭喜 陆老师牛逼 耿鬼杀疯了 在沸腾的场馆中 阿金擦了擦鼻子 笑嘻嘻地说 我说什么来着 众人无视了阿金 讨论道 陆老师会继续挑战冠军位置吗 今晚应该就能知道了 欢呼声如潮水 从四面八方涌来 乌松单手插兜 低头无奈地叹息 旋即流露一丝疲惫而释然地微笑 不是乌松无能 是陆老师太狡猾 他缓不上前 同路也握了握手 叹声道 祝贺你 陆老师 这场比赛后 你应该能休息一段时间了吧 陆也问道 乌松流露一丝苦笑 但愿如此 这场战斗实在太难了 太难了 根本打不赢 整个场馆的观众 都在为获胜者而呐喊 直播间的人气 俨然突破了千万 老粉们纷纷泪目 这么久了 陆老师终于去天王杯炸鱼了 耿鬼一穿三 把神奥的最强天王凌峰 这不是打宝宝吗 笑 回来了 这是波加曼杯 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5章 关系的宣布 砰 砰 绚烂的李花 仍在场馆上空绽放 观众们的呐喊和欢呼 毫不吝啬地 献给冠军联赛的优胜者 大屏幕倒映出黑发青年 他依旧挂着微笑 耿鬼漂浮在他身旁 掰开嘴角 对着大屏幕 reo real的晃动舌头 观众们发出善意的笑声 兄弟们 陆老师装起来了 你家的耿鬼 为什么是漂浮特性啊 陆老师 这是要继续挑战 神奥冠军的节奏 在场馆的震动声当中 物松单手插九红裤兜 询问地看了眼路也 按照冠军联赛的原则 优胜者可以立刻向联盟冠军发起挑战 正如同火红游戏中的赤红 在战胜阿渡后 立刻与守门员轻率进行战斗 本场战斗造成了史上最短冠军的惨案 同时也能侧面看出冠军联赛的规则 但出于人性化角度 联盟往往会给予大会优胜者 数天的休整时间 只有极度自信 或本就拥有强大实力的训练家 才会选择继续挑战冠军宝座 并不是挑战冠军 陆爷哑然地笑了笑 不过对我来说 可能会是个挑战 物松微微挑眉 推了推平光镜 似有所查到 那在下先行退场了 哗啦啦 观众们为这位竭力迎战的物松 献上热烈的掌声 这位儒雅的学者 无论何时都会穿着酒红西装 手持一本精装书 即便书给了陆老师 也无碍于他在冠军联赛中 所积攒的人气 物松缓缓走向选手通道 优雅地向镜头微笑 细不可查地呼出一口气 这场联赛过后 应该能休息几天了吧 物松暗存道 背后忽然传来陆老师的喊声 这场地是你自己地震的 和我没关系啊 物松脚步一个踉跌 转过身勉强道 可 我会来处理的 这点还请您放心 说吧 物松背影沧桑 慢慢向选手通道走去 路也看了过去 有些唏嘘道 幸好我不接任天王 解说原道 赛后环节结束后 即将迎来的是对陆老师的个人采访 训练家之间的寒暄过后 女主持人和扛着设备的搭档 匆匆赶往场馆一侧的主会台 主会台中央是燃烧的圣火盆 前方是铺就红毯的阶梯 一直延伸向最高的冠军宝座 当联赛的优胜者 向冠军发起挑战之时 联盟冠军便会从这条阶梯走下 赌上冠军的荣耀 与挑战者进行全面对战 路也双手插兜 瞭望那个位置 若有所思 口节 耿鬼漂浮在旁 无嘴窃笑 见到陆老师完全没有离场的意思 整个直播间开始沸腾 人气相较方才只高不低 卧槽 陆老师好像还要继续挑战 疯了吧 连战天王和冠军 不管陆老师和西罗那谁赢 雾松孔城最大输家 现场观众们也觉察到了一样 遏制而激动的情绪 不断在场馆中蔓延 阿金手掌搁在黑色刘海前 环顾四周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陆老师 似乎要继续挑战神奥冠军 西巴抱着手臂 双目闪烁精芒 这份源于强大实力的自信与勇气 实乃我被舞者之楷模 我觉得 小兰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关东三人组中 小兰率先觉察出小黄的女生身份 并且看出了小黄对斥的情愫 她在同龄图鉴持有者中 最为早会 对恋爱问题也最为敏锐 我觉得这气氛有些暧昧 小兰没有说出后半句话 二层的落地窗旁 阿柳和大叶的目光 齐齐注视像站在窗边的西罗娜 大姐头快接受陆老师挑战吗 阿柳低声猜测道 笨蛋 大叶压低声音骂道 趁着陆老师状态不佳 对战肯定能赢 菊野婆婆坐在沙发 手捧保温杯 缓缓吹散热气 阅历身后的菊野婆婆 皱纹舒展 浮现一丝微笑 大叶和阿柳还是太年轻 不过 老朽竟也有一丝期待起来 西罗娜在凝望路野 一袭黑色风衣雍容高贵 一只手抱胸 另一只手优雅地抵住下汗 耀眼柔顺的金发散落在她侧脸 侧脸挺拔而精致 擒着浅浅的一丝弧度 哒 哒 黑色阔腿裤下的高跟点地 长长的金发垂直先腰 西罗娜转过身 向那神奥冠军的席位走去 我很快就回来 人声鼎沸的主会台 喵喵含泪咬牙道 为什么不是咱们给干部拍照啊 喵 因为事情太突然 没能换装混进去啊 小次郎探声道 五脏同样钻拳道 可恶 那个女主持明明还没有我漂亮 小次郎 喵喵 五脏冷冷地瞥了过来 小次郎 是啊 哈哈哈哈 五脏说的是 喵喵 五脏打扮一下 也是个大美女啊 喵 五脏抱着手臂 傲然扭头 果然翁烹地跳出精灵球 缩 男思 女主持和架着摄像机的搭档上前 话筒对准路也 一通常见的问题后 女主持问道 请问您是打算接任神奥天王的席位吗 陆也 不 我并没有这个打算 大屏幕到映出正在接受采访的陆也 场馆一片震动 那也就是说 女主持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声音略显激动道 那 也就是说 您打算继续挑战 神奥联盟的冠军 整个场馆莫名地安静下来 像是在等待陆老师的答复 在神奥联盟最具含金量的赛事中 凌风神奥的最强天王 陆老师 已然展现出了一位冠军的实力 战术乃至气度 陆也正欲回答 整个场馆忽然躁动起来 难以遏制的欢呼声 希罗纳冠军登场了 陆也微微一顿 抬头望向漫长的 扑就红毯的冠军阶梯 希罗纳正从象征冠军的宝座 从漫长的阶梯款步而下 双目轻裂 美丽的金发迎风摇曳 他向旁伸出手臂 掌心握住的精灵球 飞出一束红光 卡奥 裂咬露莎双目星红 浑身散发凌厉的杀气 浑身的白色骨刺寒芒闪烁 张开两柄镰刀 裂咬露莎 缓步跟随希罗纳的步伐 逐渐向主会台靠拢 整个主会台 如同天然的对战场地 撒 银色火盆中的圣火燃烧 观众们平住呼吸 似乎空气也在 这十字般凛冽的气势中冻结 这股气势 简直 小银额上躺过一滴冷汗 正正地说 这之前见到的 判若两人 阿密地下泛红的脸颊 现眼之余 竟有些自卑 小声地说 这就是 希罗纳冠军 女主持人和摄影师望向希罗纳 举着僵硬的手臂 一时间忘了本职工作 你们 还有其他问题吗 路也提醒道 诶 女主持人一愣 环顾四周 主会台的东西两侧 分别占着陆老师与希罗纳 自己和摄影师搭档成了多余角色 正在阻碍全场观众的视线 一股尴尬的情绪 升上主持人的心头 路也宽慰地笑道 采访待会再继续吧 说着 路也抬头 望向眼神 饶有意味的希罗纳 可 现在 我有更重要的是 呼 谢 谢谢您 女主持人得救班地点头 和搭档匆忙离开主会台 希罗纳冠军来到了对战场地 解说员正激情四射道 这祸将意味着冠军联赛后 即将迎来第二轮角逐 说不是战斗 其实也是战斗 毕竟 恋爱极是战争 坐无虚席的场馆 全场观众的视线聚焦在会台中央 卡奥 猎咬露莎眼神辟靡 站在希罗纳的背后 口节 耿鬼呲牙咧嘴 笑嘻嘻的漂浮路也深厚 正值六月 酷热难消 仍有清凉的微风吹拂而来 希罗纳挽起金发长发 洛托姆将她的声音扩散在整座场馆 你是不是该说些什么 希罗纳金发下的灰铜炼焰光泽 平静地问 场馆一片死寂 阿金扭头看向小银 赛前的垃圾画 小银绷着面贪脸 无言以对 大屏幕显露出路也那格外认真的神色 觉察到额上的汗滴 嗓子发干 比迎战阿尔宙斯时更为紧张的心跳 尽管如此 也有必须要再次说出口的话 必须再次传达的心意 已经是神奥联盟即将落幕的时刻 全场的观众听见清晰扩大的声音 竹篮 我喜欢你 路也的双目清澈 脸庞坚硬 黑色碎发在微风中浮动 初次见面时的烟火 白杨镇的时空动荡 米基纳旷野上的拥抱 正如超客之力璀璨的白光 两者的心意早已紧密相连 整座场馆真落可闻 西罗那的目光望了过来 像一红泛起涟漪的清水 满腔的话语堵在口中 语言在这一刻丧失意义 莫名的孤独感冲击着自己的身躯 路也置身于不知何处的正中央 再次道 请你和我在一起 整个直播间的弹幕出现了长达三秒钟的卡顿 像是有人扼住了观众们的脖梗 直达世界尽头的安静 与之相对的 场馆的震动正在酝酿 西罗那轻闭双目 嘴角泛起一丝浅浅的弧度 单手插在黑色风衣的腰侧 耀眼美丽的金发随风掠动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邂逅 总会孕育出珍贵的羁绊 我也喜欢你 这点正如钻石珍珠般精灿明亮 好 竹兰轻声说 微风吹拂 短暂的寂静过后 直播间与场馆沸腾了 哦 官宣发狗粮 我反对这门亲事 这不是狗粮 这是酸液炸弹 在或茫然或错愕或振奋的场馆中 物松来到解说席 接过麦克风 淡定道 两位训练家目前是情侣关系 挑战冠军与否 会在稍后的时间段内给出公示 换句话说 物松无奈地道 你们不用再猜测陆老师和希罗那冠军之间的关系了 观众席一片嘶声 场馆弥漫浓烈的柠檬酸味 我原以为是对战盛宴 居然是狗粮大餐 萌萌哒 竟是希罗那 陆宝出息了呀 震动的场馆中 卡奥 猎咬陆沙 心情复杂 总有种自家白菜被拱了的济世感 口结 耿鬼漂浮在半空中 得意地呲牙一笑 旁观赛事直播的戒子栏 敲着拐杖 冷漠地哼了一声 年轻人的事情 就交由他们年轻人自己处理吧 群聊天内 米可丽笑道 我就猜到他们会在这个结果眼上公开 沙菲亚莫名想到了 自己向陆比表白的画面 脸颊通红 阿渡调侃道 这才是陆老师参加冠军联赛的真实目的吧 可能是挑战整个神奥联盟的目的 小霞说 小智挠了挠头 那待会对战还会继续吗 赤红接过话查道 刚战胜悟松 陆老师应该会选择调整状态后 再进行对战 西巴赞同道 有道理 这压根就不是重点好吗 小兰道 你们在聊什么 柯拿网上翻了翻聊天记录 仍有些困惑 好奇地问 什么公开 诶 柯拿姐姐还不知道吗 小倩惊讶道 我之前忘记告诉柯拿姐了 小霞怯然地说 阿金 哈哈哈哈 不会柯拿阿姨还不知道吧 群成员 阿金被群管理 柯拿禁言三天 柯拿微笑地说 下次谁再把阿金放出小黑屋 我不保证 不用冰人偶哦 赤红神色一顿 默默潜水 能让赤红忌惮的事物 屈指可数 柯拿的冰人偶 无疑是其中之一 大无善意地道 陆老师和希罗那冠军 公开关系了 诶 柯拿一正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聊天群忽然安静下来 柯拿 柯拿 合着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先前就有不少粉丝 在猜测两位冠军的关系 借着冠军联赛优胜的机会 恰好顺理成章地公布 希罗那在前去联谊阵度假的时候 就曾向加德利亚 晚龙透露过此事 看着屏幕中 两人相视一笑的画面 加德利亚将头埋进被窝中 心头苦涩 紧紧抱住小枕头 加德利亚 由于刚结束冠军联赛 宝可梦需要回复状态 在两者宣布关系后 场馆也逐渐散场 然而 直到散场时 观众们仍是一脸不可思议 后知后觉到 梁 两人官宣了 岂可休 又被陆老师嗅到了 厨子不下饭了 这回是直接往我嘴里塞柠檬 当天下午 陆老师也向神奥联盟表示 不会接任神奥天王 并且放弃了挑战 神奥联盟冠军的资格 观众们倒是没有意外 泪目的送上祝贺 让我们恭喜这对冠军夫妇 白天挑战冠军 晚上冠军挑战 当批展司令 取下面具的那一刻 他哭了 整个神奥联盟的旅行 已经抵达终点 当天晚上 西罗娜出现在陆老师的 个人直播间 一块打游戏 望着般配的两人 谁友们悲喜交杂 陆老师友懵懵哒了 爷亲姐 这位男水友 赶快把手柄还给主播 我这就回去 把预言夹刀了 然后抢我家来电汪的狗粮自尽 白菜 我的白菜 哦哦 不愧是你呀 陆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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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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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兰说 布拉塔诺确认自己没有听错 又取出手机搜索了一番 哈哈 看来我当初在科研峰会的预感 还是正确的 布拉塔爽朗地笑道 早在科研峰会时 布拉塔诺就看出些许端倪 卡洛斯人民风气浪漫 布拉塔诺博士年轻时 亦是花花公子 时至今日仍被视作大众情人 他极为赞同两人公开恋情的行为 并且深深为之打动 这么看来 他们导向是来卡洛斯度蜜月时的 布拉塔笑了笑 说道 密阿雷是南侧街道 先前弗拉达利的咖啡馆 似乎闲置了下来 艾兰 你前往打听一番 没问题 艾兰回道 艾兰喷火龙的Mega装置和进化石 都是由弗拉达利亲自赠送 然而在赠送事件后 弗拉达利的创造新世界计划未能实现 就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听说弗拉达利研究所 近期在导顾什么虚拟影像 打算和宝可梦公司联动 不知道后续进展会怎样 艾兰摇摇头 回身望向喷火龙 悄悄握紧拳头 无论如何 我的目标 是在下一届的密阿雷大会夺冠 成为最强的Mega进化石者 为此需要不断向强者学习和挑战 希望陆老师抵达密阿雷市的那一天 能早一点到来 艾兰暗存道 哦对了 艾兰 布拉塔诺博士刚走一半 又回过深道 近期进化石探测仪又有了波动 是从石箱镇传来的 从波动来看 初步分析是班基拉斯 或是猎咬露莎的进化石 还需要麻烦你 去那里的遗迹调差一趟 布拉塔诺微笑道 能取回进化石 自然再好不过 没问题 交给我和喷火龙就好 艾兰卧拳 自信十足道 6月9日 周三 晴 神奥地区 陵兰岛 烈日炎炎 室外温度高达35摄氏度 嘎 Omega 葱油冰望了眼窗外刺眼的阳光 躺在历史空调旁 收拢雨衣 舒服地眯起眼睛 我差不多已经是一只肺鸭了 睡意逐渐上涌 压压雪白的脑袋一锤一锤 闭目打起盹来 葱油冰使用了睡觉 路野 耿轨 水箭龟并排坐在沙发 从左到右 依次使冰阔落 冰阔落 滚烫的热茶 刷 陆老师和耿鬼同时将目光头向水箭龟 卡捏 下画线 水箭龟慢悠悠地捧起热茶 吹散鸟鸟热气 在夏天来上一杯养味的元气茶 这不是很合理吗 难以反驳 陆野轻咳一声 仰头回想起宝可梦XY的剧情 相较于神奥地区的静敌真似 小智在卡洛斯的静敌艾兰 实力无疑更为强劲 早在小智前往卡洛斯之前 艾兰便携带喷火龙 四处挑战超级净化使者 甚至有过战胜火系天王帕奇拉的记录 不过相较于神奥地区 战力表现突出的四天王 卡洛斯四天王的平均实力稍显逊色 除了如卡洛斯的因素外 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拿训练家当主业 当然 陆老师的主业 还是厨子 美食区up主 兼职游戏制作人 也没资格吐槽便士了 鉴于卡洛斯是座美食之都 密阿雷市的中央街道 更是开遍了咖啡厅 陆老师也有开间咖啡厅的打算 并不以盈利为目的 偶尔开发点新的冰淇淋甜点 钻研新式菜谱 邀请群成员们来咖啡厅做客 忽悠、滑调 邀请更多的宝可梦 甚至传说精灵们 来咖啡厅里玩耍兼职 这或许将成为自己 前往卡洛斯的动力所在 找石板还是其次 开家咖啡馆 早日过上咸鱼的生活 这才是真理 陆爷满意汉手 此外 咖啡馆也能作为三人组的秘密基地 他们仨要是又把经费挥霍一空 也不至于留宿街头 在游戏宝可梦XY中 弗拉利达就曾开办了一间旭日咖啡厅 一度风靡靡阿雷市 不过这个世界线 弗拉利达似乎已经被送进监狱 没有能再整事地反派了 我记得弗拉利达的梦想 是创造没有纷争的新世界 陆爷摸了摸下巴 没有纷争的新世界 这不就是用打牌决定一切的世界观吗 那狮子头挺适合打牌的 虚拟影像技术也很适合PTCG 倒是可以和他的研究所合作 想到这里 陆爷微微一愣 这个世界的彩虹火箭队 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火箭队是物流公司 弗拉利达的闪眼队 是特么的玩具厂商 陆爷 可 还是得先决定咖啡馆的事 咖啡馆可以聘用宝可梦担任员工 甚至可以是做小型的宝可梦庭院 一些流浪的 不方便收服的宝可梦 陆爷打算邀请他们来咖啡馆赞助 玩耍 可以的话顺便帮忙 例如爱唱歌的胖丁 世界术的梦幻 红之守护者马夏舵 相信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小可爱们加入到咖啡馆的员工行列 当然 这只是关于咖啡馆 初步的设想 一切还是得等到了卡洛斯 见到具体店面后再进行决定 不过 关于咖啡馆的名称 陆老师早早有了定论 宝可梦缤纷咖啡馆 名称来源于同名游戏 也是陆老师较为喜爱的一款宝可梦手游 咖喱饭 冰淇淋 马卡龙 这些都可以作为咖啡馆的菜品 咖下化线 三 下化线 瞥了眼躺平打盹的葱油冰 路也陷入沉思 要不然 菜单里再加一个烤大葱好了 反正把大葱插进土里 它还能再长出来 咖 塞马 从油冰于梦中惊醒 似乎有危险预知一般 几倍发寒 总觉得 接下去的日子 会更加辛苦呀 金黄市 希尔佛大厦 宝可梦公司 奥利威一席干练的白色外套 拍了拍手 向身前的员工们道 今天社长不在 希望大家在家把劲 做好各自的工作 那么 就拜托大家了 随着口袋妖怪 火红的发售 宝可梦公司 一跃成为最具潜力 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厂商 不过 宝可梦公司 目前的力量太过弱小 社长又经常摸鱼 担任秘书兼副社长的奥利威 几乎承担了大半任务 并且完成的尽善尽美 此外 源于奥利威的个人兴趣 他下班后 依旧进行着超级句话的研究 并且收藏了不少 陆老师的训练家卡 嘈杂的办公室 不断有电话铃响起 是 我能听见 奥利威侧头架着电话 干练的签署文件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 这位秘书的管理能力 堪称历史级别 曾一人管理覆盖整个 加勒尔的马洛科蒙集团 能和他能力企及的 恐怕也只有白手起家 开半德文公司的资幅棋 木槿 管理火箭队的真鸟 一天的工作结束 奥利威裹着棕色风衣 走在金黄式的夜色中 嗡 手机铃响起 奥利威接通电话 公声道 您请讲 今天的工作也辛苦你了 奥利威 陆也说 是我的本职工作 奥利威回道 我向加勒尔地区的极具化专家 木兰博士递交了申请 陆也道 等到假期 你可以跟随木兰博士 研究超级具化 奥利威脚步一顿 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正正出神 研究超级具化 是奥利威毕生的兴趣与动力 他曾替洛兹推算出了 加勒尔千年后的能源危机 甚至以一己之力 研发出了极具万代的雏形 然而 在这个时间线 奥利威忙着加班 洛兹会长也疲于管理公司 无暇去找无极泰纳的麻烦 这或许是加勒尔危机 最佳的解决策略 奥利威深吸一口气 跟随木兰博士 研究超级具化吗 像是一桩夙愿落地 奥利威眼神闪烁 是 感激不尽 陆也 还有 我要动用一笔经费 开办一间咖啡馆 奥利威一正 劝声道 恕我直言 贸然进军餐饮行业 并非明智之选 陆也神色复杂 想到自家那几个大胃王 恐怕甜点还没端给顾客 就已经被他们吃了 陆也轻叹道 我也没想着能盈利就是了 奥利威微微一愣 并未提出异议 公声道 我明白了 挂断电话 陆也抬头望天 前往密阿雷市的行程并不急于一时 陆老师还打算和萌萌哒 回真沙镇 白阳镇等各个地方转一转 假如能给咖啡馆忽有一些帮手 那就再好不过 算上东皇 官兜 神奥 卡洛斯是即将点亮的第四张地图 总有不好的预感 路也望天道 乔伊家族 军沙家族 这些我都能理解 装修家族 未免也太离谱了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8章 世界锦标赛青少年碑 距离冠军联赛落幕 俨然过去三天时间 小智抵达合众地区 算上合众的桂园大会 开启了自己五届灵贯的生涯 各个联盟的大会时间并不统一 桂园大会将在四个月后举行 卡洛斯大会则是在明年年初 这也意味着 小智输了联盟大会不要紧 收拾收拾 马上就能接着输下一场 不过陆老师对小智的忍蛙满怀期待 再加上自己和青绿的指导 想必能打出不错的水平 林兰岛 神奥联盟 悟松面对堆成小山的文件夹 两手抱头 最终发动自己快速阅读的能力 着手处理 阿柳和大叶坐在一旁 讨论八卦 你说陆老师和大姐头 到底谁说了算 阿柳好奇道 这可说不准 大叶挠挠头 得看陆老师的技术如何了 我觉得陆老师的技术很不错 阿柳补充道 我尝过他做的冰淇淋 味道真是决赞 你们在聊什么 推门而入 西罗那挽了下金发 随口问道 冰淇淋 大叶和阿柳一口同声道 一个悠悠的声音 从书桌后头传来 工作 提及冰淇淋 西罗那美目一亮 笑吟吟地说 这个季节正是立勇士名产 动员熊冰淇淋发售的时候呢 你们要去何中的立勇士吗 阿柳好奇地问 有去联谊阵度假的打算 西罗那先手抵住下巴 灰眸深邃 说道 不过还得征询一下陆野的建议呢 反正凌兰大会过后 咱们可以休假一段时间 大叶枕着手臂 回头喊道 你有什么打算吗 悟松 悟松抬起目光 常探道 我打算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嗡嗡 我出去接个电话 西罗那取出手机 扫了眼来电 电话那头响起 阿代克爽朗的笑声 喂 西罗那 许久不见哈哈 合众冠军阿代克 目前处于半隐退的状态 正在寻找合适的接任者 他与加德利亚 西罗那皆是老朋友 同样也是一位 善于培养新人的优秀前辈 客套的话就免了吧 西罗那微微仰起嘴角 问道 是有什么事吗 阿代克清了清嗓 道 是这样的 世界锦标赛青少年碑 即将在合众的龙木镇召开 时间暂定在一个月后 我想邀请你和陆野来龙木镇做客 可以的话 在开幕式上进行一场对战表演 此外 我也向加德利亚发出了邀请 阿代克感慨地说 假如能在这届比赛中 发掘出有实力的新人 我也能放心地离开合众联盟 阿代克的搭档宝可梦在几年前病故 因而无心在参加战斗 时至今日 阿代克最大的心愿便是发掘后辈 并转让冠军的位置 爱丽丝刚巧从龙之乡初发展开旅行 后来接任阿代克 成为了合众联盟冠军 青少年碑吗 西罗纳思存片刻 微微一笑 我会考虑的 西罗纳本就是一位善良且温柔的冠军 对待新人满怀耐心 关注着小智与真似的成长 与之相对 陆老师喜欢抱打宝宝杯 不过对待后背意外的靠谱 出席这种赛事 他想必不会拒绝 西罗纳暗存道 世界锦标赛 青少年碑 陆也诧异地望向西罗纳 西罗纳轻轻点头 扬起我知道你会感兴趣的浅笑 在龙木镇举行 距离利勇士很近 我请你去吃利勇士的名特产 动员熊冰淇淋 青少年碑的事先放一旁 陆也说 我刚好复刻了 动员熊冰淇淋 西罗纳眼神陡然一鸣 专注的丁卓陆也看 口结 星号耿鬼端着一杯冰淇淋 混入冰晶的奶油 剔透泛光 顶部点缀着樱桃 散发着丝丝寒意 大 耿鬼将冰淇淋摆到西罗纳身前的小茶几 递出两手 呲牙一笑 口结 请慢用口结 西罗纳扬起笑容 眯起双眼 捧起冰淇淋杯 手持银池 谢谢 我开动了 味道怎么样 陆也期待地看向西罗纳 西罗纳交叠修长的双腿 偏蓝色的衬衫 轻咬一勺冰淇淋奶油 舌尖清抿红唇 小声道 你坐过来一些 陆也微微皱眉 凑近注视 泛着露珠的玻璃杯 滴声道 我应该复刻的没有问题 你 转过头 湿润冰凉的唇瓣印在自己的嘴唇 舌尖递来甜滋滋融化的冰淇淋 嗅见金色发烧的倾向 炙热的鼻息 眼中倒映出闭目羞涩的西罗纳 她修长雪白的手指正轻轻掠过自己的侧脸 长长的一吻分开 西罗纳呼吸紊乱 脸颊通红 金发下的灰眸炼艳光泽 浅笑地说 多谢款待 陆也抿了名嘴 点频道 糖度超标了 那就下次注意 用不着下次 陆也又吻了上去 沙发后背 探出鬼鬼祟祟的几个脑袋 耿鬼越共探头 猎咬露莎瞪大眼睛 路卡丽欧高冷地捂住波克比眼睛 恰机嘟一 波克比奇奇怪怪的侧头 幽姬 幽姬拉斯嚼着薯片 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 电视机里正在放机械班基拉斯 VS古代你有巨人的特射剧 BW82集 轰隆隆 夸张的音效响起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特射剧 竟然是有抵达合众的小智主演 紫色发辫的爱丽丝 饰演古代巫女 大声道 想要击败机械班基拉斯 必须唤醒古代你有巨人的力量 小智 皮卡丘 把力量借给我吧 皮卡 丘 璀璨的电光 汇入雕塑般的尼偶巨人 后者双目泛起红光 轰 宛如火箭发射 尼偶巨人的脚底 升起两刀火柱 阻挡在机械班基拉斯身前 东 古代尼偶巨人 与机械班基拉斯 碰撞在一起 幽姬 幽姬拉斯双目泛光 兴奋的摇晃鼠片带 机械班基拉斯加油 夕阳夕下 机械班基拉斯低垂脑袋 散发黑烟 古代尼偶巨人 朝向小智和爱丽丝点头 岂非消失在云层深处 幽姬 明明应该是班基拉斯赢才对 幽姬拉斯心情郁闷 举高鼠片带 倒进嘴里 鼓起腮帮子 幽姬幽姬 整理一容 陆也同西罗娜 聊起了世界锦标赛青少年杯的事宜 阿代克邀请我们 去开幕式进行对战表演 陆也隐约对这个剧情有些印象 但记忆久远 混淆了也不一定 西罗娜点点头 回答道 加德丽娅也有可能会参加 加德丽娅 陆也脑中浮现五口的金发少女 她的超能力比奇宝可梦 过之不及 身为合众天王 加德丽娅豪宅众多 并且免费借用给西罗娜 当然 富婆之余 加德丽娅也是金毛 金毛败犬 尽离了呀 陆也感慨地说 时间是在一个月之后 西罗娜看向陆也 问道 在那之前 先去卡洛斯旅行 陆也点点头 说道 我打算去卡洛斯 开一间咖啡馆 虽说会赔钱 不过可以邀请大家喝宝可梦 一起到咖啡店摸鱼 陆也说 距离我当初的梦想 更近了一步 你当初的梦想 和萌萌哒 小家伙们 开一间咖啡馆 陆也道 西罗娜双眸清澈 看向神色认真的陆也 笑盈盈地夸奖道 很不错的梦想哦 这是对待小孩子的语气吧 诶 因为你年龄比我小吗 我能摇地牙鲁卡来帮忙 所以 这不是问题 陆也说 不愧是你 西罗奈点头道 多谢夸奖 躺在大壶形态 可以加速熟成 骆托 骆托 骆托母插话道 加速熟成 这是转龙壶的效果吧 陆也默默服额 难怪说训练家和宝可梦会越来越相像 身为特级厨师的自己 不光有应急食材 还有传说中的厨具 嘎 Sigma 凌兰岛的事宜告一段落 西罗娜和陆也回到真煞镇 准备搬家 山黎博士听闻了两人的关系 对着上门拜访的陆也 捋着八字胡道 当初介绍你们认识的时候 没想到真能有这一天 我会照顾好竹篮的 陆也顿了一下 说道 也可能是他照顾我 山黎博士哑然失笑 恢复严肃道 卡洛斯的特色是Mega进化 相信游历卡洛斯地区 对训练家的实力也会有所注意 陆也点点头 同山黎博士道别后 离开研究所 护灵员们看向陆老师的背影 泪流满面 太好了 陆老师终于走了 不用再被他的仙子 一步暴揍一顿了 当天晚上 现实鸟扛着行囊 来给陆老师家的邮箱送晚报 呜 抬起头 小企鹅刚巧见到收拾行李的陆也 哟 我暂时不住在这里了 陆也俯身摸了摸现实鸟的脑袋 探长递出能量方块 笑道 有机会的话 会回到真杀镇住的 现实鸟下意识地捂住额头 没想到陆也亲密地 抚摸他的脑袋 哦 他小心翼翼地接过能量方块 看了陆也一眼 又把能量方块递还向陆也 这东西还给你 你能不能不搬走呀 陆也摸了摸下巴 看向可怜兮兮的小企鹅 想到地点未定 员工藏无的咖啡馆 陆老师笑着问道 你有没有兴趣 换一份工作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19章 达克莱伊成为店员了 小企鹅奇怪地忘了 陆老师 换工作什么的 他并不介意 反正只是挣一些伙食费 只是连他都不晓得 除了快递运货 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只是换个工作地点 陆也笑着说 我会向你的公司提交申请的 这些替人类工作的宝可梦 严格意义上并没有被收服 在真沙镇 这座田径的乡间小镇 宝可梦与人类是搭档 而非主从关系 这也是等离子队的王 人类与宝可梦的后代 名为恩德律发青年所 一向追求的 让宝可梦离开精灵球 与人类一起自在的生活 恩将精灵球 视作人类 奴役宝可梦的象征 这个观念单纯而偏执 在动画和游戏中 小智和豆也 分别改变了恩的想法 重点不在于精灵球 而在于相处的方式 陆老师拥有着 与小家伙们的羁绊 更多时候 即便会造成拆家的风险 他也一直让宝可梦 待在外面玩耍 精灵球对他而言 无非只是便于携带宝可梦的工具 球种不同 偶尔还能再刷点时髦纸 乌信使鸟抬头看向陆野 并没有答应 仅仅是从背后的行囊里 抽出一份报纸 递给陆野 然后 小企鹅扛着行囊离去 走至路口时 又回头朝陆野挥了挥手 哦 再见 我会仔细考虑的 生命之间的短暂邂逅 孕育出珍贵的情感 陆野半靠着信箱 手拿报纸 微笑地挥了挥手 正值黄昏时分 耿鬼从阴影中漂浮而起 呲牙笑着舔了一口陆老师 口结 陆野向耿鬼伸手 耿鬼抿着嘴 从口袋中摸出一枚英子果 摆到陆野掌心 咔 嚼着英子果 陆野含糊道 等咖啡馆落成 再回真沙镇一趟好了 兵系的信使鸟 还能快送棒冰和冰淇淋 聊天群内 我已经拿到第三枚徽章了 小智兴奋道 行动相当迅速吗 小刚道 照这个进度 一个月就能集齐合众徽章了 继续加油哦 你的大会进度 已经落后了立家眼嘴道 小银道 我刚还在电视上 见到了你主演的特色剧 啊 那个是陆玉的导演 拜托我拍的 小智挠头笑道 皮卡丘有兴趣 我也就跟着参加了 马智氏咧嘴道 不能麻痹大意啊 小智宝宝 抓紧时间收集徽章 才是正道 没问题 马智氏大叔 小智笑嘻嘻道 马智氏心情复杂 我果然也到了 被人喊大叔的年纪了吗 霍米加兹起小虎牙 道 我可不会放水来挑战 利勇道馆的话 就先做好觉悟吧 小智 我和皮卡丘都会拿出干进来 利勇道馆是合众的第八道馆 小刚提醒到 你的徽章术还差得很远呢 哎 原来不能直接上门挑战吗 小智大失所望 提到这个 我倒是想起来 合众的第四道馆 馆主是个模特大美人哦 马智氏搓着下巴 小橘是吗 铁玄老爷子哈哈笑道 是个电系专家里 陆老师 F小智 记得拉新人入群 西罗娜 陆老师 我说的是合众的黑莲 上回打完比赛 忘记拉他了 西罗娜 猎咬路杀 龙神俯冲 动图 柯拿 铁甲被自闭点缀PG 成都的龙系馆主 小春好奇地问 小智 是不是有位龙之乡的少女 和你结伴旅行 是的 小智挠挠头 叫爱丽丝 比我还小孩子气哎 阿渡饮着茶 淡淡道 那是龙之乡 全族天赋最高的少女 双龙道馆指定的继承者 小智瞪大双眼 这也太夸张了 只是天赋出众罢了 阿渡怂怂间 我还是玉龙族的继承者呢 小春无语道 那你一直不回宗族 因为实在受不了 那群老古董和矿矿条条 阿渡叹气道 阿渡也是个偏执狂 和完美主义者 这点从她对披风的 情有独钟就能看出 对于爱丽丝 阿渡并未表现出 明显的关注 天赋并不少见 少见的是 能将天赋兑现的天才 换句话说 这个群里 谁少年时 还不是个天才呢 阿金除外 那是个不良少年 我近期会去密阿雷试一趟 陆老师随口道 可能会开一间咖啡厅 大家有空长来光顾 消息刚一发出 陆也神色微妙 顿感后悔 大家常来光顾 这个群里大多都是白嫖的主 阿金笑嘻嘻道 一定来 一定来 马智氏咧嘴道 一定光顾 主要是太远了 不然卖剩下的面包 没准还能送给我 阿里擦了擦鼻尖 心想到 以陆老师的厨艺 过期的也不是不行 密阿雷是有一间石头收藏馆 里头甚至有Mega石展览 大无微笑道 还有一间中药局 历史据说 比整个密阿雷试还要悠久 中药局 密码正确 陆也微微汗手 看来必须去一趟密阿雷试了 虽说最高级的中药 复活草 硅硅自己都能种植 但不同风土 不同的药材效力也会不同 很有扩大储备量的必要 陆老师顺着 向水见龟的水缸望去 钢底铺满了 宛如蓝宝石般的水质净化石 水纹泛着神秘水滴的连衣 源自玛纳菲的固态 净化水滴闪烁剔透光泽 陆也嘴角一抽 赤爷的永恒净化石 都不如你奢侈 话说回来 净化水滴 具有净化异常的效果 以后 水见龟开启水流环 不光能回血 甚至解毒 龟龟再也不用耿鬼帮忙试毒了 天色渐晚 西罗纳正坐在书桌旁看书 目光专注 不一 仙子一步 悄悄从猫洞溜出家门 准备最后巡视一遍周边环境 假如有野生的经验值 自然再好不过 陆也接到了来自布拉塔诺博士的电话 中央大街有现成的店面 陆也诧异道 是此前弗拉利达亭业的旭日咖啡馆 布拉塔诺遗憾地说 不过已经转租出去了 光在口袋妖怪XY中的密阿雷市 就出现了15家咖啡馆 4家餐厅 找到转让中的咖啡馆 也并不稀奇 据布拉塔诺博士所言 续日咖啡馆商住一体 甚至有连通前后院的中庭 很符合陆老师的要求 在繁华的密阿雷市 也只有弗拉利达有能力 搞到这样一块土地 不过竞争相当激烈 一直悬而未决 直到近日才被转租出去 陆也微微一正 租方是不是火箭雾流 我并不了解 布拉塔诺沉吟地说 我会让助手继续物色其他门面的 陆老师在拜托布拉塔诺博士之余 也让真鸟跑了一趟腿 这样看来 倒是火箭队 把闪焰队的基地盘了下来 不用劳烦了 陆也笑道 我会和那家店面沟通 布拉塔诺一正 想到陆也的冠军身份 势然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多此一举 助阁下的行程顺利 既然是火箭雾流盘下的店面 身为导师的我 自然不用花半毛钱房租 可是重新装潢 恐怕还得动用到卡洛斯的装修队 陆老师神色复杂 终归还是难逃一劫吗 话说回来 闪焰队被铲除了 现在有火箭队接管 宝可梦咖啡馆 可以作为三人组 在卡洛斯地区的秘密基地 咖啡馆里头坐着冠军天王 弟弟坐着邪恶组织 陆也心情微妙 卡洛斯地方的反派角色 竟是我自己 前往卡洛斯的行程 暂定在三天后 陆老师委托真鸟 按照自己的要求 先将咖啡馆进行简单装潢 盘下这间店面作为秘密基地 真鸟赞赏道 堪比成都火箭队 改造卡吉镇馒头店的决策 陆也 不 我是真的想开店 真鸟 想象了一下咖啡馆开业时的场景 小银少爷想必会到场 那么板木老大必不可能缺席 恐怕板木老大还会与那位名教赤的传奇训练家 进行历史性会晤 真鸟神色微妙 导师 你总能整出些新花样 可为什么跑腿的总是我 你手底下不是有那三个笨蛋吗 并非陆老师为难真鸟 纯粹是找不到喵喵他们的人影 真鸟又和奥利威一样好用 正所谓 有事秘书干 莫过于此 趁着三天假期 陆也又和西罗娜去了一趟白杨镇 旅行之余 给达克莱伊送点能量放快 时空双塔悠扬的钟声响起 西罗娜站在暮色中瞭望塔尖 目光清澈 金发迎风摇曳 回想起白杨镇的往事 短短数月时间 转瞬即逝 时空的震荡声仍在耳畔回响 不过 我并非孤身一人 咔 猎咬露莎站在西罗娜的身后 同样昂首静默 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才能更好的守护主人 为此 像传说中的精灵挑战 也在所不惜 另外一处 宝可梦庭院 画风截然不同 这么点东西就想打发我 达克莱伊手捧玻璃罐 边抓边嚼 含糊道 我告诉你 做梦 路也咧嘴一笑 道 说起来 还真有些事想和你商量 达克莱伊直觉地感到一丝不对劲 即被微微发寒 上回就是答应了这小子 然后被忽悠去 挨了阿尔宙斯一顿毒打 理性告诉自己应该拒绝 但抓起能量方块的手 一直停不下来 你先说 达克莱伊干渴到 说来我听听 我想请你 去我的咖啡馆 兼职当保镖 路也说 保镖 达克莱伊瞪大眼镜 我知道你不会离开宝可梦庭院 路也诚恳道 但你可以白天工作 晚上回来休息 作为传说水准的达克莱伊 数小时就能往返于地区之间 有仙子一部和心悦之余在 达克莱伊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影响 自己也能为他提供新的安身之所 达克莱伊满头黑线 恨不得手搓按黑洞 你看我 像是会去当保镖的宝可梦 路也开架道 一个月给你一车能量方块 怎样 达克莱伊 达克莱伊伸出两根手指 得加钱 路也哑然失笑 没问题 白羊镇的达克莱伊 并不愿意被人类收服 即便是爱丽西亚 也未能将他收入精灵球 达克莱伊最重视的 也正是守护 以及和人类的羁绊 见到暴毙不语的达克莱伊 路也逐渐浮现微笑 我收服到达克莱伊了 成 达克莱伊成为店员了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20章 梦想的结束 旅途的开始 6月12日 周六 夜色温柔 降紫色的天幕点缀星星 微风吹拂棕榈树林 沙沙清响 路也躺在阳台的藤椅上 闭目感受超客之力 他看见一束明亮的白色光线 在自己与达克莱伊身上连结 还有正在院子内 嬉戏的小家伙们 路也能觉察出 每一道白色光线的细小区别 竹兰正在屋内研究神话史料 他的宝可梦们 也和小家伙们愈发亲近与信赖 幽姬 幽姬拉斯正在庭院内堆沙堡 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敖屋 风速狗懒洋洋地躺在藤椅旁 低头就能看见他的亚麻色棕毛 罗斯雷躲于夜色中翩翩起舞 波克基斯在着波克比在空中玩耍兮兮 恰机都一 仙子一不止高气傲地站定 身姿雪白优雅 断带推开贴上来的冰衣布 不一 害羞的花岩怪躲在阳台伪装盆栽 和大葱盆景混在一起 卡咪 下化线 水剑龟正拎着杰尼龟水湖浇水 目光落向花岩怪 动作顿时一将 混了个奇怪的盆栽进来 路卡 路卡丽欧走向目光犀利的葱油冰 邀请他指导自己接下去的训练内容 嘎 Sidma 葱油冰拿住剑盾的两手一颤 浑身一颤 我何德何能 我何德何能呀 耿鬼漂浮在旁 瞭望向庭院的小家伙们 欣慰得呲牙一笑 口结 还要继续努力 不断变强才行 超客之力将这一幕幕画面 投陷在路野眼前 路野逐渐浮现一丝微笑 不知不觉 我已经拥有了如此多珍贵的羁绊 这份真挚的情感并不独属于我 每一位训练家 每一位与宝可梦相伴的人类 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羁绊 即便成为冠军的梦想 对绝大多数的训练家而言 遥不可及 但当宝可梦对战落幕之时 还会有与宝可梦相伴的点滴日常 在等待着他们 少年少女们怀揣梦想 成为训练家 最终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但梦想的结束 并非旅途的终点 而是旅途的开始 夜风吹拂 路野站起身来 薄薄的黑色卫衣 中央是精灵球的红白图案 他经历了白杨镇的时空动荡 经历了米基纳的壮烈悲凉 也正是在那时 路野坚定决心 选择迎战阿尔宙斯 这是一位卑鄙 素质 热爱炸鱼塘的路老师 这是一位善良 温柔 关键时挺身而出的冠军 他同样讨厌麻烦 倾向逃避 更想和宝可梦 一起度过轻松愉快的生活 但身为训练家 必须进行宝可梦对战 即便那意味着失败 受伤 掉眼泪的风险 只要是训练家 在眼神交汇之后 就会有一场对战 无可逃避 身后飘来淡淡的清香 竹篮先手抵住下巴 单臂扶住黑衣的腰侧 问道 你在思考什么 训练家与宝可梦的关系 路也顿了一下 说道 还有对战的理由 没有纷争 没有利益 纯粹的宝可梦对战 然后获胜 那是所有训练家的梦想吧 竹篮昂首看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浅浅一笑 和训练家对战的话 一决胜负就能明白 对方是怎样的人 让怎样的宝可梦 记住了何种招式 带着怎样的道具 那是不需要言语 就能一清二楚 那我是怎样的人 路也问 竹篮白了一眼 盈盈笑道 让可爱的宝可梦 记住了不合理的招式 携带卑鄙道具的人 那我还挺厉害的 路也点头道 夜风浅浅 风速狗低垂脑袋 懒懒呲牙 耿鬼和猎咬露莎 左右站在两人身后 出神的仰望星空 口节 好漂亮 靠 一般般般 也就一般般 两人站在栏杆前 静默了许久 星光洒落下来 当踏上旅途的第一刻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联盟冠军 竹篮忽然开口 然后呢 然后一直一直热爱着宝可梦 竹篮道 等回过神来 就成为联盟冠军了 路也胸口一闷 陷入沉默 是真的 竹篮浅笑地说 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了 从踏上旅途的第一刻 我也有自己的梦想 路也的黑发迎风略动 脸庞流露回忆的神色 是什么 竹篮问道 路也两手插兜 长长地叹了口气道 不当训练家 然后呢 然后一直喜欢着宝可梦 路也重复竹篮的话语 唏嘘道 后来的事你也都知道了 竹篮微笑道 你成为了一位优秀且强大的训练家 路也胸口一闷 看向身后的小家伙们 不知何时 他们已经从庭院回到了屋内 目光稀迹的丁卓路老师看 口节 耿鬼呲牙一笑 憨厚地站在地板 可爱的紫色小胖子 不一 仙子一步后之敦服 傲娇地抬起小脑袋 占蓝色的圆童 偷偷打量路也的神情 又再度闭上 水剑龟慎重地推幅墨镜 浑身散发着内敛的波导气息 波克比欢快地挥舞小手 风速狗昂首乌叫 又记拉丝嚼着带装薯片 骆托母图箭盘旋在空中 嘎 葱油冰目光犀利 举着剑刃和盾牌 V字形的眉毛鹦鹉不凡 望向可爱又忠实 恍如家人一般的小家伙们 路也失笑道 也许等下次输了 我的旅途就会结束了吧 一时间 鬼哭狼嚎响起 不一和杜一声不断在耳旁回绕 竹蓝同样在自己宝可梦的环绕下 看向路也 微微一笑 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 路也陷入沉默 即将启程像卡洛斯 我还会缔结更多的羁绊 与更多的生命邂逅 生命与生命间的相遇 总会诞生出珍贵的事物 还有没看到小智夺冠 还没有向白菜求婚 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冠军 路也仍记得在魔都市 金黄市仰望星空的场景 队伍日益壮大 自己也在非孤身一人 路也深吸一口气 微笑地说 我喜欢你 竹蓝 竹蓝金发垂散下来 单手扶在黑衣腰侧 盈盈一笑 我也喜欢你 路也回过身 看向目光阴切的小家伙们 高声道 开始新的旅途吧 大家 请不要停下来啊 一时间 真沙阵的夜色中 响起混乱的叫喊声 两人的宝可梦 拥簇在一起 热闹非凡 耿鬼趁机摸出麦克风 在众多宝可梦惊恐的目光中 高高举起 呲牙一笑 口接 终于让我带到机会了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四卷 今天你要来点破壳蒙吗 陆老师想要过上平静的生活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啊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21章 抵达卡洛斯地区 平静生活的开始 卡洛斯地区的中部平原 以密阿雷市为中心 广袤的森林 与众多河流覆盖这片平原区域 一些城镇被古城墙包围 众多城堡淋漓于此 陆野翻越观光手册 感受到飞机微弱的颠簸 余光望向弦窗 波克比 正点起脚尖趴在玻璃窗 弦窗外 一片风和日丽 飞机穿越过云层 逐渐靠近植被聪裕 和网交织的卡洛斯地区 陆野合上手册 把不安分的波克比抱回膝盖 都一波克比晃动小手 咯咯发笑 耿鬼戳吸着玻璃杯的可乐 小短腿一晃一晃 仰头望向客机广播 即将抵达密阿雷市机场 祝您旅行愉快 甜美的播报女生 口接 耿鬼举起玻璃杯 朝向指纹其声的广播 呲牙致意 祝我旅行愉快 这趟行程由陆老师先行前往卡洛斯 和真鸟交接咖啡馆的装潢任务 竹兰在密阿雷市也有一套别墅 不过既然咖啡馆是商住一体 陆野打算先住在咖啡馆 观察一段时日 若是关门大吉 那就去找富婆 向她要犯犯 化掉 正值六月中旬 明晃晃的阳光 从闲窗照耀进来 飞机已经平稳 陆续有游客起身 他们的脸上满怀对全新旅行的憧憬 拽紧背包 肩上站着粉香香 花贝贝等小巧的搭档 走下闲梯 蓝色的天空晴朗如洗 卡洛斯地区呈现眼前 耿鬼漂浮在陆野身旁 眯起红色的双眼 高兴得张大嘴巴 口结口结 陆野带着遮阳镜 斜跨着单肩包 单手搂着波克笔 跟着轻笑道 卡洛斯地区 我们来了 踏上全新的旅程 面对未知的冒险 还会有更多的神奇宝贝 在等待着他们 陆野的耳旁 仿佛响起了中佩纳魔性的声音 神色逐渐微妙 全新的旅程还可以 冒险就免了吧 杨驼也没说 石板到底在谁的手上 没准不用战斗 PY一下就到手了呢 初始之间面对 阿尔咒斯时 他曾要求陆老师 前往卡洛斯地区 带回尚未收回的妖精石板 作为回报 他愿意借出妖精石板 一段时间 该说不说 杨驼还挺大方 上次一口气 借了五块石板出去 心里阴影到现在还没好 现在又打算借妖精石板 陆野怂怂间 走过漫长的人行通道 穿过阴影 像喧闹的密阿雷士走去 能不能遇到妖精石板 都是个未知数 不如仰衣布 开垫 摸鱼来的实在 陆野看向前方 一只小剑却停在房梁 又展翅飞向晴空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陆野忽然开口道 口结 耿鬼挥舞小拳头 成为世界锦标赛冠军 恰吉都一 怀里的波克笔晃动小脚 在空调房里 喝冰阔落打游戏 腰侧的纪念球摇动起来 雪白的葱油冰潸然落泪 嘎 Sigma 躺平当个混子呀 超客之力嘈杂的感应 里面似乎混进了一个错误答案 问题不大 陆野微微汗手 让耿鬼取出可折叠的自行车 组装后登上脚踏 叮铃铃 拨弄响铃 陆野道 小洛同学 启动导航模式 在这四通八达 如同迷宫一般的密阿雷市 没有导航 恐怕一下午都找不到目的地 洛托姆钻进自行车 自行车的车头眨了眨眼睛 避避 正导航去南侧街道 元旭日咖啡馆 洛托 卡洛斯 密阿雷市 远端的地标性建筑 棱镜塔高耸入云 折射着璀璨的光泽 给人以精准的建筑美感 密阿雷道馆 便坐落于它的内部 两者可以等同为同一个建筑物 道馆主为电系专家希特隆 人送外号烫头专家 他发明的设备总会无故爆炸 进而给使用者换个发型 值得一提的是 希特隆还有个妹妹 名叫佑里加 非常萌萌达 以棱镜塔和中央广场为中心 密阿雷市的城市布局 呈放散状 向四周辐射 元旭日咖啡馆 便坐落于南侧街道 堪称二环以内 在这座街道还坐落着 布拉塔诺研究所等重要设施 此刻 店面门口 两个搬运小将 正站在手脚架上 架起全新的名称招牌 宝可梦缤纷咖啡店 路人们好奇地围在一旁 讨论即将营业的新店面 还有盘下这昂贵地段的背后金主 枪枪 搬运小将齐声吆喝着 收拾起脚手架和随身携带的木条 然后 他们满怀成就感地擦了擦额汗 看向招牌 轻轻点头 辛苦了 面容冷峻的紫发女性 留着短刘海 一身深色 Mobile制裙和黑丝 手抱着文件夹 低头打了个勾 工程尾款之后会兑付 接下去可能还会有麻烦到你们的地方 枪枪搬运小将们笑着挠挠头 不着急了 平日已经很照顾我们了 尾款什么的不着急 真鸟推幅圆框眼镜 罕见地微微一笑 随后 真鸟的笑容逐渐奸华狡诈 宛若城之内言译 哼 哼哼 比起装修老游子 果然还是宝可梦容易忽悠 哼 真鸟恢复常态 低头看了眼万表 动作干练如可靠的秘书 快到与导师会面的时间了 真鸟终止推幅圆框镜 镜片泛着亮光 一想到导师如沐春风的微笑和夸赞 真鸟脸颊微微泛红 悄悄加紧黑丝包裹的大腿 这项任务完成的相当出色 一定能得到他的夸奖 街道尽头 丁铃铃 路野观察着四周的建筑 充满慵懒气息的卡洛斯风格 梧桐树 街道两侧的民宅 层层的地砖延伸向小巷和街道 运河斜向流津城市 遥遥望去在阳光下淋淋发亮 撑着阳伞的富人牵着多利米亚从桥上经过 脚踏着自行车从中央广场穿行 路野有种身处罗马假日的错觉 竹篮公主正在合众吃动员熊冰淇淋 她的身旁应该有头戴白帽的加德利亚 追问恋情脸颊泛红的婉龙 少女的下午茶会 路野想象了一番 直到骆托母自行车的眼睛发出亮光 避避 即将抵达目的地 骆托 已经快到了吗 路野看向施工中的咖啡厅 抱着文件夹的真鸟映入眼帘 真鸟恰好也见到了路野 您 您 真鸟语言一致 怎么能骑自行车 路野一愣 停住脚踏车 自行车招惹你了 我的意思是 真鸟欲言又止 两手抱住文件 九十度具公道 是属下考虑步骤 应该提前备好出行计划 路野望天 脑中浮现家常黑色轿车 板木老大 严肃坐在里头的景象 磕 那不适合我 路野问道 装潢进行得怎么样了 口结 话音间 耿鬼把整个自行车收起 揣进口袋 真鸟的视线不自觉被吸引 扫了一眼 低头道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进行装潢 目前仅剩下验收环节 路野轻轻点头 真鸟的办事能力相当靠谱 不然也不会为板木老大管理整个火箭队 辛苦你了 西瓜 咳 辛苦你了 真鸟 路野改口道 差点就把三人组叫真鸟的外号 西瓜皮眼镜妹喊出来了 真鸟并未察觉 美滋滋地撩了下短发刘海 低手正色道 是我的本职工作 对了 施工负责人是哪位 路野四下寻找装修队长 卡洛斯形态的身影 枪枪 搬运小将高高举起木条 开心地向路野打招呼 是这群搬运小将的首领 真鸟说 他们在密阿雷市生活 用工作向人类换取食物和报酬 路野恍然点头 又莫名地松了口气 搬运小将无一比 装修队长卡洛斯形态 要可爱一百倍 在真鸟的陪同下 路野走进这家宝可梦咖啡屋 剑本章说 路野对待装修是外行 但能看出装修风格相当可爱 很符合自己的预期 大号卡比兽沙发 让人恨不得窝进去 耿鬼长舌头抱枕 舌头能当背毯 口节耿鬼伸长舌头 和抱枕对比了一下长度 最后遗憾地低下脑袋 点餐的吧台 小木桌和座椅 绿色盆景 室内相当宽阔 目前的价位表上 有路野已经定下的树果汁 一不拿铁 三地鼠三明治 真鸟 从商业角度出发 价格恐怕很难亲民 路野 没事 树果原材料管够 真鸟 想要开业的话 需要聘请专业的员工 目前紧紧忽悠到了达克莱伊来担任保镖 正在考虑当外卖员的小企鹅 适合咖啡馆的宝可梦员工 包括蛋不现鱼 双奶鲜 胖甜咪 爱管事 差不多娃娃 慢慢扩大咖啡馆的员工数目 同样也是具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去后院转转吧 后院相当广阔 甚至用白线画出了对战场地 路野制出京灵球 放出小家伙们 卡捏 水箭龟刚到新环境 眉头一皱 正用波导检查四周 有无潜在的炸弹 路野 水刚已经让鬼鬼放进口袋了 口节 耿鬼高声回应 水箭龟这才眉头舒展 然后研究起后院哪里适合种地 后院有一棵梧桐树 树旁架着鞦韆 仙子一步绕着鞦韆 转了好几圈 不一 玩不玩呢 幽姬 幽姬拉斯 扯了扯路野的衣摆 我知道的 路野笑道 待会就给你开个沙坑出来 幽姬 幽姬拉斯高高举起小手 后院连通着一栋房屋 不如真杀镇的别墅繁华 但也设备俱全 路野在屋内转了一圈 最终回到了咖啡屋的厨房内 面对赠光发亮的厨具陷入沉吟 虽然不怕有人惹事 但还是设置一些顾客的门槛吧 以后咖啡馆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可爱 甚至具有庭院的功能 能让群成员们放置宝可梦 路老师并不打算盈利 仅仅是想在卡洛斯有个安身之所 顺带发扬点主页 在密阿雷市开店 接受各位厨师的时机 诶 似乎窜台了 路野摇摇头 脑中浮现卡洛斯的水系天王 厨师致米 他和自己一样也培养了水剑龟 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向他讨教一下厨艺 以及水剑龟的培育心得 走出厨房 真鸟正搂着皮卡丘抱枕 见到导师时慌忙站起 脸红道 有 有何指示 没了 路野摊手道 我很满意 真鸟松了口气 诡异一笑 相信谁也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咖啡馆地下 竟然会是火箭队的秘密基地吧 嘿嘿嘿 路野 你别说 喵喵的梦想 就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拉面店 让那三个笨蛋来店里打工 既能争取经费 又不会让他们被炸飞 机寒交迫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 接下去是属于彩虹火箭队的时代 这彩虹火箭队会不会太闲于了一点 路野暗存道 两人闲聊的同时 口结 梗鬼脸贴在橱窗 向远方的棱镜塔眺望 日落黄昏 棱镜塔经营发亮 那是所有训练家的聚焦点 有机会的话 到那里去挑战道馆试试吧 口结 梗鬼开心的呲牙一笑 不依仙子一步 在木桌上轻盈地跳跃 从一桌跳到另外一桌 身姿优雅动人 真鸟的目光不自觉被吸引 对了 导师也是一位协调家 能在卡洛斯的三冠卫星赛 担任评委的华丽大师 两个星期后 我还得去一趟合众地区 陆也说 这段时间 替我物色合适的员工 明白 真鸟公声道 我一定备好 露大腿的青春靓丽女仆 陆也眼皮一跳 我看你是巴布的 想让我死 我说的是宝可梦 陆也道 真鸟一愣 面色有些古怪 玄机勉强点头 是 属下明白 陆也 早晚得找个借口 把你给开了 在正式营业前 陆也还得前往合众地区 参加世界锦标赛青少年碑 然后调查妖镜石板 直播 美食 UP主事业 也可以重新提上日程 日落黄昏 夕阳洒落进咖啡厅 陆也起身道 真鸟 想吃什么 这顿我请了 真鸟有些拘谨 脸颊泛红 慌忙道 都可以 嗯 前提是你别进后屋 换鞋太麻烦了 真鸟 只是容易出汗 又不是我想穿高跟鞋 叮铃铃 真鸟闻声望去 风铃铃造型的挂坠 清脆晃动 黑色马甲的青年 脖梗处佩戴着蓝色警示 推门 缓步走进咖啡店内 他的身后跟着一头喷火龙 佩戴醒目的MAGA装置 面露凶猛 低头 跟在青年身后 路也从吧台望向来人 眉毛一条 来第一位客人了 我真没想当训练家呀 作者 北川南海 演播 阿法说 第622章 艾兰与超级喷火龙X 艾兰走进这间咖啡店时 脚步稍稍一顿 她参观过原先的旭日咖啡馆 风格奢华 西洋从红色玻璃洒落进室内 每件陈设都闪烁淡淡的色泽 有人称曾在那里目击过影后卡路奶 而眼下的这间咖啡店 焕然一新 环境给人留下以直观印象 可爱 能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的温馨感 陈设宽阔而整洁 木桌亚麻色的桌布上摆放一瓶嫩绿的植株 艾兰注视向一处趴在玻璃上的耿鬼稍稍出神 就是那只耿鬼在冠军联赛上贯穿了无松天王的队伍 口结 耿鬼依旧盯着窗户外的棱镜塔 美滋滋地打着如意算盘 什么时候出发好呢到时候给主人一个惊喜吧 好嗯 喷火龙似乎并不喜欢这样的环境 烦闷地左右扭头 但当她的视线落在眯起眼睛的仙子衣布时 喷火龙明智地闭口不语 凭我的直觉 还是不要激怒这只仙子衣布为好 不一 仙子衣布见喷火龙没有挑衅的打算 无趣地打了个哈欠 回后愿荡秋千去了 欢迎光临 路也道 有何指教 声音换回了艾兰的注意 艾兰抬头望向把台 瞳孔微微收缩 一种见到前辈的局促 面对强大训练家的紧张 渴求一战的激动 她恰好好处地演示了这份战役 低垂下头 礼貌地道 路老师 我是受不拉塔诺博士的委托 前来拜访抵达卡洛斯的阁下 并邀请您前往研究所一序 艾兰在观察这位传说中的训练家的同时 路也也在打量这位有些眼熟的黑发青年 黑色马甲蓝色警示 相较小智更为成熟 背后跟着形影不离的喷火龙 小智在卡洛斯地区的劲敌 艾兰 她的喷火龙更是人颂外号 蓄水喷 应接好几发十万福特和黄金水手里剑的编剧亲儿子 当然 除了蓄水喷等级高以外 X形态的龙属性在属性克制上 还是相当吃香的 研究所吗 我过阵子会去拜访的 路也换了个话题 问道 我们是不是在科研峰会上见过 艾兰一正 未曾想对方竟然还记得自己 点头道 是的 我当时以布拉塔诺博士的助手身份 出席了科研峰会 照现在来看 路也上下打亮了眼艾兰 笑着问道 你已经开始展开旅行了 没有错 艾兰用力点头 眼神跃动灼灼的信念 悄悄攥拳道 我和喷火龙 正在已成为最强Mega进化使者的身份 展开修行 在艾兰自爆家门后 整个咖啡屋陷入一阵安静 真鸟扫了眼艾兰 推幅圆框镜 脑海中自动浮现出有关艾兰的资料 身为火箭队的秘书兼情报人员 真鸟的直立小队真鸟矩阵更是以情报站为第一要义 艾兰 超级进化使者 搭档为超级喷火龙X 实力 真鸟松懈下来 坐在沙发上交叠双腿 暗存道 堪比天王 好嗯 随着艾兰的成为最强宣言 喷火龙展开双翅 正欲仰头喷出火焰 一束冷冷的目光瞥了过来 低伏在地的风速狗懒洋洋的起身 宛若猛虎般的瞳孔散发强烈的威吓 像是打哈欠般滋起了牙齿 再加十二哈 不代表外人也可以在地盘上大吼大叫 喷火龙神色一正 顿时严肃 吼嗯 艾兰同样注意到了这只刚刚藏在沙发后 此刻起身 具有非凡压迫感的风速狗 她并不是会胆怯的性格 恰恰相反 她和小智一样渴望战斗 即便面对在冠军联赛上 凌风天王的训练家 艾兰也坚信着自己与喷火龙的羁绊 艾兰眼神如炬 对眼前的男人愈发警惕 同时也升起强烈的战役 想要挑战眼前这位 强大的MAGA进化使者 展现我和喷火龙的羁绊 超越进化的MAGA形态 波导之力敏锐感知到了艾兰的情绪变化 陆老师眉毛一扬 艾兰不打小智 找我刷等级来了 不过目前的时间线 小智还在合众地区游历 艾兰也才刚刚开始旅行 眼前的这只蓄水喷 实力实在有些不够看 倘若艾兰不主动开口挑战 自己也不好欺负后辈 虽说后辈欺负的已经够多了 也不差再多一个蓄水喷 咳 陆也倾咳一声 还是填饱肚子来的实在 事情我大概了解了 陆也对艾兰道 你要留下来吃顿便饭吗 名义上是邀请 其实是下了逐客令 艾兰眉头紧锁 看了眼喷火龙 旋即低头道 不瞒您说 我的确有些私人请求 艾兰看了眼玻璃窗旁的耿鬼 继续道 我听闻 您同样是一位超级进化使者 我想向阁下请教超级进化的奥义 如果可以 请用水剑龟与我对战一场 文言 陆也愣了一下 挑战我家的龟龟 这么说 艾兰你很勇咯 艾兰看完了整场冠军联赛 深知自己迎战Mega耿鬼的胜率渺茫 但在灵篮大会的决赛上 那只超级水剑龟的Mega形态 被喷火龙打散 艾兰自信以喷火龙的实力 未尝不能与陆老师的水剑龟交手 更何况 我的目标是成为最强的Mega使者 为此 需要用超级喷火龙X 密转那些克制的属性 艾兰目光灼灼 两臂并龙腿侧 鞠躬道 拜托了 咖啡店内一阵寂静 夕阳洒落进屋内 艾兰的神色决绝 依旧保持鞠躬的动作 喷火龙站立在她背后 目光凛冽 直视向陆也 吼恩 老师说 陆老师对这头蓄水喷 并没有太大的意见 小智和忍蛙间有羁绊 艾兰与喷火龙何尝不适 错误的地方在于错误的里面 错误的编剧 为了变强而忽视了其他宝贵的东西 陆爷打开水龙头 慢悠悠地洗盘子 随意道 对你而言 艾兰 喷火龙意味着什么呢 艾兰一正 慢慢地抬起头 旋即钻拳道 喷火龙是我的最强搭档 在绝境中不断逼迫自己的意志 即便面对逆属性也要勇敢迎战 我想和喷火龙一起站到最强的巅峰 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艾兰坚定的声音回荡在咖啡店内 路也关上水龙头 结果葱油冰递来的毛巾 抬起清澈的双目 受到弗拉利达的观念影响 艾兰对于成为最强 有强烈的偏执 她不断逼迫着喷火龙的成长 喷火龙也反过来 为了艾兰而竭尽全力 这其中无疑缺失了什么 因为守护重视的事物 不需要成为最强 想要守护他人的这份愿景 才最为强大 就像守护整个风源的大巫 肩负起整个加勒尔的丹地 此刻的艾兰还无法领悟这个道理 她会在接下去的旅行中 遇上小智 遇上她的小女友马农 甚至遇上大吴桑 但此刻 她和喷火龙还太过青涩 你确定 路也站在吧台边 像个普普通通的店老板 双目一鸣 微笑地问 要向我挑战 这声音清晰而温和 真鸟额头却划过一滴冷汗 胸膛强烈地激动 在她的背后 真鸟依稀见到了板木老大的影子 不 那并非板木 那是整个彩虹火箭队的导师 艾兰觉得自己的喉咙被扼住了 呼吸莫名地凝滞 即便在弗拉利达的身上 她都未有体会过这种感受 眼前的男人 实力恐怕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但是 我也必须发起挑战 我和喷火龙 会站上最强的巅峰 艾兰调整呼吸 竭尽全力 压低声音道 请您 接受我的挑战 整间咖啡屋 飘荡着凝重的气氛 连空气都变得黏腻 恰机都一 直到播客笔欢快地从大堂跑过 顿时打破了寂静 艾兰的信念与小智不无相似之处 身为老师 自然有打宝宝 可 教育后辈的必要 陆也点头道 我接受了 艾兰肩膀一松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发觉自己的掌心竟有些出汗 不过 陆也说 得先让我们吃完晚饭 嘎 Sigma 站在一旁担任帮厨的鸭鸭 偷笑出声 说得没错 吃饱才有力气打对占鸭 没事 我在店外等着就好 艾兰转身向门外走去 陆也叫住艾兰 你不用去店外来帮我试个毒 可 试个菜色 今日的店家推荐 是伊布拿铁 皮卡丘苏麻麻咖喱 平野果沙拉 所谓伊布拿铁 是以伊布为拉花图案 造型可爱 拥有让人心灵沉静的美妙滋味 真鸟端起伊布拿铁 小心翼翼地戳饮一口 顿感入口的丝滑 抿了抿舌尖 真鸟将目光投向香气浓郁的皮卡丘咖喱 咖喱饭被摆成了皮卡丘的造型 连耳朵都还原得恰好好处 浸在醇厚的汤汁中 辛香料令人食指大动 真鸟举着汤匙 无从下口 你怎么了 鹿野问 太 太可爱了 真鸟小声地说 不舍得吃 鹿野接过真鸟的汤匙 将它碟子里的皮卡丘耳朵捣碎 又把汤匙递还给真鸟 这样咖喱会更入味 真鸟 谢谢 艾兰和喷火龙坐在另一侧的桌位 面前分别摆着一碟和一盆平野果沙拉 倒也不是没胃口 实在是囊中羞涩 消费不起主食 艾兰看向江头埋进沙拉盆中的喷火龙 问道 味道怎么样 压根没有回应 喷火龙哼哼哼哼地嚼着平野果 尾焰振奋燃烧 原来厨艺修炼到极致 也有培育精灵的效果吗 艾兰一副被刷新世界观的模样 喃喃道 智米先生的厨艺 也达不到这种水平吧 另一边 真鸟咬入一小勺咖喱 手捧侧脸 脸颊顿时涨红 它浑身酥麻一颤 见到皮卡丘们在林间玩耍兮兮 缠绕而过的河流 金灿灿发亮 好 好吃 真鸟眼眶湿润 路也陷入沉吟 香料是不是下太多了呢 不管了 客人满意就行 夜色渐晚 蜜阿雷是胶织起一片霓虹 小家伙们围绕着骆托姆 烤箱形态新鲜出炉的马卡龙 大块朵頤 倘若说咖喱饭是加勒尔地区的代表 那么马卡龙必定是卡洛斯地区的代表 色泽鲜艳的马卡龙 精致小巧 外脆内柔 同样适合宝可梦食用 卡捏 水剑龟依旧嚼着能量方块 龟龟并不喜欢吃色彩鲜艳的马卡龙 这和不吃色泽鲜艳的蘑菇是一个道理 旋即 水剑龟将目光头像佩戴Mega装置的喷火龙 卡捏 下画线 这只喷火龙居然会Mega进化 看来我得提前准备好复活草才行 差不多该上正餐了吧 艾兰站起身 目光灼灼地看了过来 陆老师 陆爷 正餐定价太高了 我怕你接受不了 艾兰 我指的是宝可梦对战 陆爷看了真鸟一眼 真鸟顿时会议 公声道 本店后院设有专业的对战场地 请随我来 陆爷 我是让你把蓄水喷往后院带吗 我是让你租个场地 打坏了让艾兰来陪啊 真鸟低声道 在后院地下的对战场地 采用冠军联赛的标准 请您无需担心 陆爷愣了一下 地底还有个对战场地 来到后院 真鸟按下开关 场地中间顿时向两侧打开 轰隆隆的机械声 崭新的对战场地逐渐上升 东 场地固定完成 陆爷略显压然 玄机沉吟道 以后倒是可以让喵喵他们 来改造一下 别的不说 至少要保证 这间咖啡屋 不会被地震给拆了 谨慎起见 陆爷让仙子一不用 光墙加反射臂的招式组合 加固了四周 麻烦你担任裁判了 真鸟 话音未落 骆托母图鉴已然拿起旗帜 漂浮到场地中央 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 骆托 艾兰一身黑色马甲 书弟伸手握紧 领声道 上吧 喷火龙 好嗯 喷火龙擅斥漆落在场地 掀起一阵刚风 勃梗处地进化时璀璨醒目 陆爷制出潜水球 四周的刚风 顿时在波岛的作用下平息 咚 沉闷而朴实地落地声 水溅龟搏梗处挂着一颗进化石 沉默地看向这头蓄水喷 背后的泡管悠悠泛光 一阵强烈的忌惮在艾兰心中升起 但是她同样有着自己的骄傲 与喷火龙之间的羁绊 对战开始 骆托 旗帜一惊辉落 艾兰伸出戴着手套的右手 手腕上的钥匙手环 闪烁出夺目的光泽 书弟握拳道 喷火龙 麦戴进化 鲜鲜花